女总裁穿越成了一穷二白的蒙家女 园主不光人长的丑 还是个无恶不作的村吧 如今她只能替园主多做好事 积累功德重新做人 小雅巴作为第一受害者 自然需要特别关怀 七宝正在给她剩药 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圣人 这小子也太好看了吧 好家伙 搞得老阿姨春心萌动 转念一想 她还是个孩子 为了掩饰尴尬 赶紧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刚走出门就收到了 功德值增加的系统通知 不愧是功德值ATM机 等我以后有钱了 绝对好好待你 傅七宝作为出了名的恶人 长得又丑 村里的小孩自然也不待见她 时常有嘲笑的 有往她身上丢石头的 小兔崽子不讲武德 老娘要还手了 傅宝贵见状转身就跑 一个尸足静止掉落到河中 七宝想也没想跳河施救 小兔崽子下次再丢我石子就不救你 不得不说 救人的功德值还是很可观的 闻生赶来的村民不敢相信的揉了揉眼 那缺德冒泡的傅七宝居然在救人 画面一转 七宝一身疲惫地迈进家门 远远就看到傅宁在欺负李泽民 见小姑回来 傅宁得意地表示 这小子居然在柴房里面夺揽 让我给抓了个症状 就在傅宁说话的瞬间 七宝已经扯着他的胳膊 把他从李泽民身上强行弄了下去 小姑你至于吗 不就是个童养夫吗 七宝压抑着心中的怒气 他简直无法理解对方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转头宽慰 阿泽 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辱你 话刚说完 李泽民禁止栽倒下去 身上怎么这么烫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报 抓心脑肺的臊痒 让傅宁恨不得把自己的皮都撕下来 周大夫看过后 表示被毒虫咬了 不歇药就好 没什么大碍 傅宁闻言心下一惊 不是毒虫 刚才小哑巴指甲划了我的手 一定是他害的 好家伙 阿泽要是有那本事 还能让你当马骑 这种病例傅老爷子自然是见过 立马上前训斥 你又偷跑去极乐山完了 被毒虫咬了还赖别人 周大夫临走之际 七宝将其拦住 带着去给李泽民看诊 一顿检查后 发现这孩子身上外伤倒是没什么 开些退烧药和药膏 不过他身上有非常奇怪的救急 让他极其虚弱 这样下去恐怕活不过几年 七宝闻言转念一想 原主捡到阿泽的时候 他就已经受了重伤 身上又挂着不常见的刻字木牌 看来他的身是另有蹊跷之处 想到这里询问周大夫 可有什么办法治这个病 周大夫表示 这病超出能力范围了 目前只能用昂贵的药材尽量调养 好家伙 最终还是要钱才行啊 带周大夫离去 七宝看着昏睡的李泽民 原来的父七宝欠你的 我会慢慢还 你的病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正好被门风外的梨花听了去 原来的父七宝是什么意思 女总裁穿越成了农家女 在救治男主的路上越走越远 周大夫表示 这个孩子的就极致不了 只能靠昂贵的药材自补续命 所以他需要钱 大量的钱 兑换的木灵树是他最后的希望 想到这里 顿时又有了信心 在七宝离开之后 李泽民缓缓睁开眼睛 眸光中流露出困惑 刚才那女人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她虽然发了高热 可并没有真正的昏睡 不过是不想看到这个装腔做事的女人 一日 七宝化身生产队的牛 开荒破土种下 从极乐山脚挖来的枝子花 随后发动木灵树催生 刚才还荒苦一片的田地 顿时便逼鲜花 她摘下一朵盛开的枝子花 花朵在她手里瞬间枯萎 只见则凭空多了一滴无色的泥露 装入方才准备好的小刺瓶里 陈氏的声音让她回神 咱家田里哪来这些花呀 让她更惊讶的是宝 你的脸是不是比以前好了些 七宝表示最近好事做多了 仙人教了我法术 能治香养颜 娘要不要试一试 说着就将小瓷瓶里的香露递了过去 陈氏嗅到香味后 顿时一脸的陶醉 差点原地升天 这香露比那些腌制水粉可好太多了 定能卖个好价钱 七宝见机表达了要批量种植鲜花 做更多香露赚更多的钱来孝顺爹娘 只可信还缺些必要的花种子 陈氏一听顿时没开眼笑 不就是花吗 明天就叫你几个哥哥去极乐山上挖来 见娘亲这么高兴 便顺势把小哑巴的卖身器给要了过来 找个机会给他自由 月黑风高夜 李泽民悄悄潜入七宝的房间 一阵翻找后 竟然没有发现自己的卖身器 难道在主屋 伴随着枝子花的香味入眠 七宝睡得极为安稳 李泽民盯着这个折磨了他半年的恶毒女人 有一种掐死他的冲动 伸出的手却在半空停住 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犹豫 为了卖身器再留你几日吧 果然 不出意外还是出了意外 陈氏动员全家男兵为七宝去极乐山挖花竹 却是遇到了山中大白虎 众人被咬的满身都是血 严重的已经奄奄一息 见自家男人这副惨样 大嫂顿时指责起了七宝 都怪小姑子非要挖什么花 此时的傅家院子乱成了一锅粥 李泽民借机潜入主屋 成功将奴妓拿到了手 放进怀中的那一刻 这牵制着他命运的东西 终于回到了他的手上 而傅家的人 终将自食恶物 陈氏表示拿上所有的钱财 带他们三个去镇上的回春堂吧 七宝抬起头 迎着全家人的指责 一颗星顿时尘到了谷底 换住原主 在这样的场面下 并然已经委屈的大姑 如今的七宝岂会 因为这样的事情大受打击 爹和几位哥哥的是我会负责 转头表示要去叫牛车 一旁看戏的李泽民文言愣住 七宝的话让他回神 阿泽过来跟我一起 家里现在很乱 你留下来或许会被我连累 我把你送到村长家 你在那里等着我便是 村长家里人还是很好的 不会有人欺负你 他居然在担心自己 到了这个地步还能忍住不发火 反而担心他受到牵连 你能相信吗 这个小可怜就是男主 还是个哑巴 面对女主的关心扭捏着 表示不想和你分开 七宝宽为村长家都是好人 你就待在那里 等我晚上来接你 直到夜幕降临 陈氏从镇上赶回来 老大挣了骨不算什么大伤 只是老爷和老二老四 被老虎咬得太厉害 需要昂贵的百年人生才能保命 此话一出 众人脸色变了又变 那得要多少钱了 陈氏怎么舍得丈夫和两个儿子 表示就是卖地也要治 傅三海和傅五江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是农户 卖了地吃什么 傅五江更是缺德的 要把家里的几个女孩卖去当丫鬟 少说也有一百两一个 陈氏文言顿时诈 你糊弄谁呢 当丫鬟有一百两 是卖去窑子吧 院子里吵得不可开交 傅梨花自然也在他们的讨论范围内 他才不要被卖去窑子 哭喊着表示不要卖了 小哑巴比我们长得都好 肯定能卖高价钱的 陈氏的呵斥声让众人住了嘴 我们傅家就算在穷也不会卖卖你 傅三海文言嘀咕了一句 小哑巴算不上咱家的儿女啊 这时院门外响起了七宝的声音 谁也不许卖 我有办法不用卖人也不用卖你 见陈氏一脸疑惑 七宝凑表示 娘放宽心 我还有那件宝物吗 闹剧就此告一段落 柴房中的李泽民比一着傅家人的丑恶嘴脸 一点小恩小惠就想让我忘记深仇大恨 想着就掏出火折子 打算给焦头烂额中的傅家来个被刺 这时门外的敲门声让他心下一惊 来人正是七宝 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盒子 这里面是你的卖身器 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去官府 消除了奴籍再还给你 现在看来还是早点给你才安心 有了这个谁也不能卖掉你了 我明天要和娘去镇上 你一早就躲到村长家 等我回来就没事了 说完就走了出去 你早点休息 李泽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垂眸瞧了一眼盒子 早知道这样就不必特意去偷来换成假的了 心中的想法更是肯定了几分 这个女人绝对不是当初那个恶毒的傅七宝 你到底是谁呢 为了找出这个答案 李泽民决定还是再待上一阵子 想到这里 转身将柴房里面的那一堆火星 悄无声息地浇灭了 暂且放过你们 你们没被烧死都是沾了他的光 与此同时 七宝莫名其妙收到了大量的功德值 好家伙 我干啥好事了吗 一日 七宝坐在牛车上 一路被颠簸到镇上 顿时好怀念汽车呀 陈氏给回春堂的50辆银子 药量只能维持到今天 时间很是紧迫 七宝表示去镇上最大的首饰铺子金玉楼 把那个仙宫卖了 陈氏面露担忧 一是不舍地卖掉那个仙宫 二是这个金家可是皇商 金玉楼也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 七宝想了想顿时有了主意 我们先去乘一铺子 买两身得体的衣裳 你敢相信吗 五块钱的音乐盒拿到补带能卖50万 七宝和陈氏一顿装身后 鸟边富贵人家夫人和小姐 进出金玉楼的客人非复即过 伙计一双眼睛早已练得如火纯青 见贵客迎门 立马热情地招呼了去 然后就是对店里的首饰一番介绍 七宝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合适的买家 对伙计表示我们先看看再说 若是重义了再叫你 待伙计被平退后 偌大的展厅就剩七宝母女俩 有了木林树的加持 七宝耳聪木林 楼上两个男人的交谈声 很快就落入了她的耳朵 金玉得知楼里最近收了一批新鲜货 刻意过来看看有没有得心的 到时候回京城送给老祖宗 合适的买家就这样出现了 金玉楼里的货色自然入不了 袁大少爷的眼 见金玉沉着脸色走下楼梯 七宝立马上前将其拦下 阁下是金玉楼的管事人吧 不知你们收不收宝物 成掌柜正因为没有讨好 到袁少爷的欢心而气闷 见一个戴着面纱的女子上前拦路 口气自然不耐 七宝淡然地表示 掌柜可以先看看 若是入不了你的眼 自然不会留在这里自讨没趣 说着就把盒子捧了出来 揭开之后顿时一阵宝光闪烁 两人哪里见过这种玩意 顿时目瞪口呆 恨不得上手将那木盒子抢过来 荒荡一声 和上盖子的声音让两人回神 伴随着金玉的清河声 成掌柜心领神会 连忙上前见领 方才是我们唐突了 姑娘楼上请 去三楼详谈如何 七宝对着三楼的典雅装扮视而不见 上辈子他挣了那么多钱 现代人的建筑绝对比起古代豪华 淡定地再次展现那个仙宫 剑员少爷眼中兴趣满满 甚至隐隐带着急切 七宝心中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是成了 当他按下水晶球背后的开关时 一手月亮之上送给你们 金元见证惊喜不已 这宝物竟会自己名奏乐曲 七宝顿时引后上身 此物名唤雪顶仙宫 是我家祖上代代相传的至宝 只可惜小女子家到中落 父母在前年得了重病去舍 听闻金玉楼有这百年的信誉 小女子便冒昧来了 若是金家得了这独一无二的仙宫 也好过埋没于庸禄之辈之手 金元一听这卖宝贝的理由真是没毛病 更是同情起了她的遭遇 表示定不会让姑娘吃亏 这东西本少爷要了 姑娘开个价吧 早就听说金家世代为善 最是厚道 这价钱少爷定吧 小女子相信少爷 金元只觉得面对这一双秋水盈盈的眼睛 自己要是报了个低价 那简直就是十恶不赦 这少女行为举止不失优雅 应该的确如她所说 是家到中落了 思索片刻后表示 一千两银子 姑娘若是同意这就让人去准备 弃书和银票 成掌柜欲言又止 尽可能的压价才是这么样 此时 七宝心中的小算盘打了嘎嘎响 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约等于现代的五百块 这一千两不就是五十万了 按下心中的激动 淡定的表示就一公子所言 其中一百两还请换成现银 这等小事自然没有问题 吩咐成掌柜办好 陈氏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顿时有点走不动了 七宝作为孝顺的孩子 既然在首饰店 自然要消费一番 随手就花了五十两 给他买了个金镯 表示娘若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 女总裁穿越后的第一桶金 就是靠了这个五块钱的音乐盒赚来的 七宝走出金玉楼就上了马车 还让车夫在镇上绕了几圈 才不爱录的道理还是懂的 果然把金元拍去的人给甩掉了 这小丫头倒是激烈 这样的工艺和材质 整个大唐皇朝都是文所未闻 程掌柜表示 要是能从对方口中打探出材料和制作之法 我金家便又多了一条财路 只见金元摆了白手 我金家做生意可不兴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 身为金家嫡系唯一的男兵 他回到老宅只是为了准备祭祖之事 能够得到这么一个保护 心里高兴也就懒得去计较了 回春堂里 气氛十分沉重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生一场大病就是倾家荡产的命运 当陈氏表示银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富老头文言静止跳了起来 你不会是去找老六的老丈人借的钱吧 李夫子一直想让老六改姓入赘啊 陈氏立马把七宝拉了过来 母女二人把准备好的说辞给来了一遍 七宝在大马路上救了金家的一个老头 人家表示感谢给了二百两银子 见众人文言都愣住了 七宝不禁担心这么假的说辞行不行 正想着 大嫂立马凑了上来 你救的莫不是咱们锦梁镇那个首富金家 那可是在京城做皇商的 好家伙 居然真信了 陈氏更是戏精上头 给了医药费后剩下的五十两银子 七宝还给你们买了不平养身体 两位嫂子喜机而泣 这下不用卖笔了 事已至此 七宝也收获了不少的功德 唯有父老爷子起了疑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和陈氏一阵亲生交谈后得知了真相 那先公可是宝身份的象征 怎么能卖了呢 七宝表示要是卖了能救了爹和哥哥们 这也是功德 仙人定然不会责怪 一顿宽慰后谈到剩下银票的归属问题 富老头自然没有好意思拿 便留给了七宝作为以后的嫁妆 之前虽然把小哑巴的卖身器还了回去 但是他还是奴役状态 这回表示要去衙门给他销了奴籍 此话一出 陈氏立马表示关子两张口 恐怕要花上百两银子呢 七宝表示一开始就是我们做错了 无论如何都要给他自由的 剑女儿已经下定了决心 老两口也不再多说了 富老头表示等他恢复的差不多了 就去官府把这事给办了 你们先回家吧 一路上七宝心情颇好 还吃上了两文钱一个的大肉包 你要是真喜欢小哑巴 就留他入赘吧 削了奴籍可是要跑的 跑了就跑了 会跑的才是人了 正说着 就看到梨花连滚带爬的在拼命逃跑 救救我 三叔和五叔要卖了我 面对陈氏的斥责 两人表示没有卖他 追他是因为他偷了家里的银子 梨花文言立马表示没偷钱 三叔和五叔因为小哑巴逃到了极乐山里面 他们抓不到他 就想卖了我们姐妹几个 气宝听闻顿时沉下了脸 你说什么 梨花知道小哑巴在他心中的地位 立刻可怜兮兮地看向了他 我没撒谎 你们走之后没多久 三叔和五叔就想去抓小哑巴了 谁知道小哑巴干脆逃进了极乐山 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都说极乐山凶险 没想到外围就有猛虎 之前李泽民故意用招猛兽的香料 引来白虎咬伤家兄弟 不料今天轮到了自己 还真是报应 想到这里一阵苦笑 今日怕是要葬身虎口了 另外一边 气宝心急如焚 他知道陈氏绝对不会允许他去 面色平淡地表示自己累了想去休息一下 回到家里立马花费大量的功德值 对换了保命的手段 打开窗户便跳了出去 飞快地从后院避开的家人消失不见 李泽民和大白虎相吃酒了 之前被抓上的手臂渗出的鲜血 静止落到地面 这老虎舔吸了他的鲜血后 诡异地和他有了感应 居然能够读懂白虎的心思 带着他往极乐山深处走去 随后在一株紫色的植物面前停了下来 见白虎用尾巴催促他往前 莫非这就是极乐山传说的仙草 李泽民沉吟了片刻 心下一横 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摘下那株紫色药草 静止放进了口中 顿时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体内横冲直撞 五脏六腑都仿佛要被那股力量捣碎 与此同时 气宝在树林中飞奔 靠着木林树的感应之力避开了不少危险的动物 前面细细缩缩的声音 本以为是李泽民 没想到突然冒出一只大白虎 还是特别巨大的那种 看了一眼撒腿就跑 我不好吃的 别追我呀 当看到前方不远处躺着的身影时 气宝顿时大喜 终于找到了 可是后面的大白虎要来了 该如何是好 硬刚又刚不过 但也绝不能放下阿泽不管 想到这里再也不敢耽误 一颗大力丸下肚 一股暖流瞬间充满了体内 仿佛充满了无尽的力量 轻松将阿泽拽到怀里抱起 再次和大白虎比起了赛跑 不知过了多久 七宝回头看去 这野兽居然还跟着 真是狡猾 说不定咬伤爹爹他们的就是这只 阿泽你躲哪里不好 非要跑进极乐山 真是个笨蛋 急于摆脱白虎的七宝并没有发现 李泽民已经睁开了眼睛 神情复杂地看向抱着他奔跑的女人 和后面不紧不慢跟着的大白虎 没想到这女人居然独自闯进极乐山来救我 不过他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这绝对不是原来的副七宝 他到底是谁 想到这里 转头给了白虎一个眼色 让他退下 片刻后 七宝见大白虎不再跟来 顿时松了口气 差点以为自己要交代在这里了 看着满身血污的阿泽 七宝顿时叹了口气 又把自己弄得一身伤 你还真是不省心 这时注意到了他身上的血污 这黑色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好奇心让他靠近鼻尖秀了秀 好家伙 这么臭 你是去粪坑里面滚了一圈吗 七宝没发现的是 李泽民的耳根末得红了 这女人居然嘲笑他 既然这样 那就让他多担惊受怕一阵 继续被臭吧 要不是被这女人乱摸着 他还真不愿意睁开眼睛 只见他假意睁眼起身 把虚弱眼翼的行云流水 然后指了指前面的河流 表示要去那里 很明显是发现自己很臭想洗得早 这孩子这么要面子的呢 等待至于发现了河边的鱼心草 这可是止血疗伤的好东西 抬眸的瞬间 李泽民已经站到了他面前 惊讶地发现 他露出来的是干净的肌肤 原本那遍体鳞伤的伤痕 居然都消失不见了 什么是绿茶男孩 撒娇害羞是常态 七宝惊讶地发现 阿泽那遍体鳞伤的伤痕 居然都消失不见了 正想着 忽然意识到了不对 脸色顿时红了起来 李泽民确实有一种 从未有获的轻松之感 看来是那株仙草的缘故 迎上七宝的目光 立马表现出害羞的神情 这是七宝的声音响起 今天我已经筹到银子 给爹他们治病了 不会把你卖掉的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到这里 满脸愧疚地伸出手 试探着要拉对方的手 李泽民愣了愣 下意识地握了上去 看着两人握在一起的双手 他的手好温暖 生平第一次 他竟然不再排斥他的触碰 画面一转 两人一路急行到家 陈氏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七宝表示阿泽没有去极乐山 只是躲在河边的草堆里面 他当然是不能承认的 知道陈氏心疼女 所以肯定不会责怪自己 承受他迁怒的只能是阿泽 说着上前挽住了陈氏的胳膊撒娇 转头还不忘给李泽民识眼色 李泽民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那牵着自己的手背松开后 温暖也随之不见 看向陈氏的背影顿打爱言 当爱言两个字 从他喉咙顶浅浅地发出后 他露出震惊的神情 自己居然能开口说话 房间里 陈氏给七宝擦着头发 不免唠叨几句 下次可千万不要这样了 娘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七宝老老实实地听讯 心中也充满了感动 正说着 张氏敲开了门 表示梨花他病了 发了高热还说着胡话 我怎么叫他都不行 陈氏文言皱起了眉头 那还不赶紧去叫周大夫 对这个一点主见都没有的儿媳 心中越发不喜 定是老五他们张罗着卖人 梨花被吓出病来了 七宝搀扶着陈氏来到梨花的房间 只见梨花躺在上面不省人事 桃花正满脸焦急地在旁边照顾他 比起上次小哑巴发烧更严重 摸上去全身滚烫 这孩子虽然有些心机还害过阿泽 可毕竟还是个孩子 想到这里 七宝的手指处碰到他的额头 慕林丽虽不知道有没有用 希望能缓解一下 看着梨花呼吸平稳了些 他才松了口气 周大夫很快就提着药箱赶了过来 七宝起身的同时 转身去了柴房 阿泽也受了惊吓 别下出什么毛病来 与此同时 李泽民重新审视着自己 现在不仅能说话了 母胎中带的毒也随着血污排了出去 看来极乐山真是机缘宝地 还得在丰田村待上一阵 那个女人到底是人是鬼 也一定要弄清楚 正想着 门外传来敲门声 开门的瞬间 李泽民就患上了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 见他精神很好 七宝也松了口气 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不冷不热刚刚好 虽然不知道你在极乐山发生了什么 但是估计你自己也不清楚 那我就不问了 总之伤好了比什么都好 看着阿泽销瘦的身形 这样可不行啊 说着上去抓过他的手 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接爹爹 咱们去买点好吃的 李泽民显然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这样 感受着手心的温暖 乖巧地点头硬了下 另外一边 梨花猛然睁开双眼 口中喊着不要杀我 想来他也不再是原来的梨花了 你敢相信吗 绿茶男孩竟然心动了 是亲切温暖的关心 还是掌心传递的温度 或者说是突然靠近的惊喜 傅老爷自己人的病情稳定 只要回家休养即可 七宝接傅老爷子回家的时候 有意请扁大夫给阿泽看了下诊 村里的大夫说他有救急 很难治愈 而且还不能开口说话 扁大夫一阵诊断后表示 身子虚弱只是营养不良 嗓子也是好的 或许是因为别的缘故 才会无法开口 李泽民文言眸光威慎 态度果然好 傅老爷子等人陆续被安置上了牛车 因为坐不下太多人 只能分成两批 七宝表示自己和阿泽去买些东西 爹和哥哥们大病出狱 需要补补身体 大嫂文言心下一惊 这丫头居然会关心家人了 然后就开始了大肆采购 各种食材几十斤的买 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不落下 还得去买鸡皮细棉布 李泽民顿敢疑惑 他哪来这么多钱 画面一转 这么多东西搬回家 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尘世一声令下 家里人立刻动手 很快就归整好了 七宝从里面取出了一包卖牙糖 对着侄子指女们招了招手 美人两颗 可不能多吃 忽然要蛀牙的 看着孩子们嬉笑着走远 李泽民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 原来他对每个人都一样的好 正想着 手心里的重量让他回神 阿泽是单独的一包 别告诉别人 顿时满足感充斥着他 微笑着点头硬下 此时 角落不远处的梨花脸上流露出古怪震撼的神色 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看得专注 以至于桃花走到了他身后都不知 一阵惊吓后反问起 桃花抱这么多棉花做什么 桃花表示 小姑让我给小雅巴封条被子 还给了我二十个铜板 梨花文言猛然一惊 陈银片刻后表示 二姐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不如让我帮你做吧 为了庆祝老爷子等人康复回家 一桌子都是实打实的硬菜 当然 老三老五这两个丧良心的没得吃 见老虎就扔下家人跑路不说 竟然还要卖家里的女孩 画面一转 七宝正端着饭台给阿泽送去 却被梨花半路喊住了 表示他来送去吧 免得小姑辛苦 只是送个中午饭而已 梨花自愿跑腿 七宝自然没有什么不同意的 那就麻烦你了 带七宝一走 梨花露出一亩绿色 还房里 李泽民看到眼前推门进来的是梨花 先是一愣 顿时失落感充斥着他 梨花学着七宝一样叫着阿泽 我来给你送饭了 这些是我特意拿来的 快趁热吃吧 同时表达歉意 之前不是故意的 李泽民冷冷地看着他 眼中飞快地赏过一抹讥讽的神色 傅家人里面 最让人厌恶的就是眼前这个两面三刀的女人 总是做出一副委屈的姿态 却不动神色的栽赃陷害他 面上还是一副无辜的样子 就算原来的父七宝暴力凶狠 也没有他这么歹毒的心机 见李泽民不为所动 梨花知道不由不及的道理 便起身离开了 带他一走 李泽民禁止将饭菜给倒掉 阿泽这两个字也是你能叫的 这个男主傲娇得很 女主却还在一门心思地搞事业 卢慧精华终于提炼完成 有了这个就能对抗敏感痘痘鸡 造福无数补带妇女 到时候功德之和小钱前起不是源源不断 画面一转 梨花捧着之前从桃花手里截糊的背影 来向李泽民献保 李泽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表演 梨花并没有因为他的态度而退去 反而兴致勃勃表示 家里心满了布 到时候给你做新衣服 正说着 外面传来张氏的叫唤声 让梨花快去喂猪 梨花闻眼眼中飞快地闪过一抹不耐烦的神色 不去也是不行的 转身离开的同时还不忘关心了一句 你好好休息 李泽民看向他的背影冷哼一声 真当我眼瞎吗 这辈子明明是傅七宝让傅桃花做的 还给了二十个铜板 被你拿来见花献佛 不禁汉言傅七宝这个蠢女人 居然被这种货色红片 转念一下 还是去极乐山寻仙草 早日恢复经脉修炼武功才是正事 另外一边 七宝忙完卢慧精华地提取 正好遇到了下床走动的妇老爷子 他便迎了上去 关心爹爹的身体状况后 喊起了给阿泽肖奴级的事 正巧村长家的女婿 就是县令手下掌管户籍文书的 有了这一层关系便简单多了 吩咐七宝带些礼物 咱们一起去趟村长家 最终事情办得还算顺利 村长答应去走关系 毕竟送了五两银子 回到家的七宝发现阿泽不在柴房 陈氏表示他拿着贝勒去捡柴火了 估计快回来了吧 七宝想起李泽民的病弱小身板 顿时有些担心 不是让他好好休养身体吗 怎么就不听话吗 当他走上田间小道要去找找时 远处就看到李泽民拿着椰果子在吃 后面的梨花却是背了一大箩筐的柴火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阿泽居然在使唤梨花 难道梨花这丫头病了一场就良心发现了 李泽民自然也看到了她 她是来找我的吗 静止加快脚步走了上去 两人并肩向前走着 梨花看着他们的背影 脸上的笑容渐渐僵硬了下来 小姑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对小雅巴这么好 以前可绝对不是现在这样的 想到这里心下意见 难道自己不是唯一一个重生的人 思绪瞬间回到了过去 当时傅武将欠了一屁股赌债 就把年幼的梨花卖去了窑子 最终也没能逃出那个烟花之地 在那之后不久 傅家被一场遗弃的大火灭门 唯一的例外就是小姑父七宝被砍去四肢 腐烂在后院的水当中 直到多年后发生战争 梨花临死前在城墙上 看到内军灵天下的身影 正是李泽民 没想到再次醒来时 近回到了十年前 既然上天给我重来的机会 今生我傅梨花一定要成为人上人 只要得到李泽民的信任 成为他身边的人 未来的天下就有我的一半 小姑 你当我路了 可就不要怪梨花呀 你敢相信吗 这个重生者不是女主 傅梨花自称天选之人 既然重活一世必定能高歌猛进 踏上人生巅峰 他不知道的是负七宝这个穿越者的到来 历史已经在慢慢改变 此时 七宝拉着李泽民五文弄墨 从今天起我教你认字 以后不要去山上了 再被猛兽追一次可如何是好 李泽民乖乖听讯 心里却是另有一番计较 那不是猛兽是宠物 思索片刻 今天还是从写名字开始吧 一顿操作猛碌 好家伙 用毛笔字写出了刚笔签名的感觉 李泽民汉颜 就这么丑的字 他还有脸胶 七宝也意识到了这点 写繁体力术真是难为我这个现代人了 想到这里 把笔递给了李泽民 你来试试吧 故意藏桌的李泽民写得更丑 七宝顿时又有了交他的信心 今天就从一横一竖开始 说着静止抓过他的手 一起握着笔 重新将他的名字写了一遍 这突然的凑记 李泽民顿时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 就算一个人的性格可以改变 身上的气味和字迹 怎么可能突然骤变 这个人绝对不是原来的父七宝 这么好闻的香味 莫不是只花妖 七宝其实一直都觉得 小哑巴应该是会写字的 毕竟看他的出生应该不一般 不过现在看来 好像没这个天分吧 想到这里伸手摸着李泽民的头 表示上天果然是公平的 我们阿泽长得这么好看 人无完人吗 我们可以从笔画少的字练起 顿时丢脸 羞愤的情绪涌上李泽民的心头 这个纯女人居然嫌我笨 这些字早在我三岁的时候就会写 要不是怕暴露身份 何至于有一藏桌 她咬了咬唇 重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小哑巴这个初学者 居然字写得比他的还要好看 七宝立马竖起了大拇指 毫不吝啬地夸了起来 阿泽真聪明 我砸锅卖铁也得供你考公民 听着他真心诚意地称赞 李泽民原本恼怒的情绪也平息了下来 嘴角露出浅浅的微笑 七宝原本想给他为磕糖作为奖励 没想到指尖却碰触到了他的嘴唇 院子里顿时充斥着粉色的气息 七宝倾可两声缓解干大后 表示天色有些暗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见李泽民还在傻笑 七宝修奋难耐 飞嗓着他到柴房 快停止散发你的魅力吧 以后每天都要练习半个时辰 不许偷懒 这孩子笑起来太要老命 再这么下去不出二十 我就得心脏搭桥了 李泽民瞬息着嘴里的糖果 心中一甜 倒是个意外心软的精怪 赴七宝用了晚饭回到屋子 远远就看到梳妆台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 凑近一看是一只死老鼠 还是一只被剪断四肢的老鼠 这么残忍的恶作剧 是复营那个熊孩子干的吧 这种小儿科可吓不到他 随后就把他扔了出去 窗檐下 一花顶着被扔出来的老鼠 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悄无声息的离开 为什么小姑没有一点惊吓的反应 她要是和自己一样重活一回 看到这一幕怎么可能没动过 上辈子她可就是被砍掉四肢折磨死的 难道单纯是那次脑袋砸坏了 连性格都变了 想到这里心下一松 那样的话更好 自己可是活了两辈子的人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拿什么挡我的路 女主小时候满脸青春痘 长大了竟然如此标致 全靠这个芦荟雕 今天是七宝和爹爹去镇上 卖香鹿的日子 锦阳镇虽然不大 却也有四大家族 掌控着整个经济命脉 父老爷子表示 白家做的是腌制水粉生意 这香鹿放到他们铺子里 卖最合适 以免照来不必要的祸事 七宝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妇女两人便去了白家的玉姿阁 迎面而来的就是各种香气 虽说是镇上最好的香料铺子 但是比起七宝的香鹿来 确实逊色不少 在得知两人是来卖香料的后 柜台后面的掌柜 示意拿出来看看 七宝拿出小瓷瓶递了过去 取出了木塞的瞬间 一股强烈却又清新一人的 枝子花香传来 掌柜连说三个好字 足以证明是上品货 赶忙接过来一看究竟 瓷瓶里面竟然只是些透明的液体 傅老爷子表示 这是祖传秘法炼制出来的香鹿 数百朵枝子花财宁炼一瓶 一滴便能三日不散 还能宁心尽神 不至于资格对此物可有兴趣 掌柜闻言迟疑了 之前没见过这种东西 正想着 外面传来骚动 有客人甚至迫不及待地开头问了起来 神色十分好奇这是什么香味 傅老爷子见状表示掌柜的忧虑老夫明白 这一瓶香鹿可以先留在这里 尽管检验 三日后老夫亲自再来 说完便带着七宝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他这样从容的姿态 让那掌柜另眼相看 对手上的香鹿越发重视了起来 画面一转 七宝竖起了大拇指 爹爹果然厉害 那掌柜明显蠢欲动 傅老爷子表示时间还早 去你六哥那里走一趟吧 根据园主的记忆 六哥傅刘希是个读书人 性格温和 娶了老师李夫子的女儿 现在住在镇上 七宝表示给六哥六嫂和小侄子们 带些礼物过去 免得让街坊觉得我们是来打秋风的 傅老爷熟门熟路地朝着李家的宅子走去 才到门口就看到了两个人影跑了出来 正是两个孙子 两个小娃嘴巴甜甜地表示小姑变好看了 乖小讨好的小模样 七宝顿时心生欢喜 立马递上了堂补 就在这时 听到动静的李氏走了出来 看到小姑子顿时神色一点 爹来了快进屋喝杯茶吧 转头对两个儿子表示你们刚才玩了十字 别把姑姑的衣服弄脏了 显然是怕七宝欺负小孩子 园主还真是不记得呀 不巧的是老六不在家 出去会有吗 傅老爷子算了下时间 秋为只有几个月了 红窗好有多交流经验也是好的 正说着 傅刘熙的疏童急忙来报信 姑也出事了 他和铜窗在珍修阁用膳 商议秋为科考之事 结果有个铜窗喝醉酒 嘲笑了对面的一个男子 说他面容丑陋 这辈子定是不能参加科考的 谁知这话被对方听见了 而且对方还是县令方大人家的公子 方公子当下便换了随从 将他们三人抓了毒打起来 还专门往脸上打 李氏文言神情慌乱 立马就要去求县令公子放了 傅老爷子更是差点栽倒下去 七宝上前宽慰 六哥只是被牵连的 就算是县令家的公子也要讲道理吧 你敢相信吗 这就是背后乱嚼舌根的下场 方明镜作为县令家的公子 长得愁怎么了 是你们能随便说的吗 傅刘熙完全是遭了迟鱼之殃 见了三人的惨状 李氏哪里还能忍得住 当下便扑通跪在了地上 求方公子高抬贵手 傅老爷子也是老累纵猛 李大人有大量就饶了他这回吧 本来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县令也定不了什么大罪 谁料方明镜掏出一块玉佩 将其砸碎在地上 表示这三人是贼 合谋偷了本少爷的钱袋 还摔碎了本少爷的玉佩 好家伙 当面颠倒黑白 摆明了不想讲道理 七宝心中一沉 就算用系统手段救人出去 也难免日后会牵连 方明镜吩咐随从 把他们送进县衙大牢的声音传来 七宝立马回神 上前表示我家哥哥并没有嘲笑公子 不过是受了同窗的牵连 只要你能饶了他 我就有办法让你参加今年的秋围 方明镜抬眸冷笑了一声 哪来的黄毛丫头 简直放肆 七宝没有被吓退 反而把自己的一张脸凑了过去 方公子是因为脸上长了这些东西 所以才不能参加秋围 我有办法让你的脸恢复以前的容貌 同时指着自己的脸 不信你看这里红色的痘痕 原本也跟方公子一样 现在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了 方明镜文言下意识地凑进去看 还真是啊 七宝健壮顿时加大输出 公子你肯定看了很多大夫 吃了很多药 可脸上的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吧 只要公子你饶了我哥哥 小女子一定尽心尽力 争取在秋围之前 让公子恢复如初 见方明镜犹豫了起来 七宝兄有成足地表示 若是做不到 愿由公子处置 本少也可以相信你一次 放了你哥哥 不过你必须跟我陆府去 好家伙 笑着表示治疗公子的药材特殊 必须亲自去林中采摘才行 公子每天选择一个时间 去我哥哥家中让小女子为你治疗 知道了我们的住处 往后身家性命不都在公子手上了 方明镜没想到一个黄毛丫头 说话有理有据 转头表示把这两个人先扔进大牢 至于你们 可以走了 临走之际 七宝表示要想给你治病 还需要一件纯饮打造的工具 对于有钱的县令公子来说 自然都是小事 免了牢狱之灾的傅流溪挫 可怜我那两位同窗啊 七宝上前宽慰六哥不要担心 现在只能救你一人 等我把方公子的脸治好了 会跟他求情放人的 傅流溪没办法像他这样淡然 别你和宝还是赶紧走吧 转头让妻子带上儿子赶紧离开镇上 自己留下周旋 七宝的话让傅流溪他们冷静了下来 我的脸以前是什么样子你们应该清楚 所以真的不用担心 就在七宝和傅老爷子准备回丰田村的时候 李家的大门却被敲开了 只见方明镜带着随从送定制的银针过来 有钱人找的工匠还真是厉害 这么快就把分毫不差的粉刺针做好了 方明镜表示不用等明日了 现在就开始治疗吧 本公子若是有丁点闪失 你们全家人都得陪葬 只是挑个粉刺而已 搞得跟如临大敌似的 方明镜故作镇定地问了一句 你这真靠谱吗 七宝文言立马怯生生地表示 公子要是怕的话 小女子可以先试给你看 休要胡说 想我堂堂大男人 难道连个小丫头片子都不如 但公子可要忍住 顿时刘家院子里惨叫连连 与此同时 李则铭借着那颗仙草洗髓法骨 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 又是他无意间偷看到了 慕将军传授儿孙的一幕 只因过目不忘的天赋 一直记在心里 当时身若不能练习 没想到用如今的内力来驱动 威力如此惊人 想到这里抚摸着大白 谢谢你带我找到仙草 正准备起身回去 怀中的那本三字经掉了出来 这种小儿科的东西 那女人也好意思叫我背 话说要天天教我练字 现在又不见人影 都这个时候了 她应该已经到家了吧 不知过了多久 七宝给方明镜真情结束 提醒以后饮食上面要清淡 更不可以喝酒 说着地上秘制的芦荟椒 给她往脸上涂 用木灵树提炼的芦荟椒 效果明显 上脸就给人很舒适的感觉 如今的成果 让方明镜相当满意 表示明天再来 七宝文言一副为难的表情 这可不行 我这药膏已经差不多用光了 而且制作十分耗费精力 药草更是要去深山采摘 还不确定能不能找到 至少也要七天的时间 极乐山中又十分危险 方明镜哪会听不出这话里有话 只要要好使 她不介意给一点好处 掏出钱袋就放在桌上 七日后本少爷会再来 见方明镜一走 傅老爷子三人立马赢了上来 七宝表示 未来七天他都不会过来找麻烦的 这里还有方公子给的医治费呢 傅刘希和李氏都有些不敢置信 眼前这个少女 真的是他们记忆中那个胡奖蛮缠 骄纵任性的付七宝吗 这时天色已晚 都没有了回去的牛车 只能在刘宅吃饭过夜 明日再回村子 饭桌上刘是格外热情的给七宝夹菜 好久没吃这么实在的肉菜了 七宝一脸满足 不知为什么莫名的打起了喷铁 怎么总觉得好像忘了点什么事 转念一想 先不管了 美食当前先饱腹再说 画面一转 李泽明脸色阴沉的站在夜色中 要教人练字的是你 不见人隐的也是你 说话不算数的坏女人你给我记住 想到这里 手中毛笔顿时粉身碎骨 一日 刘是准备了不少好吃的 让七宝在路上吃 刚出门就看到有两人守在门口 方少爷说了 既然那药草十分难得 便让我们兄弟来帮忙 这方公子果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还派人监视 两人的催促让七宝回神 马车都准备好了 这个牛车为主的时代 马车可是有钱人家的象征 顿时引来村民们的羡慕 傅长生家出起了 不明真相的陈氏条件这个阵仗 不由心下意境 后面这两位是谁 傅老爷子上前讲述了经过后 陈氏震惊不已 竟然出了这等诗 七宝见人又在催促他去山上采药 表示放下行李就来 转头宽慰神情紧张的老娘 不用担心的 山里面有毒虫猛兽 会教他们重新做人的 只要他们不怕死 尽管留下来便是 总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商议完了事情 七宝正准备去后院 转头迎上一股极为灼热的视线 当看到李泽民拿在手上的三字巾时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是忘了这点 大笑两声后表示 阿泽呀 你先听我狡辩 不是 听我解释 七宝倒是没有瞒着他 将昨天镇上发生的事情一一到来 都怪那个方公子 害我回不了家 也没来得及教你识字 强调自己昨天可是一直惦记着你 好家伙 扯气晃来脸不红心不跳 说着还地上一包云片高 特意给你带的 只有你一个人才有的 转念一想 今天来的人不是好人 你离他们远点 你长得这么好看 还是先去躲起来吧 说着就把他往柴房推 他们要我带路去极乐山 你就在家里等我回来 感觉自己应该把人哄好了 七宝这才起身离开 李泽民看着他的背影 原本心中的玉气顿时散去 真是把他当孩子哄了 画面一转 七宝已经带着方明镜的两个贴身侍卫进了山 同时表示山里很危险 两人有武艺在身 豪言表示和你们普通山民可不一样 与此同时 一个身影在林间树梢跳跃前行 瞧见七宝握握握握握的模样 个子高的护卫就推了他一把 让他一个亮枪摔倒在了地上 别耽误时间 七宝心中恼怒 却还是装作无视的模样 起身表示就在前面了 我年纪小力气也小走不快的 两位大人要不先去吧 就一直往前走 有一棵很大很高的树 很容易看到的 两人文言加快了速度 很快便把七宝甩在了后面 片刻后 一堆灵芝映入他们的眼帘 两人顿时心下意醒 这个大小起码能卖几百两 这趟可发财了 他们没有发现的是 深厚的据树下 大白正虎是单单的盯着他们 七宝一直都关注着前面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万一那白虎出现了 他好及时出生 让那两个护卫都爬到树上去 之前自己能跑掉 你们两个壮汉 没理由跑不过我一个小姑娘吧 正想着 一个护卫捂着断了的手向他跑来 七宝震惊之际那人已经越过了他 探斗地叫喊着大哥被咬死了 没救了 怎么会这么严重 我只想吓吓他们的 猛兽的怒吼声让七宝回神 还是先逃出去再说 另外一边 李泽民抚摸着大白 竟敢对他动手动脚 该都杀了才对 当七宝回到家时 那个断了只手的护卫 已经驾着马车跑了 七宝表示他们又遇到大白 护卫死了一个 当七宝回到房间 李泽民已经拿着书本在等他 迎上阿泽清澈的眼眸 七宝只觉得心中的愧疚被无限放大 今天我害死人了 本来是打算让他们进极乐山 吓唬吓唬他们的 他的情绪有些失控 在这个少年面前 忽然有种倾诉一切的冲动 转念一想 无论如何也要把那人的尸首找回来 带给他家人安葬 我要再去一次极乐山 七宝带着愧疚感沿着原路返回 终于在那一棵巨树旁边 发现了被留下来的护卫 上前探了探对方的呼吸 太好了还有气 只是头上有个碗大的伤口 还在不停地流血 七宝环顾四周 正巧发现了一株可以止血的三七 施展木灵树提取一滴精粹 对方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愈合 太过专注的七宝并没有发现 不远处的草丛中 李泽民将所有一切都看在眼中 停空出现的一滴明露 还有瞬间哭死的植物 根本就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为了弄清楚事实 李泽民故意走出了脚步声 也惊动了不远处的七宝 七宝正打算起身 却忽然觉得头晕目眩 软软地倒了下去 昏迷之前 他看到了来人正是阿泽 顿时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这里危险 话还没说完便失去了意识 迷迷糊糊间耳边 响起了低沉的声音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对小雅巴到底有何企图 是谁在不停地问他话 好烦啊 他只想睡觉 李泽民看着迷失了神志的七宝 却还是闭口不言 种了迷迭草的药力 寻常人早已置物不言 他竟只是昏睡毫无应答 不过 知道他不是原来的那个女人 并无利用他之心 对他而言便已经足够了 另外一边 方明静心情颇好 自己的脸虽然还是红通通的 可却不再像以前那样 浓肿的凹凸不平 转头看向手中所剩不多的卢慧胶 这样根本用不到七天啊 正想着 外面传来吓人的禀告 无人重伤回来了 人快要不行了 方明静文言神情瞬间就变了 府上的大夫已经给无人包扎好了伤口 方明静看到的时候 也被这惨状吓了一跳 无人见少爷来了 立马哭着表示 傅家人不安好心啊 带他们去喂老虎 我大哥死了 求少爷为我们兄弟二人做主啊 那小丫头确实说过山里有危险 原来不是唬人的 转头宽为你好好养伤 本少爷会派人去把你哥的尸首找回来 也会让傅家人给个说法 这次你们兄弟二人受苦了 本少爷会负责吴浩的身后事 随后吩咐下人 取一百两银票回来 七日后 傅妻宝钥匙拿不出要来 今日之事一并清算 此时此刻 极乐山中的吴浩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巨大的牢 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顿时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李泽民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抓起一把不知名的药草塞到了他嘴里 吞下去或者把你喂老虎 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声 吴浩艰难地开口 你给我吃了什么 只见李泽民轻描淡写地表示 让你生不如死的毒药 从现在请你就是我的仆人 老是听话 定期会给你解药 李泽民冷冷的声音中 却透露出极为可怕的威严 吴浩立马认从表示听话的 求你别杀我 当气宝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李泽民的背上 吴浩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 女气更是恭敬得不得了 回想着自己昏倒前 好像闻到了什么香味 难道是接触了 让人昏睡的植物不成 转头示意阿泽放他下来 山上不好走路 李泽民不为所动 紧了紧托着他的手 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嘴角露出的笑意 却被吴浩看到 好家伙 这人居然有两幅面孔 见李泽民向他瞟来警告的眼色 吴浩心下一紧 立马转头表示什么都没看到 李泽民微笑着 享受和七宝的亲密接触 眼神却是在警告吴浩 不该叹的别看 傅老爷子和陈氏满脸 焦急地等在门口 见七宝几人走了过来 顿时心下一松的同时 还不忘责怪几句 七宝表示幸亏回去了一趟 不然他就真的死了 还多亏了阿泽 他都背了我一路了 傅老爷子的眼神 落到李泽民身上 更是心情复杂 之前亏待了他呀 张了张口却只说了一句 阿泽 你是个好孩子 李泽民对于傅老爷子的 示好无动于衷 他的眼神飞快地 闪过一抹嘲讽 暂时饶了这一家子的性命 终究是要一点点讨要回来的 只要自己在暗中施展手段 就能让这一家子分离崩溪 最终将他从傅家彻底剥离出来 他必须只属于我 身后的吴浩动感压力 没啥是我先走了 今天的事情 一定会如实告诉少爷 替你们说好话的 一日 村长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小哑巴户籍的事情 已经打听清楚了 一共要六十两银子 傅老爷子文言留村长吃饭 原本打算要一百多两银子 在村长的帮衬下只要了六十两 傅梨花一听顿时傲老不女 要是他想办法 替李泽民消除了奴己 感激的就是自己 可现在这份天大的功劳 就要被小姑被占据 转念一想 我傅梨花好歹是重申过的 有的是底牌没用的 接下来的两天过得很平静 李泽民倒是给了七包很多惊喜 找了很多芦荟和枝子花苗 阿泽 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 李泽民看着眼前仿佛精灵般的少女 眼中难得流露出一亩柔色 正说着 梨花走了过来 有些忐忑的开口 明天去镇上的时候 让他和二姐一起去吧 这段时间做了些绣品 想拿去镇上卖 这点小事七宝自然不会拒绝 见七宝点头硬下 梨花心下一喜 这么简单就成了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前世的记忆 如果没记错的话 记忆就是金家大少爷被绑架的日子 金家那位在京城本家的嫡叔大少爷 回锦阳镇祭祖 可他运到不好 匪徒买通了下人将他掳走 勒索十万两白银 金家虽交钱熟人 却不料金少爷为了逃走 在打斗中失手死 既然小姑能就人获得百两银子的赏钱 我为什么不行 金家富可敌国 背后还有郑国公府当靠山 有了这一层关系 岂不是要封的封要与德语 所以他必须去镇上 才能找到接近金家人的机会 不远处的李泽民看着妇梨花的背影 眼中浮现出一道冷光 这个虚伪的女人太爱眼了点 还特意洗了最好的衣服 想着就把一瓶不明液体 掺入了他的衣服里 一日牛车上 李泽民老神在在地看着妇梨花 不明所以的梨花 还以为是自己的魅力所致 她可是妇家最漂亮的女孩 正想着 忽然觉得腹痛男人起来 一个响亮的屁在空气里炸开 顿时尴尬的气氛充斥着整个牛车 梨花 你这是吃坏肚子了吗 桃花的话让她回神 不是这样的 刚刚那么丢脸的人 一定不是她 男主和恶毒女配再次对决 暗潮涌动危机四伏 身处漩涡中心的女主 此刻正在呼呼大睡 梨花表示要去方便侠 父老爷子只同意等她半个时辰 这次去不了下次再去 结果可想而知 梨花这次是注定去不了镇上 她拉得双腿虚软 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少了一个人 并不影响这次的正事 一到锦阳镇就先去县衙 给小雅巴办护及 那主不是村长的亲戚 事情是早就说好了的 递了银子过去就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李泽民正式落户靖州锦阳镇丰田村良民户籍 从这一刻开始 她不再受制于人 没有谁能再将她视为可以买卖的奴仆 父老爷子件事情已经办过 也是时候去玉兹阁卖乡鹿了 细宝表示玉兹阁那种地方人多眼砸 我们阿泽相貌出众 别再惹了什么坏人的眼 便让她去书铺里面逛逛 等他们回来接她 此时此刻 玉兹阁的胡管是已经望眼欲穿 不时要问一下伙计 卖乡鹿的老头来了没有 正想着 父老爷子的声音让他回神 我是三天前来卖乡鹿的 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 这次带了一百瓶的货 胡管是文言立马笑脸相迎 老人家的香鹿是上上瓶 我们感兴趣了 去后面雅间详谈吧 而后就是一顿商业互吹 胡管是对父老爷子开价一两银子 这么一小瓶表示不满 表示最多给五百文 见父老爷子起身要走 胡管是急忙拦下 转头看向屏风后面的年轻人 得到失忆后表示你们的产量少 不如将秘方卖给我们 好家伙 三千两银子就要买断秘方 真当我们不识数 父老爷子直接回绝 表示祖传的秘方是不卖的 再说也只有我们家的血脉后人 才能练出来 见他们转身就要走出门口 胡管是急了 秘方的事情作罢 香鹿就一两银子一瓶 转头吩咐伙伙计收获结账 妇女两人告辞离开没多久 雅间的平宗后面 走出了一个锦衣华服的男人 胡管是立马谄媚的赢了上去 去查查那老头的身份 把方子还有银票都拿回来 有了银子的父老爷子 还是拿了一半出来 交给了父七宝 七宝本就不打算独占 家里用钱的地方很多 要不是爹支持我 哥哥们到处给我找花 也坐不成乡路 父女俩商量着要去买辆牛车 以后出门也方便 有了牛下地干活也没那么辛苦 走过一条巷子 七宝看到路边竟有不少孩子在乞讨 去年黄河北边局地 大水淹没了农田 他们都是当初过来的流民 天底下的可怜人太多了 既然看到了就尽力而为吧 想到这里 七宝静止去了旁边的包子铺 这些包子我全要了 在父老爷子的帮助下 一个个分给了小乞丐们 伴随着耳边功德增加的提示 七宝不禁感慨 我倒希望没有做这种功德的机会 就没有人受苦 七宝没有发现的是有两个人影 一直不紧不慢地跟在他们身后 正当跟踪他们的人要动手时 却被人一记手刀给劈晕了过去 谁派你们来的 这个男主的战友欲极强 正想着怎么把七宝从父家剥离出来 眼下正是一个好时机 转头看像躺在地上的男子 多叫点人替我做一件事 我便饶了你 另外一边 七宝父女俩正在卖牲畜的地方 看中了一头年轻力壮的牛 父老爷子很是爽快地表示 就要这头了 牛贩子带着去签订契约书的时候 身后突然冒出两人 给他们套上麻袋 直接绑到了青帮的地盘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不过是普通的农户人家 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找的就是你们 白少爷可是发话了 把今天去玉兹阁的香路方子交出来 只要能制造一模一样的香路 确定配方无物 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七宝心下一惊 居然为了香路的方子 实在是过分了 抬眸看了眼对方只有五个人 若是用上大力符应该能解决 正想着 为首大汉老师 我们只需要一个会炼香的活口 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 说着扔出一把匕首 老爷子在这里自尽 你女儿就可以留着性命当白家的奴隶 七宝心中一沉 白家不是向来有着如伤的名棚吗 玉兹阁的生意日进斗金 不过是个小小的香路 居然做出如此下作之举 快点吧 别在这里拖延时间 我数十生 你要是还想不清楚 我就亲自送你上路了 见那男子语气凶狠 父老爷子一个亮枪倒在了地上 把还年轻他必须活着 想到这里 拿过匕首就要朝着自己的心口刺去 七宝健壮瞬间夺过匕首 在大力符的加持下 顿时变成了高手 一拳一个小朋友 哦不 一拳一个坏人 解决了几人 七宝没有耽误时间 带着父老爷子起身离开 回禀你主子 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带头大哥顿感心累 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遇到的都是怪物 正想着 李泽民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立马求饶道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 你可以给解开死穴了吗 此时的李泽民脸色阴沉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反而将他和父家人越推越近 不能让他知道 今天的事情是我安排你们去做的 你说的对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在几人惊恐的目光下 将他们叨叨毙命 另外一边 七宝搀扶着父老爷子 走到人来人往的大街 终于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面临着生死抉择 父老爷子竟然选择了 自尽也要保护他 这一刻 他是真的决定要把父老爷子和陈氏 当作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来对待了 七宝表示香路生意做不成了 先认真拉拢那位县令公子 不管怎么样 现在得罪了白家 若是能让县令公子成为父家的靠山 那是再好不过了 先去接桃花和阿泽回家 此时的李泽民换上了七宝给他买的新衣服 一脸无辜的小表情躲在书铺里 外面拥挤着一群小姐姐 表示要和他贴贴 七宝好不容易紧地进去 带着他慢慢退出去 阿泽这张脸太招风了 在书铺待着也不安全 没事了 我们回家吧 这个男主很娇羞 前一秒却还在大杀四方 白云飞不敢置信地站起身来 派出去的人全领了合法 禀告的男子也是一脸的凝重 都是一击毙命 动手的人定是个武术强者 那对妇女也消失了踪迹 查不到对方的身份来历 白云飞脸色阴沉 你们的人现在办事这么不牢靠吗 管是男子表示 那牢者恐怕不简单 对方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目的 恐怕也不会再出现 白云飞心中不甘 也不得不承认啃到了硬骨头 另外一边 吴浩畏畏缩缩缩地在山间走着 他是一点也不想来 这个到处都是猛兽的地方 可偏偏碍于那少年的威胁 不得不撞着胆子上前 直到看到那棵巨树之下的白骨 还有在一旁打坐的少年 他这才松了口气 立马地上卖灵芝换的钱 足足有五百两银子 同时表示方少爷的脸恢复得很好 不会找傅姑娘的麻烦 李泽明将那银票拿了过来 抽出了一张一百两的地给了他 我要镇上四大家族所有详细的资料 你去打听清楚 尤其是白家和赵家 还有青帮的势力 好家伙 一出手就是一百两 真是大方 比当护卫强多了 立马表示一定尽快为主人打探到消息 一日 七宝乔装了一番 去镇上给方公子治理 李花自然是逮到了机会要一起去 这几天他心里焦躁极了 就怕自己错过了成为 金家少爷救命恩人的机缘 到了镇上后 七宝直奔六哥家 远远就看见吴浩等在门口 吴浩的过分热情让他有点不适应 客厅里 方明镜和傅刘夕 居然在谈论科举文章考题的事情 居然还十分投契的模样 看来连好了性情也变好了 台谋看到七宝来了 迫不及待的开口 快来给本少爷诊治 七宝强忍着没有翻个白眼 表示自己车马劳动的打开 总要喘口气吃点早饭吧 这小丫头倒是越来越不见外了 李花的记忆中 这个方公子面容丑陋 无法科举 仗着身份在锦阳镇作威作福 最后不得善终 他可没兴趣接触 转头向七宝表示 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 就先去卖绣品了 七宝自然没有意见 主妇路上小心些 记得午时之前回来吃饭 不知过了多久 方明静的脸治疗完成 坚持用药大概两个月之内就能痊愈 见他心情颇好 七宝上前表示方公子大人有大量 之前冒犯你的事情 就别和我六哥计较了吧 以后每个月都能给你提供一罐卤胶 这透明清凉的药膏 不但能治好他的鼓疮 还能滋润肌肤 方明静心下一洗 傅刘夕也的确没说过他的坏话 只是被牵连了 自然不会和他计较 七宝顺势就是一顿彩虹屁 而后画风一转表示 那两个以貌取人的羞才真是肤浅 不如也把他们放了吧 方公子在这次秋威中堂堂正正地打败他们如何 方明静算是听出来了 拍了这么久马屁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他吗 心探一声后表示 本少爷的确是要堂堂正正地教训他们 转头吩咐吴号去把人放了吧 本就要和这个县令公子搞好关系的七宝 自然加大了马屁力度 公子高风亮节啊 这等星星在这次秋威中定能大放光彩 成功将人送走后 此事也算是告一段了 这个重生者太惨了 本以为仗着前世的记忆就能薅到羊毛 没想到却把自己搭进去了 梨花为了成为金家大少爷的救命恩人 在金家大宅门口蹲点 好不容易听到金元要出城打猎的消息 当街拦下马车表示有人要绑架你 谁要绑匪就在马车里 好家伙 自己上门送菜 另外一边 七宝来到金玉楼 想着试试能不能合作卖香露 上次水晶宫那么贵重的东西卖给金家 对方也没像白家一样暗中下手 可见是有心欲之人 正想着 一辆马车飞驰而过 刚刚马车上的不就是梨花吗 梨花不是说去卖绣品吗 怎么会在富贵人家的马车里 难道是强强明年 想到这里心下一己 先偷偷跟上再说 生怕梨花出了意外 一路跟着马车的车轮痕迹到了城外 两条腿的人到底跑不过四条腿的马 从系统里召唤出一辆自行车 是时候展示现代科技的力量 踏着自行车飞驰在古代的小路上 这一幕又被李泽民全程看在眼里 那古怪的东西能让人拥有堪逼马的速度 莫非是妖精才有的法术宝物不成 你究竟还有什么隐瞒着我 想到这里 身下大白虎也加快了跑动的速度 天课后 趁着匪徒休息放水的时机 终于给追了上来 七宝将自行车收到了系统空间里面 靠近马车后听着匪徒们的对话 居然是金大少爷被绑架勒索 梨花又是怎么被卷进来的呢 不管怎么样 先救人要紧 正想着用大力斧解决这些人 远处的马蹄声让他迟疑 抬魔望去又来了十多个带武器的大汉 现在就算用大力斧也是送死 还是要智取 想到这里 七宝咬了咬牙 钻进了车厢下面 抓住了车厢底下的架子 整个人仿佛壁虎一样吸在上面 李泽民动感不解 为什么多管闲事不惜犯险 本以为你只对我好 原来你对任何人都是这般无条件的好 想到这里下意识的紧了紧抓着大白虎的手 可怜大白一阵刺痛又不敢叫出来 黑风寨隐藏在一处山谷之中 方才他在车厢底下 也没办法看清楚地形 正想着怎么样悄无声息的把人救走 旁边的一棵香毒草引起了他的注意 就你了 山寨里面的大部分人都在喝酒庆祝 只要他把毒放在酒水里面 便能牵制住这群匪徒 先放倒一部分 剩下的用大力斧解决 看起来有些地位的土匪怀中 发挥了作用 喝了酒的土匪都有了罪态 纷纷倒在了暗机上 诸富贵指着众人嘲笑起来 话还没说完就被七宝敲了闷棍 七宝转头对这群慌乱失措的女子们表示不要怕 我是来救你们的 有了这群女子的指路 七宝很快就找到了牢房的位置 此时此刻 梨花长子都毁清了 人没有救到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 老天爷跟我开玩笑呢 正想着 牢房被人一脚踹开 七宝没有要是只能大力出奇迹 压低了声音的七宝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你们快走吧 山上的土匪差不多被我暂时拦住了 就在他给金元松绑的时候 金元的鼻尖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幽香 眼前这人到底是谁 这个男主为了确认自己在女主心目中的地位 主动把自己送到土匪手上 更是要求七宝在这些孩子和自己之间做选择 七宝不敢置信阿泽怎么会在黑坟寨 难道是土匪进了丰田村将他拐走 诸富贵的叫嚣声让七宝回神 要想救他就把那些小孩留下 否则我马上就砍掉他的脑袋 七宝姿是不会愿意把这些刚刚救出来的孩子交出去 迎上李泽民的目光 为难的选择避开 眼睁睁的看着阿泽去死 他也做不到 上前表示不如抓我代替他吧 抓住了我 你也有所交代 诸富贵表示你这样的伸手当人质 我是嫌自己挨揍得不够吗 转面一想 坏人可以 那你就自己动手费了四肢 我数三生 你要是不动手 我就立马给他抹脖子 说完就开始数了起来 丝毫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他就要砸向自己的手臂 千钧一发之际 一股大力袭来 他手上的棍子不翼而飞 伴随着一声咆哮 墨地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白虎 那白虎没有迟疑的一口就咬掉了诸富贵的脑袋 孩子们惊恐的尖叫声让七宝回神 赶紧上前将阿泽护在身后 大白一脸无奈 表示自己只是客串 持续的转头离开 七宝这才松了口气 阿泽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他没有问阿泽到底是为何会对抓到黑风寨来 可能就是出众的容貌 本身就是一种祸端吧 正想着 李泽民抱住了他 看到这依赖的模样 七宝心都软了 别怕 我不会让别人伤害你的 李泽民却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 你最在乎的到底还是我 不枉我非这番周折演这出好戏 既然你选择了我 那么你就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此时山脚下 被金元赶下山的那辆马车 自然引起了孩子们的渴望 正在祈求带他们一起走 梨花表示马车中了跑不快 万一被土匪追上就全完了 只要到了镇上再派人过来 就能把他们也救走 金元也知道眼下的处境 就这样放着别人不管 到底也是于心不忍 最后还是让孩子们都上了车 七宝两人全程看在眼里 金少爷看起来倒是个好人 那些孩子交给金家应该没问题了 武匪全都趴了窝 金元的马车虽然缓慢 但是顺利到达了金家大宅 金家众人激动不已 上来就是一顿彩虹屁 正准备送赎金呢 没想到少爷自己跑了出来 果然如七宝所想 金元吩咐管家妥善安置那些孩子 问清住处再送回去 同时对梨花的通风报信表示胆谢 还被连累受苦 若是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便是 当众人猜测一个窃室的位置是没得跑时 梨花心中嗤之以鼻 自己身边已经有未来的天下第一人 怎会看上这区区伤人之子 不过倒是有件事可以利用一下 这个恶毒女配没帮多少忙 好处却是全战了 面对金元的示好 梨花心中一阵狂喜 面上却还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自己没有什么想要的 麻烦金少爷帮忙请个名医吧 家人的雅记回春堂的扁大夫都看不好 金元文言顿时高看了他一眼 居然没有盘高知的想法 只是惦记家人 是个正直本分之人 转头表示家里有个太医院的韩大夫 此外还是要准备一些谢礼 亲自去你家拜访 一日 穿金带银的梨花荣归故隐 更是带回了一堆金家的礼物 这么大的动静 傅家人陆续走了出来 陈氏不可置信地问了一句 梨花你不是在镇子上找到了活 暂时不回来了吗 现在当然不是细说的时候 转头把马车上的金大少爷赢了下来 最终从金元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陈氏心中忐忑 上次去金玉楼卖先公时可是见过面的 当初他虽然穿得滑贵了一点 可怜却还是那张脸 不会被认出来吧 想到这里 一个嘟嗦差点把手上的盘子都扔出去 一旁的金元健壮 出手扶了他一把 陈氏把糕点放在暗机上 逼着脑袋转身就走 金元总觉得这老太太有些面善 好像在哪里见过 七宝站在角落里啃苹果 这个金家少爷确实有良心 倒是没白酒 梨花也是个懂事的 反正最终都是富家人得了好处 没啥区别 李泽民在柴房里 透过门缝看着七宝平静无波的神情 你真是心宽啊 功劳被抢了都不介意 正想着 梨花满心欢喜地跑过来 这是给你补身体的药材 还特意请了那位韩大夫 据说比镇上的贬大夫还要厉害很多 一定能够治好你的雅极 梨花殷切地讨好在李泽民 看来是纠缠血巢 抢了别人的功劳 还在那里沾沾自行 我一身内力要是让大夫瞧出来 不是穿帮吗 真是多管闲事 转头走向七宝 拉起他的手就往极乐山上去 七宝皱了皱眉 山里面很危险 我们不能再进去了 而且今天来的那个神医 正好可以给你看病 说不定真的能治好你呢 可阿泽确实固执得很 任凭他如何劝阻 都铁了心要去极乐山 看着他那无辜的眼神 七宝顿时心软了 那就听阿泽的 片刻后 李泽民把他带到了 山脚下的一个山洞 被密密麻麻的藤蔓挡住了入口 不细看很难发现 极乐山中竟然有 这么一个隐秘的通道 到底是什么人做的 随着通道慢慢变宽 一颗粗壮的大树映入眼里 树下更是长满了灵芝和人参 接下来李泽民的举动 更是让他惊讶地瞪圆了眼睛 只见他从土里面 小心地挖出一只粗壮的人参 这人参起码有上百年 一股冰冰凉凉的感觉 传递到七宝手上 你这是要给我吗 见李泽民微微汗手 眼中有着隐隐的得意 七宝想也不想地拒绝了 怎么能抢夺阿泽 好不容易得来的机缘 面对他的拒绝 李泽民的神情瞬间暗淡下来 仿佛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七宝见他那一副 生无可恋的模样 心软的同时 又有些好笑有些感动 那我就收一株 剩下的药材 你自己留着补身子 长强壮了才好保护自己 这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七宝自然不会对人言说 当他们回到家时 赫然发现金元还没有走 擦肩而过的瞬间 那股浅浅的忧香 再次让金元一愣 是你 金元凭借七味锁定了 七宝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却不知自己正在生死边缘横跳 七宝自然不会让他在家门口嚷嚷 拉着就往外边走 这股香路未去不掉 还真是麻烦 转头表示还请金少爷不要声张 金元也是聪明人 但又十分好奇 不如姑娘陪我去这丰田村中走走 走在乡间小路上的金元喋喋不休 姑娘可真是深藏不露 听说极乐山有白火 正想着去打猎 没想到就遇见了姑娘 真是缘分 好家伙 这人是心地善良 就是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谁猎谁还不知道呢 想到这里 转头表示我家人并不知道我会拳脚功夫 还请金少爷保密 这点小事金元自然不会拒绝 何况还是救命恩人 见金元还要准备谢礼 七宝表示今天给梨花的已经够多了 金少爷要是真的想报恩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与我做一笔生意 我从师父那里学来了一个置香路的秘方 和金家合作如何 说着已经将装有香路的小刺瓶给打开了 就是这个香气 浓烈却不刺鼻的茉莉花香 也就是金元能认出七宝的原因 两人边走边聊已经到了河边 看起来香谈甚欢的模样 李格明确是感觉格外的刺眼 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运转内力就朝着金元射去 被袭击后的金元顿时失去了平衡 七宝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护卫已经大步上前 跳回去捞人 见金元有惊无险地被带了上来 七宝满脸内疚地表示 不该带你来河边的 金元神色尴尬地表示是自己不小心 护卫们明显更紧张金元的身体 催促着他赶紧回去换衣服 临走前递给了七宝一块上好的玉佩 这是我金家的信物 三日后傅姑娘可以到金玉楼来 到时候再商议合作之时 七宝对于这位金家大少爷更是多了几分好感 此时李泽明的眼中闪过一抹力气 他不喜欢有别的男人靠近父七宝 尤其是从他的身边抢走他的注意力 画面一转 黑风寨的几个鱼 也回到山上发现家被端了 正感叹自立山头的机会来了时 一个声音末地响了起来 还有几个漏网之鱼呢 几个土匪顿时一惊 戒备地抬起头来 是谁 怎么会骑着牢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想活命吗 时间过得很快 七宝和金家商议丸合作的时候 竟然直接送了一个庄园 给他用于种植乡路需要的各种花草 之前几个哥哥被老虎咬伤做不了种活 正好可以来庄子上帮忙 父老爷子当个管事 大哥可以做机长 二哥四哥监督那些花农 七宝把一大家子人安排得明明白白 最后就剩下了李泽明 阿泽天资聪明身子却弱 还是去读书才能有前途 一日 七宝就拉着阿泽去了傅刘西家里 对于之前七宝解决县令公子找麻烦的事 李老夫子是有所耳闻的 又有李氏在旁说好话 自然愿意让眼前这个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来自己的学堂 也算是还一个人请 门外的梨花眼中度一汹涌 又被小姑抢了见功劳 不过也是好事 自己现在在金家绣房做事 李泽明要是住在镇上书院 倒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见过这么变态的爱情吗 男主让土匪抓了女主全家 父老爷子见七宝陷入沉睡 顿时放声大哭 爹对不起你啊 土匪黑黑一笑 这老头子还算是实相 不过是个女儿而已 死了就死了 哪里彼得上能够延续血脉的儿子重要 转头吩咐手下把这丫头和财物都装到马车上去 然后把宅子烧了 我留下来解决他们 父老爷子文言目吃欲猎 这土匪居然骗他 明明说过不会再伤害其他人的 这一瞬间 怨恨后悔的情绪涌上心头 站起身来就要和土匪拼命 土匪见状抽出长刀就向父老爷子砍去 千军一发之际 长刀被一根铁棍挡住 只见气包冷着一张脸看着他们 在拿到云片高的时候 木灵树就感应到了 毕竟米药成分也是植物提炼的 然后就将计就计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众人见状愣了一下 他是怎么醒了 回神后立马就要上前 大力福加持下的气包铁棍乱舞 刹奈间将这几个土匪打飞出去 只得灰溜溜逃窜出去 此时的父老爷子张了张口 却说不出半个字来 气包的一声爹你没事吧 父老爷子瞬间破防 不断地自责了 气包神色平静 他知道父老爷子是真的心疼后悔 已经做好了舍弃性命的准备 转头宽慰 爹不必过于自责 顺势捡起土匪留下的长刀 替哥哥们松了吧 确实是因为我惹了黑风寨 才让你们遇险 这本来也是我应该承担的后果 你们为了保命选择放弃我 我并不会怨恨你们 说完转过身去表示 你们好好休息 我出门静一静 另外一边 任务失败的土匪 颤颤巍巍的跪在李泽民面前 这是失败了吗 就算亲眼看到傅家人为了活命放弃他 也不能让他心生不满 放弃父家人吗 正想着 七宝的声音让他回神 原来你就是他们的主人 他们是黑风寨的余党 你又是谁 为什么要害我的家人 家人两个字让李泽民失之以鼻 你爹亲手给你下药 你兄长大喊着用你的命换他们 这样的家人 何必还要维护呢 七宝表示你说的没错 父母兄弟之爱本就并非唯一 总不能要求他们爱我胜过爱自己 我不怪他们 李泽民文言心神有所触动 那什么才是唯一 什么才能让你在乎 七宝的脑海中瞬间出现了李泽民的声音 回神后顿感不对 问这么多干嘛 少废话 你到底是谁 李泽民并没有回答 从腰间掏出一包黑色的粉末洒向土匪 只见众人神色扭曲 扯着嗓子却发不出一点嚎叫的声音 他们哑了 把他们都送进县衙牢房去吧 黑风寨就只剩下这些人 不会再有人故意找父家的麻烦 说着人已经提气而去 留下七宝一脸疑惑 这人到底是谁 画面一转 李泽民回到学堂宿舍 悄无声息地窝进了被子 思绪瞬间被带到了过去 亲生母亲温热尔雅的一面 以及残暴虐待她的一面 这个女主被家人舍弃扔给了土匪 好在自身实力强大有惊无险 虽说形势所迫也不会怨恨家人 但第二天顶着个黑眼圈 足以证明心里还是有疙瘩的 哥哥们连夜去山上挖稀罕的叶莲花来赔罪 七宝客气地表示有劳了 栽在庄子里吧 我先走一步去书院看看阿泽 从话语中明显感受到了疏离 陈氏轻看一声 造孽啊 画面一转 七宝拉着李泽民的水碎碎念 虽然他在父家人面前表现得那么镇定 实际上心里是委屈的 说来可笑 我最担心的人只有你了 李泽民憔悴地垂下眼眸 为什么担心我 七宝下意识地开口 当然是因为你是我在意的人了 说完就愣住了 阿泽你刚才说话了对不对 我不是在做梦吗 你再说一句给我听听 七宝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这孩子终于愿意开口了 李泽民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让他的笑彻底僵硬了下来 你不是他 七宝甘大地打了个哈哈 好家伙 第一次开口就要让他掉马甲 正想借机开溜 却被李泽民一把抓住了 你不是原来的父七宝 你是谁 笃定的语气加上冷静的神情 七宝轻轻地叹了口气 明明知道你那么聪明 在你面前我还一点没有收敛 看来被你发现那也是活该啊 他大概已经消失了吧 至于我是谁嘛 反正绝对不是会吃人的女妖 你就当我是天上来的小仙女吧 见他一点也没有被拆穿的慌乱之色 李泽民愣了愣 七宝的声音让他回神 那你呢 什么时候会说话的 老实交代 李泽民表示有一阵了 那你是不想让人知道你会说话吗 见他点头 七宝勾了勾嘴角 那你帮我保守秘密 我也帮你保守会说话的秘密 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他坦然的态度 让李泽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又有了双方彼此的秘密 他们就是最特别的 最轻易的存在 拉肚之后七宝收起了之前的神情 认真的对李泽民道了个歉 我知道原主和傅家人对你做过的事 继承了这个身体的我 也继承了这份罪 如果你有报复的想法 我都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李泽民心神剧震 他从未想过居然会从他口中 听到这样的一番话 就算是我对傅家复仇 你也不会责怪我吗 七宝表示没有资格责怪你 唯一的请求就是他们罪不至死 李泽民轻叹一声 我答应你不会要他们的性命 相应的 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你担心我是为了赎罪吗 七宝文言小脸一红 没有回应 不急于一时 你可以想好再告诉我 李泽民的声音让他回神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 不是为了赎罪 是因为你是我的家人 李泽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是和傅家人一样的那种家人吗 只见七宝一脸真诚地表示不是的 是唯一的那种 画面一转 乔装打扮后的梨花 正向镇上的青楼走去 前世的他在这种烟花之地生活工作过 自然知道这里面的黑暗 有烈性的药吗 价钱好说 这个女主被人下了药 强称的最后的清醒 再见到男主的那一刻彻底崩塌 金元看到七宝准备的各种香露样品 顿时惊叹不已 她原本对这生意并不太看重 无非是想要报恩而已 可汪汪没想到 这小姑娘居然给了自己一个惊喜 尤其那闻所未闻的推销之法 更是让她受益匪浅 每一种香露她都打开闻过用过 在那些贵族女卷之中定然有着庞大的市场 两人在商业合作上相谈甚欢 几杯酒下肚以后 七宝顿感胸口闷热 有一种脱衣服的冲动 此时金元的目光也变得古怪起来 是你吗 七宝修奋的表示 你是想说我下来要攀高枝吗 我还想问你呢 在要力的驱使下 金元已经语无伦次脱起了衣服 我在京城已经有未婚妻了 话还没说完就被七宝塞了一嘴的冰块 原来金少爷有未婚妻了 真是恭喜你啊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冷静冷静 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着起身向门口走去 这件事情金少爷务必给我一个交代 先告辞了 金元闻言瞬间回神 到底是谁在暗中设计 让我坏妇姑娘名誉 今日知识不查出来 我还如何做人 金元恨恨地咬牙 不把那幕后算计他的人抓出来 他就一日不离开锦囊镇 七宝的木灵术不是万能的 只能暂时保持神志的清醒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李家的学堂 此时的七宝已经到了极限 这个时候李泽明的出现是必然的 在他摔倒前抱了个满怀 阿泽 快带我去游水的地方 李泽明见他神情不对 直接给他把上了脉 顿时脸色骤变 竟然是销魂散 若是不能在一个时辰内得到疏解 便会脱水昏迷 李泽明不再犹豫 抱着七宝便朝着极乐山方向而去 七宝已经烧得迷迷糊糊 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李泽明的双唇在他看来 就是能解渴的樱桃 一口便寒了上去 李泽明顿时浑身僵硬 向来面无表情的面容上 第一次露出了茫然无措的神色 就在这时 大白虎找来了解毒的药材 不知过了多久 七宝终于睁开了眼睛 他能感觉到那种饥渴的欲望都消失了 垂眸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泡在水中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在这里 李泽明见他都已经不记得 略带失落地把遇到他后的经过说了一遍 七宝感受到了他情绪的低落 以为是在担心 转头表示和金少爷无关 不过的确是有人想设计我 这个时候金少爷应该已经在查了 全身都湿透了的七宝 现在最要紧的是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给他批了上来 我们回家吧 锦阳镇的酒楼里面 齐刷刷地跪着好几个人 韩大夫已经被请了过来 检查了桌子上所有的食物 要是下在这几个吃食中的 愈热愈水都会融化 探情形应该是食物做好之后被人放进去的 此话一出 厨子连连喊冤 逃腿的小二更是吓得在屋子里喝起头来 一顿搜寻后确实没有在他们身上 以及后处找到药粉的痕迹 金元面色阴沉 难道是曾经为了香鹿方子 对傅家人下过手的白家 这个男主长得太好看 当街被人叫神仙姐姐 女主文言大受震撼 表示看不太懂了 金元突然意识到 七宝顶着药校出门 要是遇到坏人就危险了 想到这里立马吩咐所有人出去找 另外一边 破败的巷子角落 梨花取了十两银子 递给一个中年男子 还不忘主妇近期不要露面 如今只需要安心 等着好戏开场就行了 那一定十分精彩 小姑去给大户人家当窃室 也算是个好归宿嘛 梨花没想到的是 七宝有惊无险地在回家的路上 也是想不明白谁会来害他 有过前科的白家又被怀疑上了 冥冥之中传来白云飞抗一声 你们七夫人 李泽民安静地听着七宝分析了半天 这才开口表示宝 那香露的生意一定要做吗 七宝回神 你刚刚叫我什么 只见李泽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你不喜欢我这么叫你宝的话 那我叫你娘子还是夫人呢 七宝倒抽了一口凉气 一张脸胀的痛哭 亲可两声后表示你还是叫姐姐吧 李泽民提出不同意见 你明明比我小 而且我不是你的童养夫吗 以后我们会澄清的 你的卖身器已经销毁了 现在你是自由的 绝对不是童养夫 面对七宝如此决绝的态度 李泽民黯然低落 你想赶我走吗 七宝见他这样顿敢自己 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 赶紧摇头否认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一直生活在一起 说完更是拍着凶土保证 永远不会赶你走的 李泽民嘴角上扬的同事 抓起七宝的手表 是我相信宝 总觉得好像被套路了 反正阿泽只会当着自己的面 才说话 正想着 李泽民的话让他回神 你想要钱 我可以给你 极乐山中我能找到 很多珍贵的药材 不需要和金家做生意 见他一点也不心疼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 七宝还是摇了摇头 那是你的东西 我不能要 而且极乐山的药材 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解的 我有挣钱的能力 而且我需要很多很多钱 这样才能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 我可是小仙女呢 正说着 马车已经到了飘香阁 见七宝回来 金家的人立马打了鸡血一样 更是迎上前来表示 我的祖宗啊 你要是再晚点回来 金少爷要把整个酒楼给开了 金元再见到七宝的时候 又惊又喜 看到他面色正常 这才大大的松了口气 让韩大夫再给你看看吧 那要对身体不好呢 一时情急就要去拉七宝的手 然而却是落了个空 抬眼一看 只见李泽民侧身挡在了七宝田面 金元见状 神情变得震撼不已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神仙姐姐 众人文言纷纷愣住 表示我们看不太懂了 金元难言激动的情绪 一连串的问话 简直就像是追着美人跑的灯徒子 七宝上前表示 他是我家的人 金少爷你这是做什么 现在是谈正事的时候吧 今天的事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交代 要不是女主在场 这一生姐姐足以把金元送走 七宝转头让李泽民先回学堂等他 自己和金少爷还有正事要说 看着李泽民离开的背影 金元一脸恋恋不舍 李泽民当然不会就这么离开 转身离开众人的视线后 纵身一跃就到了酒楼的房顶 只见金元正在向七宝道歉 已经把整个酒楼的人都旁论了一遍 是有人故意装成店小二 悄悄在饭菜里面下了药 据店小二回忆 那人手上的肉疙瘩特别显眼 官府那边也打了招 这几天严格搜查出成进城之人 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既然这样 七宝也无意再待下去 那就先告辞了 等七宝走远 金元眼神也变得凝重起来 去查一查跟着傅姑娘来的 那个少年的身份 真是奇怪 从小受尽宠爱 小时候的性格难免比较放纵 有一次就被关到祠堂罚柜 偷吃供奉的苹果石 意外打翻了一个无名牌位 里面居然掉出来一幅画卷 他好奇地打开 画的竟是一个极美的女子 画中女子宛若落神在世 描绘这幅单亲的人定是画中胜手 逼真的以为那仙子要从画中飞出来似的 天下不可能有如此巧合 莫非这少年是他的后人 一日 没有等来那个下药人的线索 却得知金元倒了眉 因为马寿金摔断了腿 始作俑者的李泽明文言微微一笑 害我的宝玉衔 还敢盯着我叫姐姐 这次已经手下留情了 两人边走边说 很快就到了李宅 李氏见状就赢了上去 来嫂子家里哪里还要你花钱买东西 几人寒暄着进了屋子 正在房间里面绣花的梨花 听到了冻结 本想出来看看试了真洁的女人 现在是什么惨样 如今的情况 不应该是神情憔悴 被金少爷带回来商议内窃之势的吗 她居然毫发无损 还是和李泽明一起回来的 不应该呀 昨天飘香阁确实出了事 金少爷还封了楼 想到这里 压下翻滚的情绪装模作样的赢了上去 小布今天怎么过来了 七宝表示有点事情耽搁了 当梨花得知金少爷摔断了腿后 立马表示明天要去探望 毕竟在黑风寨一起同生共死过的 一旁的李泽明看着副梨花 这个女人分明是厌恶宝 可却还是装作一副亲近的样子 她到底有什么意图 晚上一大家人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 气氛倒也不错 七宝看着不断给阿泽加菜的梨花 瞧那欢喜雀跃的小名 难道是对阿泽日久生情了 转念一想也是 阿泽生得这样好看 哪个少女会不喜欢 不过阿泽名义上是我的童养夫 梨花这么做事不是有点不地道 不对不对 阿泽已经是自由身了 她以后喜欢什么人都是她的自由 阿泽好像对梨花的示好也没有拒绝 想到这里心里为啥有点堵得慌呢 霸道女总裁穿越到古代 对男主表示你年纪还小 不要早恋 谁要男主上来就是我只喜欢你一个 顿时周围充斥着粉丝的气息 一日 梨花去金家祖宅探望金元 刻意为你做了一双护膝 还请金少爷不要嫌弃 金元自然不缺这种东西 让你费心了 只是有些脱臼 梨花试探的开口 昨天小姑回来看起来就有些怪怪的 她不是和金少爷一起的吗 金元原本想要开口 可想起事关富气宝的名誉 便遮掩了下去 转念想到 上次梨花专门想让韩大夫诊治有雅吉的家人 不就是那个少年吗 梨花面对金元的询问 脸上的神色欲言又止 而后艰难的开口表示 她是小姑从极乐山捡来的 那个时候小姑脸上长了毒疮毁了容 家里人都担心她嫁不出去 阿泽确生得很好看 让她牵了麦身器 成为了小姑的同养夫 金元文言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她怎么也没想到富家人竟然这样无耻 梨花见状急急忙忙地解释了起来 然而听在金元耳中 就像是在为富七宝便解 傅梨花是她的侄女 又何必要故意抹黑自家人 带着这样的疑惑 金元决定还是等护卫那边调查清楚了再说 梨花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 金元一定会相信她的 因为她说的都是事实 傍晚的时候 打听消息的护卫从丰田村回来了 从那些村民口中得知的 远远比傅梨花遮遮掩掩的几句话更加残忍 金元沉着一张脸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感激的救命恩人 竟然是个这么会伪装的女人 那销魂散的事情 怕也是她自导自演的吧 转头吩咐把派出去的人都叫回来 下药的事情不需要再查了 另外去书院把那少年请来 画面一转 正下学的李泽民被人拦住 我们家少爷想见你一面 李泽民眸光微闪 只犹豫了底顺 便起身同他们前往金宅 见到来人 金家的仆人们纷纷看呆了 丫鬟们更是激动的满脸通红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 上次只是匆匆一见 今天终于又见了真人 金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的面目 神情更是激动不已 当他迎上李泽民锐利的眼神 顿时收敛了肆无忌惮打量的目光 落座后马上就表明了来意 你长得和一个故人很像 可以帮你离开傅家去京城寻亲 同时表达了对傅家人的不满 竟然强行收留你当同养夫 我给你出头 好家伙 去京城寻亲和字头罗网送死有什么区别 金人见他久久没有回应 瞬间回神他不会说话 立马吩咐笔墨伺候 李泽民邪腻了他一眼 取出笔墨提笔写了起来 是谁告诉你 傅家同养父和卖身器之事 你认识的故人是谁 是我派人从丰田村里面打听的 昨天我还问了傅梨花 他也是亲口承认的 那夫妻宝虐待你 你可不能因为他忽然转变的态度 就轻易地相信他原谅他了 至于那位故人 其实是家中供奉着他的画像 定是和我金家有渊渊的 为了让眼前的李泽民相信他 金人可以说是毫无隐瞒 李泽民却是神色微变 下笔又在纸上写了一段 你把我的事情都告诉傅梨花了吗 金人立马白手表示 没有绝对没有 见他还不算太蠢 李泽民写下一大段 大概的意思就是 自己已经是自由之身 傅七宝带我很好 傅梨花不可信 同时表达自己已知道身事 去京城有杀身之祸 这部剧的绿茶不需要女主来收拾 因为男主更加绿茶 经过傅梨花的挑拨 金人对七宝彻底失望 势必要让李泽民脱离魔掌 谁叫李泽民反手表示傅梨花才是不可信之人 好家伙 金人现在好乱 到底谁好谁坏 他也不管了 过几天推好了赶紧走 乡下太复杂本少爷要回家 转头表示自己回京之后 金日之事保证守口如瓶 李泽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将那几张纸烧成了灰烬才起身离开 画面一转 傅武江正在赌场里大杀四方 之前欠的都赢了回来 他不知道的是 门帘背后有两道目光一直盯着他 这个男人家里最近总运 得了一大笔钱财 这样的肥杨不载起不是可惜了 傅武江犹如财神附体 足足赢下了一百两 接下来他的运气就开始回落 尝到了那么大的甜头 他怎么可能甘心收手 结果可想而知 道欠赌方一千两银子 傅武江倒抽一口凉气 神色瞬间变得惨白 也没借几次钱了 怎么会有一千两那么多 赌方的规矩他最清楚 七天之内不还钱就只能拿命来赔了 傅武江浑浑噩噩地走出赌方大门 这一千两上哪里去弄了 这是赌方门口的哭喊声让他回神 只见赌徒王胖子正拉着一个俊秀少年 赵管师有荣扬之号是公认的事实 这种鲜嫩的少年郎给个上千两银子那是妥妥的 傅武江听到一千两的时候眼前一亮 瞬间就有了主意 片刻后便带着赌方的护卫去了李家的学堂 当见到李泽民的那一刻 两个护卫自己差点都弯了 表示这样的美人别说一千两了 五千两赵管师也舍得给 傅武江闻言这是成了 调整了下情绪就朝着学堂门口冲去 哭喊着表示气宝在街上被人给撞伤了 你快跟我去看看吧 李泽民健壮 脸上果然露出了紧张的表情 下意识地跟着他加快了脚步 傅武江在前面引路 带着李泽民到了赌方不远处的巷子 迈进门的时候 早就准备好了的两人立刻上前 熟练地捂住李泽民的嘴巴 另外一个人用绳子将他捆了起来 更是要求傅武江给李泽民为助兴的药 他们这就去请赵管事过来看美人 原本看在保了份上 打算饶你不死 这个傅武江居然贼心不死 凭这种下作的药也想对付 正准备挣脱身上的绳索 房间外面却忽然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 只见傅梨花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阿泽你没事吧 我马上帮你解开 我刚刚看到你跟着武叔走 好奇之下就跟了过来 没想到看到武叔把你绑着关了起来 转身拉起李泽民的手就往外面走 正巧和刚打完牙剂回来的傅武江撞了个正着 好家伙 刷好感的机会来了 阿泽快走 我来拦住他 此时李泽民早已不见了踪影 傅武江可不是吃素的 狠狠地给了梨花一个耳瓜子 他跑了就把你卖青楼去 梨花脸上勾起一抹冷笑 上辈子的仇 那就今生来报吧 想着就掏出一把匕首捅进了傅武江的肚子 重生还是不能弥补智商的缺陷 绿茶等级还是男主更胜一筹 成功刺商负武江后的梨花 快步逃离了现场 很快就追上了故意放慢脚步的李泽民 武叔已经让赌方的人过来追我们了 要是被抓住 后果不堪设想 说着就拉起李泽民的手跑了起来 静止把他带到了自己在外面买的房子 这里很安全 只有我爹娘知道 梨花其实一直都在暗中观察李泽民的表情 不再是以往内附冷漠的姿态 心里顿时涌现出一股喜悦 这次的计划一定能成功 仿佛想到了什么 忽然激动地凑了过去 表示武叔欠钱的人家 是青帮当家的儿子赵管氏 据说有龙阳之号 这次已经知道了你 锦阳镇恐怕是呆不下去了 李泽民脸上流露出思索的神情 眼中有着愤怒和冷意 显然将他的话放在了心里 梨花表示要不你离开这里吗 我可以去跟金少爷求情 让他去京城的时候带着你一起走 说到这里话风一转 当当那人说你被吓了药 是什么样 严不严重难不难受 下意识地靠近了李泽民 让身体凑得更贴近 这时李泽民的指尖弹出了细碎的坟墨 梨花的目光瞬间变得呆滞起来 仿佛提现了我般毫无神志 在李泽民的盘问下 梨花茫然地开口 下意识地将自己内心的话说出 我要得到你的信任 趁你被吓了要成为你的女人 李泽民的眸光顿时变得冷立起来 所以今天的事情都是你设计的 是我告诉赌方的人利用傅武将 只有这样你才会更恨傅佳 话还没说完 门口忽然响起了陈氏和张氏的声音 显然这一切都是梨花设计好的 两人同处一室 被人看到就是铁证 李泽民一点也不慌继续审问 得知给七宝和金元下药的事情 也是梨花所为 顿时心生一计 此时此刻 梨花的母亲张氏已经带着人走了进来 进门就听到了屋子里有人说话 陈氏几人将傅梨花那嚣张的话 听了个一清二楚 哪怕还不清楚具体的前因后果 可他想要做的事情 哪个不是心思待遇 伴随着一声巨响 房门被人踢开 看到的却是傅梨花衣衫半截 正强行撕扯小哑巴的衣服 而小哑巴的双手被绳子绑了起来 根本反抗不得 陈氏气得差点原地升天 不知廉耻的下贱玩意儿 看上你小姑的男人 居然还想霸王硬上弓 甚至对宝夏要想害他失真 还让老五欠了一千两银子的赌债 这是想害我们家破人亡 好歹毒的心肠啊 傅梨花神色惨白 为什么会忍不住说出来 还被傅家人听到了 抬眸对上了一双冷漠的眸骨 顿时打了个寒颤 是他 从一开始就被他算计了 他早就看透了 真不愧是将来一捅天下的男人 这个女孩坏事做劲 给小姑下药 还捅了五叔一刀 只因为了得到男主的青睐 最终还是栽了跟头 傅梨花浑身一颤 脸上流露出苦笑的神色 他知道这一次是彻底完了 陈氏表示梨花的心性坏了 要找个山里的男人把他嫁了 梨花文言哭得撕心裂肺 跪地磕起头来 他好不容易重生一世 怎么能嫁给山里人 张氏见状心疼得直抽抽 正想开口求情 迎上陈氏的目光顿时又耸了 谁敢求情立马分家走人 这时七宝的到来 梨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连滚带爬地过去求情 见七宝还不明真相 大嫂上前念叨了一会儿 七宝文言把目光落在了李泽民身上 心疼的拉过他的手 你没事吧 见李泽民摇头表示没事 这才松了一口气 转头质问起了梨花 我让你亲口对我说 是不是你做的 事已至此 梨花也没觉得什么是不能说的 直接表达了不公 为什么你这样的人也能得到宠爱 为什么自己想要的东西 努力争取有错吗 见他明顽不灵 七宝表示阿泽已经是自由身 你若喜欢可以正大光明地开口追求 谁也不会阻拦你 但是用这种没有底线的方式 就该受到惩罚 转头对陈氏表示下药的事 金元也受到了牵连 要给他的交代 别的我没有要说的了 你们处置吧 见七宝已经表态 陈氏发话把他带了去金府请罪 然后绑起来扔进猪圈里直到出嫁 画面一转 梨花在金元面前交代了一切 竟然还买通了金家的一个丫头 来打听金少爷的消息 金元闻言一脸的震惊 傅梨花这是疯了不成 转头对七宝表示道歉意 之前我险些误会了你 陈氏强忍着心中的巨异 为了保得身家清白 还是要和金少爷说清楚 大带意思就是我们虽然是小小农户 让女儿当小妾是不可能的 金元也听懂了 哪怕她身份在尊贵 富家的女儿也是不会看上她的 转头表示老夫人放心 七宝就像是她亲妹妹 更别说还有救命之恩 当即决定要和七宝结拜成兄妹 陈氏当然是举双手赞成 这里最高兴的必然是李泽明了 面对七宝的神色询问 立马点头答应 任做兄妹往后就没法对保有非分之想了 见大家都没意见 七宝欣然应下 画面一转 后院角落的朱卷里面 李泽明悄然来到梨花身边 之前时间太过匆忙 有很多疑惑还来不及询问 她已经可以确信赴梨花的古怪 梨花见到来人是李泽明 天真的以为是来放她走的 回应她的确实李泽明冰冷的声音 不要叫我阿泽 你没那个资格这样叫我 梨花文言顿时瞪大了双眼 原来你一直以来都在假装 李泽明吞下了所有的伪装 充满了戾气 你一个农家姑娘 如何摇身一遍将三教九流混得如此门清 居然还知道销魂散这种轻牢才有的东西 这个女孩太惨了 好不容易重活一世却被吊死在猪圈 面对李泽明的神问 梨花一顿慷慨激昂地表示 富气宝才是那个让你过得生不如死的人 真正喜欢你的人是我 可你却只看到她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好家伙 让人动容的一枪痴心 任谁见了这情形 都会被她打动 在李泽明看来 她的表演在精彩 也不过就是一场笑话 看来不用些手段你是不会说实话 梨花见状瞳孔微缩 她自认为演示伪装得很好 还是被看穿了 她是重生者的秘密 本不打算对任何人说 当然也包括李泽明 然而现在的情形实在是让她始料未及 心下一横表示 我知道你的身世 秦国功夫 话音刚落 李泽明脸上的表情 骤然变得淋漓起来 梨花见状继续输出 我是重生而来的 知道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 可以帮你夺回你失去的一切 全盘拖出的时候 还不忘声称自己是你未来的妻子 李泽明神色嘲讽 这样的女人都能得到老天爷的眷顾重生 这事到未免也太不公平了些 梨花见她有所动容看来是相信了 立马表示你先娶我为妻 然后杀掉复妻吧 她可能也是重生者 会阻碍我们的计划 李泽明文言眼神易冷 我改变主意了 说着就用匕首给梨花松了吧 果然没有人能拒绝一个 预知未来的妻子和荣华富贵 正想着 一根绳套突然降下 不管有没有你的预知 我最终都是胜利者 留着你对我而言 根本就没有一点用处 所以你还是去死吧 不知过了多久 张氏悄悄带着吃食来看女儿 却看到掉在房梁上的人影 顿时下了一个亮墙 张氏的哭喊声 顿时惊动了熟睡的傅家人 满脸泪痕地表示 梨花自尽了 七宝原本也打算去上前看看了 如果还有一口气在 她或许能想到办法 张氏仿佛疯了一般 死死地抱着傅梨花的尸体 恶狠狠地表示梨花是被你们逼死的 是你们害了她 她是做错了事情 可是她现在用命来偿还了 现在你们满意了吧 李泽明看着七宝难过的背影 心中暗道 这个女人本就该死 她的存在将会是你的劫难 我绝不会允许她伤害你 所以你不要为她难过 这时诚实奄奄地挥了挥手 事宜大家都散了吧 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了 反而会刺激到傅二世和张氏 丧氏也就让他们自己处理了 七宝皱起了眉头 心中到底还是有些疑惑 她总觉得傅梨花 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性命的人 明明白天的时候 她还在求娘不要将她嫁人 怎么才一个晚上就想不开了呢 李泽明安静地听了一阵 宽慰到她自询短见不是你的错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七宝哪怕心中上有疑虑 也只能将一切都放下 更担心的还是李泽明 赌方是赵家的生意 赵家少爷有龙阳之号 那些打手都见过阿哥 就怕他们没那么容易放弃 转头对李泽明表示 学堂那里暂时就不要去了 对于李泽明来说不去苛口 留在学堂也没用 老资本家穿越到古代割韭菜 这种促销方式让金元木凳狗呆 七宝表示香露的香气 只能吸引蝴蝶采蜜 不过镇上肯定是不会有这么多蝴蝶 你看到的这些蝴蝶都是提前捉来的 总是要有点噱头的 金元惊叹不已 嘴里更是不停地吹着彩虹屁 另外表示三天后是个好日子 到时候举行认清仪式 七宝自然是没有意见 一切都看金大哥的安排 金家是锦阳镇上的首富 自家铺子开业 自然是邀请了许多本地的名轮望族 方明月是被自家哥哥方明镜拉着过来的 方明镜自从恢复了容貌 便和傅刘夕结成了知己好友 捧场是少不了的 此时此刻 白云飞一张脸阴沉得可怕 到手的宝贝就这样没了 怎么可能咽得下着口气 三日后 七宝一身华服 梳了一个时下流行的发型 整个人的气势都发生了变化 之前只是一个清秀灵动的小村姑 那么现在便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淑女闺秀了 原本容貌上的瑕疵早就消失不见 倒是和前世的相貌越来越相似了 丫鬟的声音让她回神 小姐我们该去祠堂了 在不远处的李泽民偷偷看着她 宝的容貌 已经没有那个女人的影子了 金家的宗词 来的都是金家旁系的祖老们 金元当众宣布了七宝是她义妹的身份 更是地上了能调动金家护卫和支取账上银两的信物 等我回京之后 活色天香的生意就拜托妹妹了 七宝自然欣然应下 祝金大哥一路顺风 说着地上了用木灵术提炼的止血粮药 以备不时之需 一日 金元正式准备回京 特意强调那香香鹿一定要带上 这也是一把飞刀破空而来 刚刚擦过她的头发 落在了旁边的柱子上 捆绑在上面的纸上 简简单单写了闭嘴两个字 金元自然猜到是李泽民提醒她回京之后 对她的事情要保密 只要对方想 便能轻而易举地取走她的性命 这也是在威胁她 金元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地开口表示 我金元说话算话 答应你的事不会食言 警告了金元 李泽民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金家 画面一转 白云飞正恼火着 自家香料铺子的生意一落千丈 赵峰作为白云飞的表哥 自然时常有些走动 白云飞当即就抱怨了起来 金家仗着皇商的身份 和郑国公府的殷亲关系 压在白赵两家头上已经几十年了 不说这个了 倒是表哥你看起来兴致高昂 最近又得了美人不成 赵峰文言表示 极品的美人的确是有一个 如今有了金家当靠山 确实不太容易上手 今天过来不仅仅是找你闲聊的 而是来替你分忧的 见白云飞一脸疑惑 赵峰是一手下把人带进来 来人正是被福家赶出家门的傅武江 白少爷你之前说的那项路生意 就是我爹和我妹妹做的 之前我还在花田里面帮过一阵忙 绝对是亲眼所见的 一个要钱一个要人 白云飞和赵峰两人 在对付福家的事情上达成了共识 傅武江在他们看来 不过是一条还可以利用的狗 另外一边 李泽民靠山吃山 极乐山的人生药材 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他已经让吴浩打听清楚了 赵家如今实力最强的几位高手 还有子孙之中的佼佼者 让他意外的是 掌管发财赌方的赵峰 也就是有着龙阳之号 之前父武江打算送他过去的那个男人 竟然也是赵家嫡系年轻一辈的高手之一 宝一直担心他会再出事 无非就是因为这个赵峰 如此一来 赵峰便是他得到赵家祖传刀法的最佳人选 月黑风高夜 李泽民根据吴浩提供的情报 已经在南风馆的暗巷里等候多时 面对李泽民的袭击 赵峰飞快地避开了要害 早知道今天他就不去喝酒了 没想到在自己的地盘居然能遇到刺杀 片刻后 赵峰神色惨白地求饶 李泽民顺势给他喂下药丸 如今你的生死 已经在我的一面之间 想活命的话 将你们赵家霸王刀的修炼功法和招式没出来 三日后带来放到这里 另外一边 七宝没有找到李泽民 都这个时辰了还没回来 顿时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想到这里静止往极乐山方向找去 最后在一棵大树旁发现了李泽民 七宝凑上前去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下意识地撕开了他的衣服 只见一道猙獰的伤口 鲜血几乎染红了他的衣服 七宝倒抽了一口凉气 脸上的表情瞬间变了 李泽民眸光微闪 开口表示采药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只豹子 被他抓伤了 七宝叹息一声 他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 这样整齐的伤口 分明就是刀伤 他知道阿泽有自己的秘密 也没有追问到底 掏出纸血药路就敷了上去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好了 李泽民文言心中意满 点头硬下的同时伸手将七宝搂进怀中 七宝脸颊微微一呼 想要挣扎却感觉到阿泽收紧的力度 就让他抱一会儿吧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七宝伸出手指 点了点他的胸膛 示意他将自己放开 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求来的护身符 他能保佑你平平安安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哪怕是沐浴都要随身携带 李泽民嘴角勾起一亩笑容 将护身符系在了胸口 表示一直会贴身带着 这可是他特意从系统兑换出来的 只要一直带着 就能抵抗50次意外攻击 真真正正的护身符 李泽民的笑容纯粹而又美好 就是七宝每天都见惯了这张脸 此时此刻也在他的笑容下试了神 天色不早了 我们回家吧 这个男人将来是臭名远扬的大豹君 一个穿越的女人却改变了他 此时七宝手里正抱着热乎乎的包子 一群孩子将他围住 这些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 七宝最近赚了一笔钱 打算给孩子们建一所于英堂 小孩子听到以后能上学的消息 眼里充满了期待 懂事的孩子更是觉得好心的姐姐 不值得为他们这些不相干的人破费 七宝宽慰不用担心 等看好了宅子就来接你们 李泽民透过网片看到了一切 原来从他那里跑出来是为了这几个小情敌 表面上是吃醋 实际上心里很温暖 因为七宝当年也是这样帮助他的 于是他将极乐山发现的灵芝和人参卖了 暗地里让吴昊购买了一处适合做学堂的宅子 再让人低价卖给七宝 吴昊表示做得很隐秘 傅姑娘绝对没有发现 还以为捡了便宜 又吩咐去找一些会手艺的工匠 同样低价卖给他 吴昊继续汇报消息 赵家那边已经下达了悬赏令 要找出害了赵峰的鬼面人 昨天傅姑娘被打了个半死 据说是因为要给被淹了的赵峰献美人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过白家的人似乎跟着保护他的安全 看起来并不想让他死 李泽民文言淡淡开口 看来傅姑娘对白云飞来说还是有点用逐 先留意着吧 再做什么不该做的是在杀布池 李泽民原本打算将青帮弄到手 以目前的实力肯定是不行 接下来打算专心修习赵家的刀法 徐徐图之便是 画面一转 京城的郑国公府上 张灯结彩 今天是府上老夫人的大寿 金元正在和姐姐金运书闲谈 你去老家祭祀已经快三个月了 还以为你来不及参加老夫人的寿宴了 金元表示金家和郑国公沐家是试交 又是姐姐的夫家怎能错过 同时表示还带了好东西让姐姐见识见识 说着就吩咐下人把一大箱子的香露给抬了上来 在金运书的好奇下 金元已经打开了一瓶香露 顿时香气四溢 这是什么香味 比于梦居的第一香还要特别 金元一脸自豪 没骗你们吧 这还是小意思 当初在景阳镇上开了十几瓶 你来了一堆蝴蝶呢 慕灵月飞快地伸出手 抢了一个小瓷瓶打开 凑近细细地闻了起来 真不错 本姑娘就收下了 好家伙 你要不要脸那没说给你 箱子里的香露顿时让慕灵月眼前一亮 你这香露有多少准备 我每一种都要一瓶 眼看着慕灵月上手就要抢 金元赶紧将木箱子盖上 你想得美 我这里总共才五十瓶 顶多给你一个 凌月很失落 要是研制出香露的师傅 能来京城就好了 金元表示你没那个机会了 他的香露已经被我们金家垄断了 两人正斗着嘴 远处忽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只见一个容貌俊美的男子 怀中抱着一个受伤的小孩 急匆匆地往外跑去 金运叔见状叫唤了一声 这是怎么回事 安哥又受伤了吗 穆千玄表示他刚才玩到花瓶割破了手臂 血流不止 见穆千玄走远 金运叔脸色惨白 面对金元的疑惑 他表示穆家世代习武 却每代必出一个带有怪病的孩子 平时与常人无异 一旦受伤就会血流不止 就是太医也没有办法 金元文言心下一惊 或许我有办法 说完撒腿就跑了出去 这个八岁的孩子不是血小板数量异常 就是凝血因子功能障碍 太医表示伤口流血太快 已经无力回天了 穆千玄自然不愿意就这样放弃弟弟 表示要去民间寻找奇人异事 穆老将军出声阻止 够了 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金元喘着粗气跑了进来 这是我回乡祭祖师得来的止血药 大家显然都不相信止血药对安哥有用 穆千玄却是一把接了过去 不是是怎么知道 穆灵月在看到药的颜色后动感不对 第一时间出面阻止 谁料一个亮枪竟然把药给打翻了一地 幸好还有几滴药滴到了伤口上 跪在地上的穆灵月神色紧张 以为侄子要被毒死了 孩子的父母也觉得这种颜色不都是毒药吗 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起来 在众人的议论分分钟 穆大公子蹲在地上看了一眼 撒在地上的药 忽然站起身来对金元表示 这药你还有吗 无论你想要什么换都可以 见金元表示只有一瓶 穆灵月顿时自责起来 要不是他鲁莽 这药还能剩下大半瓶 这时穆老爷子出生 今日多亏了阿元 否则我们正国公主 怕是要喜事变白事了 你那灵药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正国公主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买这灵药的方子 面对这位征战杀长几十年的老将军 金元十分敬畏 讲述了回老家靖州祭祖的经过 那位义妹很有本事 有个隐士高人的师傅 那要是临走的时候他给的 如今他远在锦阳镇 穆老爷子自然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这时金运书站了出来 表示让金元写一封手书 再让人带着去请 这样的话也不影响金元准备 接下来的大婚之事 目前玄文严立马表示大嫂说的没错 我们不能耽误了阿元的大事 自己亲自去请内微妇姑娘 和她身后的高人 与此同时 一座仙山之上 神秘的白袍女孩注意到 这一代的帝王星周围被血沙包围 竟然分裂出一个小小的红色幻影 难道有两个帝王 白袍女孩十分不解 打算出谷去寻找真正的帝王 族长表示实际未到 你是走不出去的 只有命定之人才能进入无忧谷 带你出山 转头宽为女孩好好修炼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女孩 重生一世却被心爱的男人吊死在竹圈 家人以为她是自尽了 她却凭借最后一口气活了下来 她痛恨在危机关头 不肯替自己求情的父母 痛恨天心小姑的奶奶 于是她抛弃了梨花这个名字 化名为华丽 她发誓一定要亲手将杀她两次的男人碎尸万段 李泽明 既然你不识抬举 那我便要颠覆这江山让你付出代价 于是远赴京城 靠着重生的记忆结交了秦国公府的幼子 马车上 秦又真正兴致勃勃地向大哥表示那女子料事如神 郑国公府的喜事差点变成丧事 秦大公子文言自然是起了招揽之心 当两人见到华丽的时候 只见他假意要离开 被问及原因时 他却说秦国公府虽然尊贵 可却有大傻将亲之事 若留下不是找死了 秦又真文言当即就不高兴了 一派胡言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之前那么客气只因这华丽姑娘救了自己 才将他奉为上宾安排在别院居住 华丽丝毫不在意秦又真的态度 十分淡定表示若是听不得诸心之言 秦家覆灭便是定局 感谢秦公子的款待 小女子告辞了 这是秦大公子的声音传来 姑娘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请说清楚了 爵士美人弃子倾城 你们曾经舍弃的人终究会回来复仇的 说完还将手指放在嘴巴上 一副天机不可泄露的模样 秦浩军顿是不可思议地愣住了 会是那件事吗 知道的人都死了 那个不能说话的少年应该早已经 华丽的声音让他回神 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秦浩军更是惊恐万分 看着女子离开的背影 他当即安排人跟着他们 找到了落脚点 再拿出诚意去登门拜访 离开秦国公府后 身边的王妈妈开始劝说 姑娘不能因为秦大公子小时候救过你的命 您就帮助秦家呀 湖海大师说您是抽到凤谦的天道奉命 秦家既然又灭族之灾 怕是承受不起你的运道 跟踪的人听到这一番话 觉得这是非同小可 立马派人回复禀告 华丽不禁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鱼儿上钩了 画面一转 秦浩军正在向秦国公禀告 那个孩子已经消失三年了吧 不过就算他还活着 小小年纪毫无依仗的他 又如何能将我们秦国公府灭族呢 这时打探消息的人也回来了 当秦国公听到苦海大师四个字后 反应异常激动 此人擅长占卜继绣 一双慧眼能看穿过去未来 二十年前就销声匿迹 以秦浩军的年纪自然是没有听过 在百年前 苦海大师亲手制作了一枚凤签 汇入上百个签文之中 后来抽中凤签的女子 都无一例外成为了皇后 顿时觉得若是儿子能娶了这女子 以后肯定能当皇帝 可是秦浩军根本就不记得 小时候救过一个女子 秦国公立马上前宽慰 这些都不重要 那女子若是苦海大师的弟子 本事定是毋庸置疑 又是凤女的身份 是老天爷想让我秦家富贵 全是无尽绵延了 这个女孩为了报仇 要嫁给仇人的仇人 秦国公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秦瑞则是看重她未卜先知的能力 和奉命的运动 两人心中的小算盘打的都是嘎嘎响 华里表示只能告诉你们 她所在的方位 能否取走她的性命 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 这是影响她秦家的大事 秦瑞自然表示会安排妥当 华里告辞前看秦浩军的娇羞神色 无疑让秦瑞更加深信了几分 女人只要陷入情爱之中 哪怕再聪明再有本事 是真遇见那个孩子 务必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回来之后就去接近华里 让她成为你的女人 秦浩军迟一道 自己已经娶了正妻 秦瑞表示陛下昏庸无道 这几年天灾人祸战乱不绝 奉命的女子若是能成为我们秦家的人 秦浩军也不是笨人 自然明白父亲的意思 立马表示定然不会让父亲失望 另外一边 郑国公府的穆千玄已经出了京城 穆灵约死皮赖脸的跟着药一起去 说是自己打翻了安哥的药 所以要亲自去锦阳镇寻找那位高人 穆家降门之后 虽为女子但从小习练过武功 这点马书自然不在话下 说完已经策马而去 留下穆千玄一脸无奈 京元回到自家祠堂 祈求祖宗保佑 希望七宝妹妹愿意把药方卖给穆柿子 以后就不用担心小侄子小侄女 会被那种怪病所害 回想起那个少年 不自觉地又拿起那个无名牌位 藏于其中的画卷再次被打开 身后的一声怒吼让京元吓得一个哆嗦 只见京一堂沉着脸 上来就是一顿暴揍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的 谁准你打开看了 京元一脸委屈 这画上的人到底是谁啊 京一堂神色微变 态度强硬地催促京元让他赶紧离开 以后不许再碰这幅画 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 京一堂神色复杂 是我没用 没有保护好你唯一的孩子 让他小小年纪便离开了人世 若不是这样子和郑国公府有殷亲 恐怕他们京家也无法留在京城 想到这里 京一堂的眼中就充满了恨意 秦瑞 这个丑我京家早晚要跟你清算 远在千里之外的景阳镇 七宝和李泽民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丝毫没有发觉麻烦即将降临 你古代人的审美 脸上要是有胎记 那可是丑出了边际 经过七宝的一顿收拾 李泽民闪亮登场 衙行门口 七宝远远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你不是方明镜的侍卫吗 怎么改行当衙人了 吴昊表示兼职帮忙 大笑两声搪塞了过去 悄悄地看了一旁半张脸 都变成红色的李泽民 扯了扯自己的嘴 免得自己憋不住笑出来 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那个凶悍阴厉的少年 在傅姑娘面前 竟是如此的乖巧听话 迎上李泽民伶立的目光 吴昊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七宝一脸疑惑 大热天的你怎么打哆嗦 是不是病了 只见吴昊转移话题表示 傅姑娘要选人的话 我给你推荐 立马拉过事先准备好的 五位优秀员工 七宝没管无耗在内吹得天花乱坠 仔细看了看这几个人 心里却也有些满意 目光清澈 面容都是看起来和善老师之辈 都各有所长 去善堂教孩子们是在和事不过的 这些人本就是犯官家属 也都是可怜人 七宝承诺只要安安分分做事 五年后让善堂走上正轨 就把卖身器还给他们 这一番话 让原本麻木的几人神情都亮了起来 纷纷道谢表明自己的忠心 他们万万没想到 居然会遇到如此好心的主家 因为善堂的这个举动 七宝立刻听到了系统传来获得功德的声音 这个高冷的系统 实在是很没有存在感 这是李泽明的话让他回神 宝实在是心善 你的生辰是什么时候 他指的自然不是原主的生辰 转念一想表示 自己的生日是七月初七 正好在七夕情人节 转头问起李泽明的 李泽明垂下眸子 神色顿时暗淡下来 生下他的女人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谁也不曾提过他的生辰 七宝见他失望的姿态 很是心疼的表示 没关系 以后阿泽就和我同一天生辰 以后每年我们都一起庆祝 这样的话就不会孤单了 李泽明文言立马转失望为欣喜 宝你会陪我一辈子 和我一起不生辰吗 见他紧张地看着自己 七宝下意识地点头 不要忘了你的承诺 你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当真吧 见他这样说 七宝立刻伸出了三根手指 一副发誓的模样 回过神来的七宝动感不对 怎么感觉又被套落 霸道女总裁穿越到古代 每年要过两次生辰 傅家人正在给七宝庆生 他知道这个生日不是属于他的 转头和李泽明相视一笑 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阿泽过上最完美 最难忘的生辰 那个属于他们俩共同的生辰 一日 七宝带着李泽明去青幽园约会 如今的青幽园已经是一片盛放的花海 美得仿佛人间仙境 李泽明给七宝带上一个美丽的花环 正是浪漫甜蜜的时候 李泽明眸光微闪 拉着七宝的手把身形隐藏在花海中 只见七宝的毒鬼五哥 鬼鬼祟祟的在花海中穿梭 正在交代七儿如何盗取香露秘方 此时的七宝既愤怒又难过 虽然五哥因为好赌被赶出了家门 但是如果他赶过自新 七宝还是愿意给他谋一条生计 李泽明的话让他回神 染上毒瘾的人是戒不掉的 他的七小怕是被他要挟了 七宝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这次不会再手软了 李泽明见状心理已经有了打算 一定要送白家大少爷归西 就是因为他老是惦记七宝的香露秘方 才搞出了这么多事 月黑风高夜 马车上的白云飞表示 父母将在蠢货还有点短事 竟能安排七儿偷秘方 这种卖自家人的东西 到时候让他死得痛快一点 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从车外窜了过去 二话不说就是一刀 白云飞的胳膊顿时流血不止 让他不可思议的 是对方用的是霸王刀法 你是赵家的人 呐喊着拔剑反击 李泽明哪里会给他机会 直接要害送他里面喝饭 这波实力护妻 我给一百个赞 这样你们便害不了宝了 一日 痛失爱子的白老爷 自然把凶手锁定在赵家父子身上 赵老爷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白云飞是他最疼爱的外甥 他怎么会把他杀了 现在就连白云飞的母亲 也就是赵老爷的亲妹妹 也不相信自己的哥哥 那霸王刀法还能有假吗 一旁的赵峰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三个月前他为了活命 把霸王刀谱献给了李泽明 想到这里 胸口传来剧烈的刺痛 剧毒竟然在这个时候发作 为了不暴露自己中了毒 他表示表弟去世实在难过 说完转头就跑了出去 此时李泽明已经在外面拔了他 赵峰上来就质问他 为什么要杀白云飞 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 到时候也逃不过两家的追捕 只见李泽明淡定地表示 在那之前他们得有本事 知道我是谁才行 说着掏出一颗药丸 你想要做赵家的家主吗 趁着白家和赵家起了间隙 引起一场大乱 势力将重新洗牌 我可以帮你除掉你的敌人 是成为赵家的家主 还是当一个无关紧要的废人 我想你知道该怎么选 从没见过这么变态的爱情 上一世把媳妇做成人质 泡在水缸里 这一世化身深情舔狗 对媳妇开展公事 保释有什么心事吗 七宝其实早就知道 不仅五个惦记乡路的方子 大哥二哥在房间翻箱倒柜 就被他撞见了好几次 李泽明的话让他回神 生米恩斗米仇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呀 还收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 七宝文言心情好了许诺 还磨得瞬间一堆甘蔗映入他的眼帘 这里竟然长着一堆甘蔗 立马就要扯一根甘蔗出来 谁知道确实纹丝不动 转过头发现阿泽已经上前 我来帮呢 随后便将一根甘蔗弄成了两截 七宝有些愣住 这青皮甘蔗十分粗大 很难用手折断 李泽明十分淡定地表示 男人力气大很正常 七宝小声嘀咕了一句 二十岁都没有的小少年 还自称男人了 说完就拿着甘蔗啃起了皮 李泽明一度怀疑七宝在啃树干 只见他细细咀嚼 却有一丝甘甜 但是吞下去时 嗓子差点当场裂开 忽然 七宝意识到不对劲 阿泽你怎么把甘蔗渣子吞下去 顿时被李泽明的可爱模样 逗得哈哈大笑 然后认真地教他吃甘蔗的正确方法 看着眼前笑起来 两眼弯弯的女孩 李泽明不禁回忆 起腹梨花的那番话 上辈子他真的把七宝做成了人质吗 而七宝则想到了另外一条营生 这个甘蔗是可以吃糖的 虽然比不上香露 确实也个好营生 一半收益给傅家人 让他们自己去分 省得贪心不足闹出事情 另外一半留给阿泽 李泽明文言诧异 你就不怕傅家人不愿意吗 七宝霸气地表示 不愿意也得愿意 这对他们也是好事 我的方子我的生意 我说给谁就给谁 画面一转 赵峰被刺激后 直接杀了两个叔叔的哥哥 随后在父亲面前挑拖 一定是白家在报复他们 赵老爷子一把拍向桌子 怒吼道一定要铲出白家 这是我见过最霸气的男主 媳妇被人欺负了 他直接让人家段子绝孙 为了在七宝面前装霸道总裁 李泽明又大手一挥 拿着一包千年人参砸向赵峰 在七夕节前把人参变成银票 赵峰觉得这么多千年人参 换成钱数额太大 走工账不妥 倒是可以拿去拍卖 就这样李泽明成功套取了大量的银票 与此同时 郑国公府的马车队伍也到达了锦阳镇 慕灵月面色苍白地表示终于到了 一路上又晕又土 整个人都受了几惊 金家管事开口表示 世子爷来得凑酒 正好赶上了七巧节 慕千玄微微汗手 他虽然心中焦急 可却不想破坏了别人过节的日子 等过了七巧节 再去见那位富姑娘吧 在七夕节的早上 李泽明就给七宝送去了一套新衣服 换好了衣服的七宝满意地点了点头 走出房门的时候 他也看到了同样穿戴一新走出来的阿泽 不仅仅是他 富家的女孩子们都看呆了 大有邀请李泽明一起去七巧节庙会的意思 李泽明静止走向七宝 掀起他的手表示 我们走吧 走在街上的两人的CP感直接拉满 路人纷纷猜测七宝是富婆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帅的老公 七宝顿时觉得跟帅哥出街压力太大了 李泽明自然注意到了 我们去那边买面具吧 七宝为李泽明挑选了一个老虎面具 戴上面具后 他总觉得像急了绑架他全家的面具男 李泽明淡定地表示 戴上面具大家都一样 然后忽悠七宝戴上兔子面具 寓意大老虎吃小兔子 真受不了这恋爱的酸臭味 人太多了 为了预防走散 你还是拉着我走吧 而且我方向感有些不好 李泽明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然而七宝却是信以为真 阿泽 我们去从街头吃到街尾吧 金家作为锦阳镇的首富 初次搭建了这座雀桥 更是下了血本 洒了大量香露吸引蝴蝶来给节约天才 七宝表示不想去雀桥 牛郎之女一年才能相会一次 虽然是千古传颂的爱情 可未免太悲惨了些 还是喜欢团团圆圆的美好结局 画面一转 同样是少女的慕林月 自然被这热闹的景象所吸引 慕千玄自然拗不过妹妹的撒娇 最终还是同意一起去逛街 另外一边 李泽明正和七宝准备放灯 丝毫没有察觉 未来最大的情敌即将出现 再大的礼物都没有一叠票子实在 七宝一打开 李泽明给他准备的礼物 好家伙 你这是去打劫钱庄了吗 李泽明淡定地表示 你不是最喜欢钱吗 我卖人参换来的 七宝文言瞬间甘尬到无地自容 立马拒绝了这样的礼物 李泽明轻轻按住七宝的嘴巴 让他一定要收下礼物 果然霸道总裁古往今来都是最帅的 这时 天空中各种烟花炸裂开来 到处都是情侣女浓我浓 空气中顿时弥漫着粉色的气息 眼看时机到了 李泽明神神秘密地让七宝闭上眼睛 说是还有惊喜 七宝闭眼期待着新的礼物 李泽明的脸越靠越紧 正当他要吻上去的时候 穆千玄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美好的氛围 一把将七宝拉进怀里 拿来的跟徒子 竟敢羞辱他的妹妹 李泽明脸都黑了 他准备了一个月的表白就这样被破坏了 七宝急忙挣扎 我不是你妹妹 你好好看看 是不是认错人了 穆千玄看清正脸后 立马道歉 背影身形都和自家妹妹极为相似 他和我走散了许久 方才意识情急了 七宝见他也是着急找妹妹 自然原谅了他 在李泽明的眼眸中 穆千玄明显察觉到了杀气 怪自己坏了人家的好事 原本这只是一场误会 三人也就此别过 但是好巧不巧的是 京城秦家派了秦浩军前来解决李泽明 时隔多年还是被李泽明一眼就认了出来 于是他找了个借口独自离开灯会 七宝则和桂花和花两姐妹去猜灯妮 另外一边 秦浩军找上了赵峰 听说你们青帮在锦阳镇无所不能 香路生意背后的傅家 有一个自容绝色的少年 阁下可知他们所在何处 赵峰文言心下一惊 原来是冲蜜方来了 当即表示这门生意接不了 他们背后有荆家 荆家背后又有镇国功夫 秦浩军淡定地表示京城的靠山 莫非赵家不想要吗 说着就掏出秦国功夫的令牌 外加上百万的银票 结合京城的口音 这人也是一身气度不凡 此时的赵峰已经深信不疑 星壳一身后表示 附家的确有个容貌十分绝色的少年 只是很少出来走动 他们住在镇子外面的一个村子 你们若是想去 我可以安排一个手下带路 秦浩军非常满意赵峰的态度 时隔多年 终于要再见到你了 古代的大型活动 消防都是不过关的 不知道是谁打翻了一盏花灯 一瞬间的失火很快蔓延成了一大片 混乱的人群不断发出哭喊 到处都是他们尖叫着逃跑的身影 两个侄女吓得非要拉着七宝离开 可是七宝想要去救人 于是先把侄女安排在树上 然后毫不犹豫地冲进火灾中救人 只见一个小孩子跟母亲走散 在人群中哭泣 七宝在混乱中抱起孩子 把孩子交给了他母亲 可是火势蔓延得太快了 大面积的房屋开始坍塌了 七宝一边救人一边呼叫系统 有没有办法 能让这火势停下来 极品落雨符 可在方圆十里之内降临 只要两千功得值 好家伙 开口叫要两千 怎么不去抢 可在这危机的关头 却容不得他去心疼了 我要了 就在他分神的时候 头顶上已经被火势烧焦的 木头架子猛地掉了下来 耳边传来一声惊呼 姑娘小心 下一秒他便被人拉了出去 原来是刚刚将七宝 认作妹妹的男子 两人确认过眼神后 穆千玄对七宝在危机时刻 还想着解救他人的行为表示钦佩 却乔作为唯一的逃生 乔马上就要坍塌了 穆千玄劝说七宝赶紧离开 这里的百姓他会全部救出去 七宝看到这个善良的贵公子 不由得心生敬佩 但是他还是在身后使用了洛宇服 顿时天降大雨 火焰迅速被熄灭 百姓们因为活着高声欢呼 七宝和穆千玄一起搬运 被烧毁的衡量的时候 穆千玄忽然脸颊通红 因为他看到七宝的湿漉漉的衣服 立马捂住双眼 将自己的披风递给七宝 七宝马上就明白了男子的意思 羞得满脸通红 完事后 七宝微微一笑 方才多谢公子出手相救 之前我们的误会就一笔勾销吧 说完就告辞离开 这时穆千玄发现了七宝掉在地上的朱钗 抬眼识人已经不见了 穆灵月的出现让他回神 看到哥哥手里拿着的朱钗 上手就打算抢夺 穆千玄却把朱钗举的老高 随后当作宝贝藏进胸口 穆千玄不知道的是 自己此时已经对七宝动了起 你知道这个男主的战友余有多变态吗 别人的衣服你不能穿 要穿也只能穿我 更是不允许你身上有别人的味道 给我洗澡 必须洗掉你身上别人的气息 七宝下意识地觉得今天阿泽很可怕 为什么还在生气 是我做错了什么 转念一想 绝不能让他第一个生辰过得不开心 窗户外面 看着里面若隐若现的身影 李泽民终于不再掩饰脸上的戾气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的很想亲自动手 把他身上属于别人的气息全部洗掉 仅存的理智在告诉他 不能那样做 否则的话 只会让他畏惧让他害怕 他是那么喜欢帮助弱小 心地宽容的存在 绝不能让他发现自己阴暗的面目 感觉到门口传来动静 李泽民收起了脸上阴郁的神情 看向了从浴室走出来的七宝 七宝对着他讨好的笑了笑 似乎是担心他还在生气 连神色都拘谨起来 李泽民到底还是舍不得让他为难 取了一块干净的帕子 轻轻地擦拭着他湿漉漉的头发 七宝有些不自在 还是我自己来吧 别动 扯到头发就不好了 七宝文言只能任由他给自己弄的头发 莫名地觉得气氛有些怪异 七宝开口打破了承诺 对了阿泽 之前在桥上 你让我闭上眼睛要给我的礼物是什么呀 李泽民将他有些干了的头发散开 与其有些隐忍地表示 你真的想知道吗 见七宝点头 李泽民再也按耐不住 将他抱住拉了过来 当七宝回神的时候 只感觉唇边传来一股灼热的温度 这一刻 七宝的心跳几乎失去了频率 亮腔地将李泽民推开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李泽民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你我本来就是未婚夫妻 我这样对你为何不可 这就是我要向你索取的礼物 你不是答应过 无论什么你都愿意吗 七宝忽然有些混乱 可是阿泽 你已经不是我的同养夫了 李泽民却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明明还是一如既往温柔的语气 可七宝却感觉到了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 七宝摇了摇头 他现在心里乱成一团 阿泽一直都是被他视为弟弟般的存在 他从未想过更多 这忽如其来的告白 带给他的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 这么极端的男主你见过吗 求爱不成 就要用刀子给自己开动 七宝健壮心下一惊 你别做傻事 快把刀放下 眼看李泽民给自己胸口捅了一刀 七宝慌乱惊恐之下 竟是流下眼泪哽咽着开口 我答应你 但我们现在还小 谈论婚事太早了点 不如这样吧 我们给彼此五年的时间来培养感情 五年后 你若对我的心意没有丝毫的改变 那我们就澄清 说到这里心中叹息 如果那时候自己凑齐了功德还活着的话 听到七宝的妥协 李泽民眼中眸光一闪 手上的匕首终于离开了他的太阳穴 七宝健壮加大输出 发誓表示若是骗了阿泽了 就让我不得好死 李泽民立马上前捂住他的嘴 这种誓言不能乱说 宝你可是会长命短岁的 说到这里话风一转 那你要答应我 五年内你不能继续将我看作弟弟 而且你也不许接触别的男子 和他们有任何牵扯 七宝无奈地哭笑 我答应你 除了你以外绝对不会喜欢别的男子 此时的李泽民终于露出了笑容 七宝这才松了口气 催促着快去包扎伤口 熟练地取出止血疗伤的药物 为他清理伤口 这时他只觉得头痛的厉害 昏昏沉沉地便倒了下去 失去意识前瞧见李泽民露出担忧害怕的神色 也该让你体会一下我方才的感觉了 活该 李泽民的确是有一瞬间的恐惧浮上心头 摸着他滚烫的身体 伸出手把了把脉 到底还是松了口气 只是发烧了 他方才本就淋了雨又费心救人 还受到了惊吓才会忽然昏倒 顿时自责感充斥着李泽民 对不起宝 只能这样做 你才会给我机会 让我一直留在你身边 你是逃不出我手心的 所以不要再挣扎了好吗 一日 七宝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 尘世絮絮叨叨地开口 满脸都是后怕的神色 你可把娘吓死了 幸好阿泽昨晚过来找我 还知道你发烧晕过去了 怎么好端端的就起了火 幸亏你没事 正说着 李泽民端着汤药走了进来 建成是出去给七宝做吃的 李泽民有些不安的开口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七宝文言微微叹了口气 你以后不许再做那样的事情 否则的话 你还不如杀了我算了 李泽民点头印下 一副乖巧听话的模样 你快喝药吧 早点好起来 这个男主化身身情舔狗 为了照顾生病了的女主 上学都不去了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只见金家的掌柜来拜访 从京城带来了金元的消息 说着就递上了一封书信 七宝一目失行 郑国公府想要那止血药路的方子 正想着 金掌柜又递上了情帖 为了表示诚意 郑国公府世子爷 更是直接来到了锦阳镇 七宝微微皱起眉头 他靠的是木灵树 而并非有什么止血神药的方子 这个请求就算想帮也没法答应 转头表示 那要是我师父给他 当初是担心金元路上遇到危险 才给了他一瓶 实际上并没有药方 恐怕爱莫能住 金掌柜并没有咄咄逼人 还留下了一大批礼物 表示世子爷还是想亲自见面商议 更是为了感谢之前的救命之恩 见七宝露出为难的神色 李泽民表示 你若不想见他们 往后闭门部里便是 七宝闻言摇了摇头 是金元介绍来的 那人是郑国公府的世子 也是金家的靠山 这么说起来的话 也是我以后的靠山 所以不能不见 竟然是郑国公府的人 既然来了锦阳 正肯定带了私兵 正好可以利用 他们对付秦国公府的人 想到这里 李泽民嘴角扬了扬 对七宝表示 郑国公府的人 应该可以一信 只不过不能太敢 让他们觉得你很好拿捏 先让他们几天 看看他们的诚意再说 七宝一想也对 经过上次白家的教训 的确应该考验下对方的人品 李泽民的话让他回神 宝来教我化妆吧 出门化丑妆 现在是李泽民的必修课 另外一边 秦浩军这里得到消息 附加那个同养妇有动静 只等傍晚时分 便可以确认那人的身份 随即吩咐手下 立刻安排人手埋伏起来 画面一转 李泽民被书院的同窗 给带到了河边 李兄 上次你找的那本医书上的药草 我就是在这河边看到的 秦浩军两人紧紧盯着少年的背影 当李泽民转身的瞬间 秦浩军神色有些一言难尽 你们管这种东西叫角色 上坟的指人都比这个顺眼 手下一度怀疑是找错人了 秦浩军闻言顿时暴怒 用你说呀 我没长眼吗 你们先暂且退下 继续调查 转面一想 赵峰不是说见过那人吗 去找他来分辨一二 被落了眼睛后的秦浩军 当晚就找到了赵峰 赵峰也是个聪明人 自己不甘心一直被鬼面人控制 要求秦大公子帮忙一起把他除掉 那个人就是暗中保护傅家的人 除掉了他再对付傅家人就轻而易举 只要能达成目的 秦浩军自然不会拒绝这种顺手的小事 屋子里的密谋却被屋顶上的李格铭听了个正照 几人刚迈出门 上来就是一顿暗器伺候 秦浩军的安卫们大惊失色 纷纷将秦浩军护在身后 本身也会捂得秦浩军并无大碍 路易却是涌上心头 你邀请我们来后院 就是为了暗算我们吗 说完就吩咐手下杀了他 赵峰正想着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一把长剑就刺穿了他的胸口 最终隐恨西北 秦浩军见状刚松了一口气 又由手下来报 派去丰田村打探消息的人 被一只白虎咬断了手臂 好家伙 他们此行真是出事不利 先是找错了人 赵家竟敢暗算他们 如今手下更是被白虎所伤 一日 赵峰被杀的消息便传遍了锦阳镇 赵家派出了青帮的人四处搜寻凶手的下落 西宝举着一个插满了糖葫芦的棍子 正想着给孩子们打打牙计 这时一个青帮混混拦住了他的去路 表示要例行检查 先摸下眼袋 刚要伸手就被人用剑翘打了爪子 一个女子凌厉的呵斥声响了起来 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小姑娘 你还要不要脸 来人正是郑国公府的沐灵月 身后还跟着满脸杀伐之气的护卫 青帮混混一看这样的架势肯定不好惹 就拾去的跑了 沐灵月的话让七宝回神 这位姑娘 你没事吧 七宝开口表示感谢 虽然这些人伤不到她 可对方愿意帮忙 就可见是个不错的人 沐灵月忍不住提醒 这个时候已经不早了 你还是快些回家去吧 免得再遇到他们 七宝点了点头告辞离开 镇子上有些混乱 她也就不打算停留太久 这姑娘叹着跋扈 倒是个心善的人 金掌柜第三次上门送上请帖 七宝终于表示愿意和那位郑国公府的狮子见一面 其实从金掌柜那里得知没有药方的时候 沐灵月自然是十分失望的 沐千玄宽慰 既然愿意来 或许能从他那里求来对方师父的下落 两人正说着 门外传来脚步声 见了来人 沐千玄和沐灵月脸上都纷纷露出了有些惊讶的神字 是你 你相信缘分吗 沐千玄本以为不会有机会再见面了 可对方竟是七夕夜那天 为了救人出入火海的姑娘 七宝也没想到竟然都是熟人 一顿寒暄后三人相继落座 沐千玄看着七宝的眼神充满了期待 开口表示只要能引荐下令师 无论什么要求 沐家都会满足 一旁的沐灵月也赶紧附和 应对之策 原本还有一律 可见了这两人 他的戒心却是少了大半 郑国公府这样的靠山 他自然是不会轻易的放过的 若是你们可以提供足够的药材 可以请师父为你们炼制药物 不过这要炼制极为不易 每个月顶多视频 沐千玄文言心下一席 如此珍贵之物 的确不可能轻易的做出来 只要尊师愿意赐药 沐家感激不尽 对于郑国公府提到的报酬 七宝自然有所打算 要求他们保密的同时 请他们在能力范围之内开善堂 去救济老弱贫苦之辈 沐灵月文言忍不住开口 就这 沐千玄看着七宝那淡然的面容 心中一动 一个愿意为了陌生人 不顾性命的女子 又怎么会是贪慕权势之人呢 想到这里开口表示 带我们启程回京城的路上 每到一个城镇 便会停留些时日 以傅姑娘的名义 修建一个善堂 七宝取出 早就准备好的一张纸地了过去 这个上面是炼药需要的集中止血药 药草到了劳烦送到丰田村去 等师傅炼制之后将药录交给我 我再派人通知世子 等七宝告辞后 沐灵月这才缓缓开口 没想到对方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子 还是这么善良的姑娘 心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更是表示等待的这几天 要去找七宝完 努力发展成小姐妹 沐千玄魔光微闪 自然是点头同意了 玄哥哥 刚刚看你的样子 也是认识傅姑娘的吗 说完就想到了那个朱差 难道是他 沐灵月灵光一闪 看着自家哥哥的表情 顿时了然 没想到 我们和那位傅姑娘还挺有缘分的 玄哥哥 要不你把那朱差给我 这样的话 我不就有借口去找傅姑娘了 沐千玄立马起身离开 不再大理妹妹 表示朱差不见了 画面一转 七宝才到家门口 陈氏满脸焦急地表示 你可回来了 阿泽被人打断了腿 七宝冲进屋子 一眼就看到了 躺在床榻上的李泽民 小心翼翼地开口宽慰 阿泽你感觉怎样 痛不痛啊 心疼又是恼怒 你是不是又把护身符取下了 李泽民摇了摇头 压低了声音开口 你别担心 我没有真的受伤 这都是故意装的 见七宝一脸疑惑 李泽民表示 青帮的混混确实打落了 不过没事 现在赵家到处寻找 杀害赵峰的凶手 当初我们毕竟和赵家有牵连 担心赵家找不到人 会牵怒到傅家身上 干脆故意装作受伤的模样 待会儿我们先回丰田村 这些时日就不要来镇上了 七宝文言叹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顾虑也有道理 那就这样做吧 一日 傅家再次迎来了一位贵客 七宝没想到的是 这位大小姐居然会亲自到丰田村来 木林月见七宝走了进来 立马上前表示 对不起傅姑娘 冒昧上门 真是打扰了 我在这里也是出来乍到 以前都是被困在家中 这还是第一次到别的地方来 因为有些好奇这田园风光 不知道能否麻烦傅姑娘收留我几日 带我四处逛逛 好家伙 七宝文言心下一惊 这千金大小姐要住我家 万一出了什么事 把我们全家砍了都不够赔啊 想到这里有些为难的开口 我们家实在简陋 并没有多余的屋子待客 木林月自来熟的上前 挽住了七宝的手 这态度分明就是赖上她了 你可千万别挡我走啊 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去村子里面 找别的人家借宿的 我也不挑剔 大家都是女子 不如我们一起睡吧 另外一边 木千玄亲自带着手下 去城外接一批 专门从静州调过来的纸穴草 只是没想到一车要 才意外跌落了山崖 若是不能找回来 怕是要耽误好几个月的时间 然而这一切都是 方县令家的夫人使得手段 成功牵制住了 郑国公府的人马 为了方明镜的前程 自然拒绝不了 秦国公府抛出的条件 还给了秦浩军一块 在锦阳镇畅通无阻的令牌 月黑风高夜 一群黑衣人 有了令牌的加持 顺利出了城 直奔丰田村而去 秦浩军的耐心已经被磨灭 当晚就派出杀手 对傅家进行斩首行动 当急就和慕灵月的 四个护卫缠斗在了一起 没过几招 几人便觉察到了不对劲 这样的身手 不是一般家族能培养的 立刻发射了传讯信号遥人 李泽明的出手 让节节败推的郑国公府 护卫松了一口气 气包有慕灵术加持 尼奥这东西 对他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冲出房间的瞬间 一只火箭直直地朝着他射来 任何一个从傅家大门 走出来的人 都将会是被射杀的对象 李泽明见状出手 将箭矢击落 箭矢上有火 很明显是有人纵火 气包当即兑换大力服去救人 把家里人都带到了水井旁边 将一家子身上都浇得湿透透的 所有的房间都掌握了 就是没见阿泽的身影 气包只能往好的方面想 或许是他又偷偷跑去极乐山了 不知道慕大小姐怎么样了 想到这里也是不放心 他要出去看看 另外一边 慕灵月神色有些慌乱 这些人难道也是为了药录而来 傅姑娘可不能出事啊 正想着 有人闯了进来 用匕首抵住了他的脖子 示意他不要说话 说着就摘下了面具脱掉夜行衣 一张精致的面孔 映入了慕灵月的眼帘 让他呼吸一顿 李泽明的话让他回神 如果泄露我的消息 就杀了你 你就当没有见过我 说完就提气而去 留下慕灵月还在思索 世间竟有如此俊美绝伦之人 这是外面传来气宝的声音 两人相互确认了没事后 都是心下一松 此时此刻 穆千玄带着人马打了过来 对上那些黑衣人 完全是占了上风 黑衣人见大势已去 纷纷逃窜出去 七宝心中挂念着阿泽 趁乱便向极乐山找去 黑衣人已经逃跑 家人也没事 现在就只剩下阿泽了 正想着 李泽明的声音传来 这么晚了 你怎么跑出来了 说着将手中的夜幽 残地了上去 此无如要能让冰死之人 起死回生 只在子夜时分才会开花 我等了许久 终于等到他胜放了 七宝大大的松了口气 看到他安然无恙 其他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 随即表示家里失了火 人多眼杂 你直接回镇上的宅子吧 我尽快来找你 李泽明乖巧的点头映下 看着七宝离开的背影 眼中充满力气 在这之前 还有些事要做 李泽明作为最大的反派 竟然被当成了影视高人 要不是他出手 护卫们可都要伸手一触 见七宝一脸疑惑 护卫表示你师父一个人 就杀了他们十几个 可惜戴着一张鬼面面具 没看清楚真容 说着露出一脸的憧憬 七宝汗言 又是那个家伙 不过反正师父也是瞎编的 就先糊弄了过去 慕灵月文言眼前一亮 没想到傅姑娘的师父 长这么好看 立马要求引荐 表示救命之恩要当面致谢 好家伙 一个谎言必须要用 另一个谎来源 七宝表示师父不喜欢露面 况且吩咐过 不能泄露他的行踪 慕灵月顿时露出一脸的可惜 慕千玄宽慰道 有缘自然能相见 转头表示 还是尽快离开这里 刺客暂时撤退 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会再来袭 随即吩咐手下 把刺客的尸体都扔屋子里烧了 七宝对慕千玄的救援表示感谢 这个掩人耳目的主意倒是不错 总之丰田村是不能呆了 最终决定先带着家人去清幽园暂住 李泽明全程看在眼里 慕灵月没有暴露他的身份 自己刀枪不如干掉了大部分刺客 要是被七宝知道 定然会联想到胡申福 好在这些人没有提到 姑且可以饶他们一命 另外一边 这次行动可是清朝出动 秦昊君自然也在其中 好不容易逃出郑国公府护卫的围剿 却遇上了一只大白虎 一找击中了他的胸口 只带着两个手下逃了出去 今日这惨烈的结局 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难怪当初华黎说 那人有大气韵 想杀他绝非一事 今晚情况如此混乱 也不知道傅家到底死了那几个 转头吩咐留下一人再次打探消息 自己先去靖州找舅舅 可以先从他手上借兵 再书信一封去京城 让父亲重新安排死士过来 一日 傅家失火的消息不进而走 那是真的惨了 听那边的亲戚说 烧得只剩骨架子了 这样的消息便被传了回去 与此同时 七宝将父母安置在清幽园 老两口还以为只是意外失火 多亏了郑国公府的人在 顺便救了他们 七宝把所有的想法都放在心里 到底是谁要将他们一家人置于死 这个女孩重生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家人全都干掉 不过那个日后将成为九五之尊的男人 当真那么容易就除掉了吗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得提醒秦国公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说到这里 语气极为笃定地表示 大汉将至 柿子正好在靖州 是刷成就的好时机 一路上也可以光明正大的行动 秦瑞文言心下一惊 靖州大汉 刘寇作乱的事 不过是昨夜才送到陛下案前的 这华丽姑娘真是料事如神 立马表示这就坐请皇上 把这差事给揽下来 根据他前世的记忆 这功劳原本是落在郑国公府柿子头上的 是时候变天了 另外一边 锦阳镇的难民越来越多 七宝的善堂恐怕也坚持不了几天 就没有粮食了 更可恨的是镇上几家大粮户 还在趁机屯粮 轰抬物价 顾千玄已经收到传书 秦国公府的柿子秦浩军成为了指挥室 负责镇压流口 镇灾之势 但他作为镇国公府的柿子 也需要火速回京支援 领走时特意给七宝留下了些人手 保护附家一大家子人 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 李泽民心吓一喜 麻烦的人终于走了 这样做事就方便了 画面一转 李泽民看着眼前和自己有几分相似的兄弟俩 嘴角勾起了一抹上扬的弧度 身为南风馆的头牌 蓝芹十二岁就开始接客了 他和弟弟兰茂原本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偏偏父亲早逝 被烂赌成性的继父迈进了南风馆 蓝芹的身上布满了鞭痕 还有一些脓包 染上了这种病 他深知自己命不久已 只要能让弟弟离开这里 他愿意做任何事情 蓝芹文言痛苦地跪在了地上 我要报仇 哥哥不能白死 求主人收下我吧 这时 响起李泽民冰冷的声音 很好 另外一边 七宝为了凑集更多的粮食 花费大量的功德只兑换了玉米种 玉米高产耐旱 灾荒年兼种这个 能救不少人 在木林树的加持下 不出半个月便能收获 到时候再拿种子分别栽民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希望能熬过这一场大汗 俗话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秦浩军又回来了 这次是以指挥室的身份 正大光明地来找人 半个月以来终于得到了可靠消息 南风馆有个叫做蓝芹的南技 很有可能就是目标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都是李泽民提前放出去的诱饵 终于可以收网了 秦浩军一身便服迈进了南风馆 他并非第一次进这样的风月场所 面对一群涂脂抹粉的男人 倒是面不改色 眼前的男人却是让他心头一震 那张脸 还有那神态 和记忆中的身影重合了起来 让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先认出了他 这么多年了 你们还不肯放过我吗 你们秦国公府带我诸狗不如 你就是华成辉我都认的你 秦浩军文言上前就抢过他胸前的木牌 还真的是你 终于找到你了 说着就掏出匕首捅了过去 我是来让你解脱的 蓝芹不敢置心地瞪大了眼睛 把该做的戏份都做到了极致 秦浩军一记得手 顿时哈哈大笑 祖宗显灵 我秦国公府的灭族之祸被我破掉了 蓝芹见他神情松懈之际 掏出藏在衣袖下的匕首 划伤了秦浩军的胸口 可惜力道太小 只留下一刀浅浅的伤口 秦浩军恼怒 转头吩咐手下杀了他 最终蓝芹惨死在他们的刀下 倒下的那一刻 露出了旁人难以察觉的笑容 如今心腹大患已经除掉 秦浩军自然是心情大好 伤口并不致命 因此他并不放在心上 随即吩咐把尸体运回京城 在这时 他脸上的神色一变 几乎是控制不住地喷出一口血来 手下心中一惊 匕首上有毒 快去找大夫啊 蓝芹看着哥哥的尸体被运走 眼中溢出了大颗泪水 从今往后他再也没有亲人了 李泽民淡淡地开口问他是否恨自己 蓝芹表示不恨 是你救了我们兄弟 还亲手杀了卖他们的人 愿意一辈子跟着李泽民 报答这份恩情 蓝芹完美地做到了他交代的一切 他命不久矣 他的头发染成一样 等到了京城 尸体早已腐烂到难以分辨 又有名牌佐证 必然会以为死的就是我 蓝芹你安心去吧 你弟弟的命就交给我了 这个反派太惨了 之前被老虎咬 如今又身中剧毒 君依展大夫表示 唯有传说中的夜幽坛才能解读 但是那夜幽坛是百年藤蛇的半生植物 要寻得此花难如登天 赶紧飞歌传说秦国公 另外一边 许久没见到李泽民的七宝 打算给他送去刚成熟的玉米 正想着院门被打开 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孩 七宝微微一愣 这孩子和阿泽小时候很像啊 蓝芳表示自己是哥哥买回来的药童 好家伙 阿泽现在竟也不起了同工 就在这时 李泽民文声走了出来 接过七宝手里的蓝子 满脸心疼地表示 瞧把你累得满头都是汗 看着你浓我浓的两人 这拨狗粮来得有点猝不及防 七宝将之前李泽民给他的夜幽谈炼成了药露 说是遇到危险时能派上用场 系统显示 阿泽身上50层防护罩只剩下了11层 具体发生的事情 他也不愿意告诉我 但他一定是遇到了很多次危险 想到这里 地上新出炉的玉米 快来尝尝吧 一日 七宝带着家人把玉米和玉米种子发放给灾民 面对大家的感谢 七宝顿感不好意思 最近中玉米救人 功德之暴涨 也是救他自己啊 李泽民表示我家宝就是心善 这时拐脚出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引起了李泽民的注意 拿着玉米上去试探 你要吗 男子不懈地表示几根玉米就想打发我 你们就趁这几天赶紧吃饱饭吧 这男子的举动有点古怪 另外一边 穆千玄的队伍到了靖州和青州的交界处 便遭遇了流寇 自从进了青州 一路上的流民是越来越多 他们当中还混有黄金贼 正想着 手下活捉了一个贼人 一顿逼问后得知了黄金贼的目标是锦阳镇 那里最近玉米丰收 有不少粮食 穆家兄妹闻言心下一惊 那岂不是傅姑娘他们那里 叔妹妹带着剩下的人尽快回京 虽说圣上只派秦府世子为指挥使 但那秦浩君乃是酒囊饭桶 不一定顶得住 傅姑娘可千万别出事啊 这个女孩重生后想当皇后 没想到自己看中的钱力骨 马上就要领盒饭了 时隔多年 又回到锦阳镇 竟是这样的局面 那里泽民不愧是君王之相 危机关头还留了后手 华丽受秦国公所托赶来锦阳镇 为的就是想办法救活秦浩君 秦浩君你可得撑住 我这凤女之命就靠你了 同时还是要确认 李泽民是不是真的死了 想到这里转头 吩咐展大夫带他去冰窟 迎面而来的是一阵尸臭 立马质问为何没有把尸体冰存好 展大夫表示如今各地都有汗情 很多人都吃不饱 已经没有人治冰了 华丽文言强忍着恶心 上前一探究竟 定睛一看这不就是李泽民吗 顿时笑出了朱叫声 李泽民啊李泽民 这就是你不识抬举 舍弃我的下场 还不是死在我的谋划下 另外一边 李泽民正在思悬赏令 那是秦府为了寻找夜游谈下发的任务 七宝对他的举动表示不解 只见李泽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乱贴东西不太闻名 就撕了他 正说着 远处传来惊恐的叫喊声让七宝回神 大带意思就是土匪进村了 快去报关了 是最近风头很盛的黄金贼 他们突袭了泉水村 抓了很多村民 李泽民文言心中暗骂秦浩君不作为 如今他身中剧毒 三千镇灾将士更是群龙无首 七宝的话让他回神 你赶紧回清幽园带家里人躲起来 我去看看 泉水村遇难 下一个怕是要轮到丰田村了 李泽民自然是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去的 表示自己在镇上读书时 习武学一样样不落 要去就一起去 七宝看着他坚定的眼神 点头硬下 我们一起去 同生死共患难 画面一转 黄金贼大本营中 贼寇正在汇报突袭锦阳镇的进展 根据殿下拟定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 已经占领了周边的几个村子 前朝太子里要文言一脸兴奋 今年汉情 就是上天不满 对当今狗皇帝降下的审法 一将功成万古窟 至于锦阳镇的那些镇民 你们就在我的复仇之路上现身吧 待我日后重归皇位 必轻摇薄税 保你们十年安稳 乍看之下他们是在你们我农文暧昧 其实这是要准备搞事情 七宝满脸疑惑 这时候还吃东西 不过还挺好吃的 正说着 李泽民已经掏出迷香 表示刚才吃的是解药 一会就用这个把他们迷倒 老天也是帮忙 现在风是对着他们吹的 另外一边的黄金贼正喝的欢 率先打下泉水村 为殿下开路 日后抢锦阳振战靖州 老子当属第一功臣了 李泽民文言心中起义 一个土匪头子也能称为殿下 这件事有点奇怪了 你要随风飘散 片刻后贼寇倒了一大片 一起被迷晕的 当然还有那群村民 见时机成熟 李泽民两人开始行动 被唤醒的村民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两人 正是在锦阳镇市周派玉米的 七宝示意他们别出生 不远处可能还有土匪 赶紧去把这些要喂给昏迷的村民 然后一起逃到锦阳镇去 大家加油 指挥使的军队就在前面 李泽民一脸无奈 被这小孩当成了马儿 快跑啊 七宝打去 阿泽意外的受小孩子欢迎了 李泽民猝不及防的开车让七宝一愣 喜欢女孩吗 那以后我们也生一个 众人的嬉笑打闹 让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些许 这是远处传来马蹄声 不知是敌事友的情况下 李泽民表示先躲起来 没想到来的不是黄金贼的追兵 而是郑国公府的牧世子 李泽民立马化身嘖嘖怪 麻烦的人又回来了 正想着 七宝已经冲了出去 此时穆千玄也看到了他 立马停了下来 七宝笑着上前 正要说明现在的情况 谁料穆千玄率先抓过他的肩膀 轻叹一声后表示 幸好你没事 李泽民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放开你的手 穆千玄眸光危暗 这个人忽然出现分明 是在向他宣示主权 没等七宝解释 李泽民上来就表示 自己是他的同养夫 也就是他未来的夫君 穆千玄听懂了李泽民的话 淡淡的一笑表示回应 这人就是奇巧节那天见到的人 七宝赶紧开口转移话题 免得两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古怪 穆兄你回来的刚好 有黄金贼偷袭了泉水村 听他们说 似乎要攻占锦阳镇作为据点 再取下整个竞争 秦敌当前 不宣示主权就等着被挖墙角 见两人开始争锋相对 机智如七宝 立马把话题转移到了黄金贼上面 穆千玄表示 途径青州的时候已经看到消息 这才连夜打回来 李泽民立马接话 已带着几百兵马 怕是没什么用处 千里迢迢赶回来送死 穆家世子不愧是有大财之缘 穆千玄被说得语色 恶狠狠地瞪着他 七宝顿感心累 都什么时候了 你俩能消停会吗 穆千玄关切了七宝几具后跃上马背 表示自己这就去和指挥使军队会合 让他们尽快出兵 李泽民的话让穆千玄差点气死 我会保护好宝的 世子爷就不用操心了 带人走远 七宝忍不住质问 阿泽为什么要故意惹穆凶 人家千里迢迢赶回来也是为了帮助我们 见李泽民没有理会 反而让肩上的小孩闭上眼睛 七宝气不打一出来 我跟你说话了 你还逗小孩 差那间 七宝双唇一热 李泽民不容分说的就吻不上来 好家伙 赌上了嘴 看你还怎么吵架 七宝的李智告诉他不能再沦陷 推开李泽民转头离开 李泽民一脸无奈 他还不能完全接受我 到底在顾虑什么 伸手宽慰全程看戏的小观众 没事了 我们也走吧 画面一转 穆千玄一路直奔秦浩军驻地 要求赶紧出兵 没想到秦浩军没见到 却被华黎扣了一顶大帽子 打扰指挥使休息 当务正在剿匪 秦浩什么时候来了一个这样的人 穆千玄自始至终保持谦卑的态度 有事求见指挥使 还请引荐 秦浩军中毒的事情不能被外人知晓 展大夫表示这位华黎姑娘 是秦浩特派过来主持大局的 穆千玄文言先是嘲笑了一番 秦浩军竟然躲在一个女人后面欺名道士 而后脸色一沉 人命关天 本世子没时间和你这些来历不明的人废话 华黎深知现在不适合对方闹下去的好时机 咬牙表示三千兵马剑一半 剩下的一半保护指挥使得安全 穆千玄开口就要二千九百人 华黎再次让步 就二千 哎呀不要 不要就管 七宝救出了很多村民 但泉水村依然被黄金贼占领着 寄希望于穆兄可以平定祸乱 平安归来 陈氏的声音让他回神 阿则不见了 画面一转 李泽明的身影出现在诛杀反贼的军队中 另外一边 李奥得到消息 郑国公府的穆千玄正带兵赶来 秦号军废物一个 本来不足为据 为何现在会是穆千玄带兵攻来 此人乃是当今朝野上下翘楚一带 实力不容小觑 想着就要准备后路 老大都快要跑了 外面的黄金贼还打得起劲 凭借人数的优势 黄金贼打得游刃有余 穆千玄这边压力就大了 就在这时 林中射出的几枚暗器 正中叛军将领 贼军顿势群龙无数 穆千玄抓住时机杀出一道缺口 暗中出手的自然是李泽民 你卵机是勇气可佳 邦尼一把又合行 成功潜入到了内部 该去做穆千玄做不到的事了 很快他便找到了那个所谓的殿下 既然目标已经出现 立马施展没停手段将他掳走 提前埋伏在附近的白虎 自然承担起了必要的运输工作 看清楚了此人的面容 李泽民脸上的神色骤然一变 这张脸好像在哪里见过 从济世开始 他和母亲就被关在了那个狭窄的地方 除了秦瑞父子 几乎看不到外人 每天都要遭受他们的虐待 从那时候开始 就发誓要杀了他们 有一天 一个衣着华贵的男人来到院子里找母亲 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 只记得他一直在打骂着母亲 最后把母亲重新关进笼子里的时候 他看到了我 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肮脏的野兽 眼前这个人跟他很像 难道是他的儿子 想着就塞给他一颗兔针丸 看看他怎么说 入口即化三秒见效 李奥的眼神立马就迷离起来 我是名律太子 李泽民文言心下一惊 难道说当年那个来见母亲的男人是先帝 八年前先帝突然驾崩 承王联合秦国公府暗中逼宫 假传圣旨 废掉李奥太子身份 最后自立为帝 天下圣传 你已经死在八年前的宫殿中 李奥表示承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对外宣称废太子的死讯 其实我逃了出来 这几年一直在各州流窜 成立黄金军准备复国 李泽民文言嘴角上扬 竟然撞上了前朝太子 日后扳倒秦家可有大用 这个男主大气 主动把天大的功劳送给情敌 穆千玄经过一夜的激战 成功击退黄金贼主力 从俘虏口中得知 黄金贼是废太子的残余部队 连夜追击后 在一个山道发现了李奥的行踪 只可惜他在逃跑的途中遇上山崩 脸都被压扁了 经过对他随身一物的指认 穆千玄确定了废太子的死亡 这个功劳大了去的 剿灭黄金贼的消息 很快便在镇子上传开了 百姓们纷纷松了口气 一时间 穆家军的威名越发显赫 七宝迎上凯旋的穆千玄 正要说点什么 李泽民突然出现假意恭喜道 大破贼军 还抓了什么废太子 这功劳可大了 穆千玄一脸恐笑 穆家为明除害不敢谈功劳 七宝立马上前打圆场 穆兄连夜作战很辛苦 到我们善堂小院歇息片刻吧 没等穆千玄答应 又被李泽民打断 黄金贼滋扰已尽 圣上一定很紧张 关押俘虏上经禀报 才是大事吧 阿泽兄说的对 那么我先回去了 这才刚跃上马 李泽民一掌拍上了马的屁股 走你吧 穆千玄的声音在远处回荡 七宝姑娘 阿泽兄 再见了 这么明显的争论相对 七宝自然有所察觉 阿泽为何要处处针对穆兄 这次若是没有他 李泽民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直接将他拉进了怀里 七宝正要开口 他的嘴边被一个温热的东西堵住 他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耳边传来李泽民霸道的声音 是我的 除了我你不许喜欢别人 七宝脸颊染上了红蕴 你先放开我 面对李泽民的耍赖表现 七宝无奈地表示 我和穆兄之间只是一些事物交集 我们之间的五年之约 我一直记得 而且我也不喜欢他 你的担心完全都是多余的 得到了七宝肯定的回答 李泽民心下一松 立马认错 七宝哪里还不明白 这家伙是在耍小心机 让他表态呢 静止捏起了他的鼻子 以后不许这样 秦昊君的命就是华丽天命凤女的宝藏 叶幽明必须拿到手 虽然带了很多兵马 展大夫还是很慌 叶幽明开花之时 会有百年藤蛇半生 危险至极 富贵险中求 藤蛇算个球 要是救不了人 会让秦国公怀疑他的能力 保不准泄墨杀驴 总之你们的责任就是保护我的安全 本姑娘要是有什么差池 你们各个人头不保 越是往深山里面行走 道路就越是艰难 片刻后 一株叶幽坛映入众人的眼帘 展大夫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藤蛇可能就在附近 话音刚落 一条水桶端粗大的黑色巨蟒就冲了出来 华丽眼击手快 将身旁的士兵推了出去 顺势将叶幽坛连根拔起 面对士兵的求救 华丽丝毫没有理会 趁现在藤蛇被吸引了注意力 正是逃跑的好机会 愣着干嘛呢 死一个好过全军覆没 众人努力完成心理建设后 抛弃同伴撒腿就跑 展大夫一步三回头 瞧那士兵依然断了气 华丽姑娘虽狠 但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不愧是秦国公看好的人 一条人命换一株叶幽明 转头对那些心有余悸的士兵表示 忘掉今晚的是 日后华丽姑娘当上世子妃 你们个个都能飞黄腾达 华丽很满意这些人的态度 算你们实相 一日 七宝正在发愁玉米虽然高产 但灾民实在太多 功不应求嘛 汉情一天不消除 老百姓一天没好日子过 正想着 远处传来骚动 只见三明宫里来的太监 拿着圣旨表示 七宝派种救灾有功 特召到京城论功行赏 广受农术 一时间 围观的吃瓜群众炸了 皇帝这是让妇姑娘上金领赏 顺便还要把种植玉米的技术 推广到整个大唐国 妇家老两口更是热泪盈眶 光宗耀祖了呢 这辈子竟也能上金面手 一旁的李泽民冷静地分析着 如今大唐皇帝就是八年前废掉太子 夺地位的成王 成王和李耀都是当年那个人的儿子吗 几天后 七宝带着爹娘以及阿泽和兰茂一起赴京 一路上看到的是农田干涸 农作物颗粒无收 哀红遍野 七宝不忍 用之前积累下来的功德 每到一个汉帝就用求雨服下雨 加上一路上派发玉米种 七宝等人声名远播 功德值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十万 霸道女总裁穿越成农家女 种玉米缓解汉情压力 得到皇帝赏识召见 偌大的京城对李泽民而言却是充满了危机 到处都是秦家的耳目 还是不要抛头露面的好 然后一脸娇羞地对七宝表示自己周车劳顿 你们去逛吧 七宝见他这样说 只好让他先回客栈休息 带着第一次来京城的爹娘去见识见识 他们在街上逛着 基本上就过了个盐蚁 就在这时 远处的街道上传来惊恐的呼喊声 只见一个身穿华服的少年骑着马重来 丝毫没有避让行愿的意思 傅老爷子被吓了一跳 眼看着马蹄就要朝他身体踩下来 七宝和尘世神色大变 四周顿时发出惊呼 就在马蹄落下的瞬间 那奔腾的骏马却仿佛撞到了什么阻碍 立马停了下来 那马背上的男子自然是落了个人羊马翻的下场 傅老爷子一脸蒙圈 自己啥事都没有了 七宝见状心下一松 幸好此前给家人都兑换了护身符 正想着 那男子的手下已经叫嚣了起来 敢撞我们秦国公府的二公子 你们活腻了吗 七宝表示遇到这种恶人仙道状的 有理说不清 说完就拉起爹娘跑路 另外一边 被扶起的秦佑正立马甩了手下一个耳光 把过错全部归咎于这些护卫 打你还不服气吗 你那是什么眼神 少爷 他们要逃了 另外一个护卫的声音让他回神 以后再找你算账 现在给我去追 七宝见他们追了上来 眼看就要跑不掉了 这时 一家禁欲楼的店面正巧出现在前面 二话不说就将爹娘给拽了进去 秦佑正带人紧随其后 识相地给爷出来 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中年男子立声呵斥 秦府小儿这般无礼 坐马横行 当街闹事 真当这京城是你们秦府的吗 秦佑正见到来人心下一惊 这下不好办了 天天让他们躲进了这地方 转念一想 理直气壮地表示他们撞了本少爷 当然是要 话还没说完就被金一堂再次呵斥 我看得清清楚楚 分明是你坐马商人 别以为你是秦国公的儿子就可以颠倒黑白 再说你不过是个次子 日后继承绝位的是你哥 不是你 我们这些屁民不过烂命一条 说不准封起来一刀就把你扎了 秦公子的命这么金贵 犯不着这般冒险 秦佑正被说得哑口无言 转念一想秦家还有把柄在他们手上 不能硬钢 最终转头愤恨离去 就这么走可不行 见了长辈不应该行礼吗 这是要传到朝堂上 圣上会如何说你们秦府的家教呢 很明显金一堂是要戏耍他 没等他行完礼就转身表示送客 护卫立马拦住原地爆炸的秦佑正 老爷吩咐 整个京城谁都可以扔 就这个人不行 七宝竟然叫陌生男子干爹 父老爷子两人顿时当机 我们家在京城应该没有亲戚吧 七宝进门的那一刻就闻到了药露的味道 猜测对方应该是金元在京城的宗亲 没想到的是来人正是金元的父亲 金一堂同样也闻到了七宝身上的味道 两人一拍集合 当即确认了身份 真是有缘啦 真可谓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正说着 金元急呵呵地跑了出来 说是店里来了熟人 没想到竟然是七宝妹妹 你们在靖州正在救浓的事都传遍了 几人一顿寒暄后 金元表示要进一进地主之宜 好好逛一逛这偌大的京城 七宝文言表示这几天要等圣旨下来再做打算 还要避避秦家的风口 金元一听也对 他们是奉旨进京的 说着就凑到七宝面前 低声说道 你们家那位也来京城了吗 七宝文言轻笑一声 你们神仙解禁吗 阿泽来了呀 好家伙 七宝妹妹居然取笑我 想起之前提到的 她不是担心到了京城会有杀身之祸吗 为何还要冒险过来 找机会问问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画面一转 金元就跟着七宝来到了他们在京城的居住地 李泽民见来人是金元 正巧有事问他 转头就把七宝支走 表示这宅子刚收拾好 你去看看吧 见李泽民开口说话 金元心下一惊 你不是有雅吉吗 李泽民立马猜测你特意过来 绝不是找七宝去就那么简单 我能冒着杀身之祸进京 必有我的理由 你之前提到那幅画中 女子相貌和我极为相似的画在哪里 金元表示上次偷偷去祠堂看画 被我爹发现后揍了我一顿 现在还派人守着 要想拿出来恐怕不太容易了 李泽民笑着表示这些都是小问题 只要你告诉我你家祠堂的位置就行 月黑风高夜 李泽民一深夜行医 击晕了守卫后 顺利进入了金家祠堂 根据金元所说 立马就找到了那幅画卷 画上的母亲一身华服 角色动人 此时的李泽民眼中流露出极为复杂的情绪 她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母亲 在她的印象中 不是在打我 就是在被人打 身上永远伤痕累累 画中这般圣洁纯净的模样 让李泽民泪流不止 正想着 一只大手从身后袭来 来者何人 竟敢擅闯金家祠堂 凌利的伸手煞奈间将李泽民的面具抓掉 看清面容后 金一堂愣住 你是谁 为何和我死去的妹妹长得这般相似 你为何与我死去的妹妹长得这般相似 这句话让李泽民抓狂 你说她是你妹妹 你竟敢说我母亲是你妹妹 你们金家家大业大 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好吗 说着就抡起了拳头 金一堂任由她发泄着不满 丝毫没有还手的意思 我和母亲被囚禁在秦府多年 从未见过母亲娘家人 更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金一堂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 你这眉眼像极了摇耳 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 李泽民见她任由自己打骂 索然无趣 别过头去问道 你说我母亲是你妹妹 有何证据 金一堂捡起落在地上的画卷 她若不是我妹妹 我又为何会把她的画像 藏在祠堂里日夜供奉 她死得不明不白 外嫁女不能进宗亲祠堂 我只得将她藏在这里 起码她不是孤魂野鬼 无家可归啊 金一堂的情绪也感染到了李泽民 摸着眼泪表示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金一堂开始回忆 这一切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我父亲金灵到西域做生意 就会一位西域贵族的遗孀和她女儿 那位西域女子有探测金矿的能力 凭借她的能力 我们金家占据了几座金矿 一跃成为金城名门 我家母亲早逝 后来父亲便娶了那位西域遗孀 她的女儿变成了我一父一母的妹妹 金水瑶 我们金家视她为己出 一家人对她都倍加疼爱 那是瑶儿年方十五 最美好的年华 金城才俊众多 喜欢她的公子更能排到护城河 然而改变她一生的男人就是秦瑞 有一天 瑶儿在街上被几个流氓缠住 秦瑞出现及时解位 秦斗初开的瑶儿便爱上了那位表面 看起来风度翩翩的秦国公世子 相交半年 秦国公派官媒上门求亲 那时秦瑞已有正妻 瑶儿不顾家人反对 答应了下来 瑶儿成亲 整个金城的人都送上了祝福 接在传送美人才子的爱情佳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个美好的归宿 竟是瑶儿的地狱之门 嫁入秦府后的瑶儿极少和娘家来往 我们到秦府求见 秦家人也常常以各种理由拒之门外 偶尔难得回一次娘家 问及情况 总是避重就轻 什么都不肯说 父亲和继母开始劝他和离 瑶儿却死活不肯离开秦府 还和父母大吵一顿 最终摔门而出 与娘家彻底决裂 那时候的我 没读懂瑶儿的眼泪 在听到他消息的时候 就是秦国公府传来的死讯 对于金水瑶的死 金一堂满脸不可置信 秦瑞表示他是难产而死 既然尸体看过了 就让他入土为安吧 几年不曾联系过 他们连金水瑶怀孕的事情都不知道 忽然就传来了难产而死的噩耗 让他如何能够维持冷静 你们秦府到底对瑶儿做了什么 秦瑞表示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里是秦国公府 岂容你们放肆 说着就吩咐手下将他们赶出去 他们要秦家给一个说法 可是他们金家毕竟只是商货 面对秦国公府 自然是没什么能力去对抗的 被拒之门外的金家众人满脸愤恨 然而在刚才的推散中 金一堂发现了瑶儿拽在手里的遗书 当他读到这份绝笔书时 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惊天大火 多年前秦国公府并不受先帝看重 却参与了一桩贪末亏空案 秦主多年挥霍无法短时间填补贪末 一筹莫展之际 秦瑞把目光注意到了瑶儿身上 自导自演了一场英雄救美的戏码 涉事未深的瑶儿就这样坠入一场温柔陷阱 结清后 秦国公便用瑶儿的嫁妆填补了亏空 瑶儿无意中偷听到秦瑞夫子的谈话 被秦瑞发现后 威胁他若是胆敢将此事泄露出去 便要灭了金家满门 为了保护金家 瑶儿选择了忍耐 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故意疏远我们 说到这里 金一堂脸色阴沉 秦家是大 我们没有秦府当年贪末的证据 根本无法发二十年前的案 只能与他秦府相互制衡 现在你出现了 证明当年说你母亲难产而死又是一件谎言 说到这里 金一堂心下一尘 你难道是秦瑞的儿子 李泽民文言差点原地爆炸 放屁 我怎么可能是他儿子 转念一想刚才失态了 立马表示他叫我孽种 所以不可能是他儿子 至于生父是谁也不知道 我从小和母亲被关押 受尽磨难 后来他上吊自杀了 母亲死后 他们把我扔给了人贩子 辗转数年和保洁元 才有了一个归宿 金一堂自责自己这个做舅舅的无能 无论如何你都是荆家人 说着就掏出了家主令牌 可以在荆家的任何裤子取钱 以后我们同干共 只要舅舅能做到了 绝不会推辞 李泽民表示秦夫始终是大 目前不便轻举妄动 对于他们来说 我现在已经死了 这倒是件好事 金一堂分析道 当今皇帝能坐上这个位置 秦家功不可没 秦瑞的妹妹更是生下了四皇子 以及昭月公主 要撼动秦家可以说是男如登天 李泽民却是一脸自信 我非要逆天而行 你知道古代的小三 重生者怎么甘心当个妾室 秦浩君商欲后回到秦子 许久未见家人 自然免不了一顿寒暄 华黎作为外人显得格格不入 倾刻一声刷存在感 场面人秦瑞立马上前表示感谢 不仅除掉了李泽民 更是冒险救了浩君一命 说着就对儿子使了个眼色 秦浩君心领神会 上前就对华黎表达了一番爱慕之意 愿与他结为连礼 华黎也是老场面人了 欲擒故纵地表示救你是心甘情愿的 你已经有妻子了 我不会做小三的 秦浩君则是含情默默地说道 我和徐氏只是父母之命 没有什么感情 只有你这样聪慧美丽的女子 才让我心动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徐氏的清壳声 场面顿时无比甘大 徐元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 端茶给华黎的同时 再次表达了感谢 从百年腾舌口中夺回叶 幽冥救了傅君一命 华黎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接过茶水 谢过夫人 只见徐元善解人意的开口表示 叫夫人就生了 日后你过门 我们便是姐妹了 华黎文言立马起身 夫人和世子郎才女貌 自己不敢有此奢望 徐元轻叹一声 男人三妻四妾才能家大业大 我和浩君并无儿女 这段时间不知为何身体也是越加不好 看着你给秦家续个香火呢 徐氏的大度 获得了秦家父子的一度好评 看着徐元销售的背影 华黎暗道 要笑起作用了 进了秦府以来 我买通了徐氏身边的丫鬟 持续给他下药 如今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差 命不久矣 你以为我华黎愿意去人之下 当个妾室 之后的半个月 附家终于得到面圣的机会 进宫商议推广玉米种植 人靠衣装马靠安 进宫面圣还是得体面些 李泽明更是上来就秀恩爱 我的七宝怎么穿都好看 你们自己去吧 毕竟皇上召见的是你们 我就不去了 太监的催促声让七宝回神 事不宜迟 该进宫了 可是要去做 转头招呼蓝帽王 新国公府赶去 秦府世子妃 徐氏日前莫名病逝 今日出病 人多眼杂 是潜入的大好时机 里面兴许还有母亲留下的线索 门口的秦浩君让他吃惊 想不到他竟能从靖州平安回来 算你命大 不过穆灵月怎么也来了 升官发财死老婆 并称男人的三件大事 秦浩君以为 郑国公府的穆大小姐 是来调念王妻的 谁要上来就质问他 徐妍和我同归发小 这么说起来 真的是要恭喜秦世子了 很快就可以换个老婆了 当着众多宾客 秦浩君不好发作 这让慕灵月更加肆意 转头看向一旁的华梨 这或就是日后的世子妃吧 秦浩君眼睛真的是瞎了 说完转头往秦府走去 本小姐今日是来为徐妍调丧的 不想看见你们的嘴脸 一顿嘲讽下来 秦浩君脸都气歪了 华梨上前宽问 小不忍则乱大谋 随他去吧 与此同时 李泽民带着蓝帽月上后院的屋顶 经过这几个月的训练 蓝帽的身手也凌厉了很多 李泽民让他藏起来放风 若有人来救血鸟叫给他警示 秦浩是我和母亲曾经的弟 我李泽民回来了 另外一边 七宝一脸端庄 带着爹娘迈出皇宫的瞬间 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终于练完胜了 这地方太吓人 总算顺顺利利没有出丑 就在这时 系统发出警告 发现功德系统碎片 七宝意识到事态紧急 立马让爹娘坐马车先回去 表示自己这边还有些事要处理 见马车走远 七宝神情严肃地问道 说清楚 什么是系统碎片 系统表示最近功德值上涨 感应到了碎片的存在 若能寻回碎片 系统功能完善 便能预测到俘获灾难 以后获得的功德还能翻倍 好家伙 若能翻倍 攒够一意就简单多了 还等什么 那碎片在哪里 系统表示距离太远 超过无理范围无法感应 七宝文言心下一惊 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却碎片还会移动 难道是寄生到了人身上 京城这么大 怎么找啊 七宝的字典中 根本就不存在放弃两个字 上来就是一顿沿街翻找 垃圾桶也不能放过 这种漫无目的的找无疑是大海捞针 看来以后只能多在京城走走 碰碰运气 正想着 女子的囚牢声让七宝回神 只见昭月公主正在当街教训人 大大意思就是你勾引了我家的穆千玄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哈主表示木柿子只是偶尔来迎娶商务 并没有过多交集啊 这个公主当街暴打小三 被打女孩不停地喊冤枉 眼看就要闹出人命 七宝文言事情和木柿子有关 果断出手干预 顿时一阵强风吹向昭月公主 立马让她摔了个四脚朝天 吃瓜群众都不嫌是大 笑出了猪叫声 面对众人的嘲笑 昭月公主又羞又怒 谁敢笑本公主 把你们的嘴巴都缝上 此话一出 吃瓜群众一哄而散 当她再次回神时 那个名叫哈主的胡姬早已不见了踪影 药露的效果惊人 胡姬身上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起来 七宝自然也用不着带她去看大夫 哈主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人家救了自己也不便多问 七宝担心她路上再出事 一路相送到家 哈主的母亲木娜 浑身赢了上来 家里来客人了吗 哈主表示今天在酒楼 差点被昭月公主打死 幸亏这位七宝姑娘救了我 木娜文言一阵后怕 对着七宝就是一顿感谢 说着就要掏出钱袋子一表谢意 七宝自然看得出来 他们家境贫寒 这几块玉佩应该也是祖上传下来的 考虑到人家一定要感谢的心情 七宝只收下了这个小小的荷包 把里面的玉佩还了回去 这个荷包上的字好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另外一边 李泽民在情府翻找母亲留下的线索 而是母亲拿来哄她的木头娃娃 引起了她的注意 那时候她时不时就打我 打完又拿着玩意哄我 正想着 在木头娃娃的缝隙中 发现了母亲的手记 大概意思就是 李泽民是他被凌辱后生下的孩子 也是他唯一的骨肉 秦瑞用孩子的命威胁他 只要给那个人下毒就放阿泽离开 为了阿泽他没有选择 更可恨的是秦瑞用药物来影响他的神智 他怕自己控制不住害了阿泽 最终选择自杀 信中充满了自责 只希望孩子能自由地活下去 此时的李泽民已经泪流满面 心中发誓必将途径秦府 正想着 就听到蓝帽的信号 看来是有人过来了 抬眼一看 竟然是秦瑞君 好家伙 来得正好 李泽民怒一正上头呢 掏出匕首就冲了出去 手起刀落之际正中秦瑞君心脏 谁料这家伙穿着卵甲 竟然有所防备 秦瑞君的声音让他回神 抓住你了 滑离前日就算到今日有劫难 今天我就特意穿了刀枪不露的金丝卵甲 还带了两个武士在这里晃呀 果然钓到了大鱼 竟敢擅闯情 你死定了 俗话说冲动是魔鬼 李泽民怒气上头 偷袭没有成功反而落入陷阱 千军一发之际 蓝帽暗中射出的几枚暗器 成功为李泽民争取到了反应的间隙 两个武士回头的瞬间 李泽民早已跑了 秦瑞君断定人肯定还在府里 给我搜 偌大的秦府守卫森严 必须找其他出口才行 这时 慕灵月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眼看后面的追兵就要赶到 想到这里立马跟了上去 慕灵月来到徐原的屋子 整个秦府都在演戏 没有人真正在乎你的离去 你是因为家族联姻才加入秦府的 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场 身后的关门声让他回神 你是谁 没等他说完又被李泽民用刀架在脖子上了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 正想着耳边传来李泽民的声音 帮我个忙 不会伤害你的 这气味 这声音 很是熟悉的感觉 就在这时 门外就响起两人的对话 这里是世子妃的闺房 原本是不好随意进的 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轻视 让慕灵月生气 李泽民松开了捂住他嘴巴的手 请开始你的表演 远远死得不明不白 如今人走了还不得安生 你们要是赶他进来 明天本小姐就上座圣上 好好管教你们秦府的走狗 两个武士想起这个大小姐不好惹 立马认怂表示自己失礼 请问慕小姐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吗 我看最可疑的就是你俩 说着就把他们赶出了庭院 真是气炸了 连武士都赶进远远的闺房 这秦浩君真不是东西 黄顾四周后 李泽民早已不见了踪影 另外一边 七宝从哈珠家里出来 打完这手里的荷包 上面的字迹就是很熟悉 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远处高大挺拔的身影 让他眼前一亮 立马上去和他打招呼 慕兄 我们真是有缘分了 偶然的相遇反倒是让慕千玄更加开心 七宝姑娘 你这一身真好看 这样的开场让七宝顿感不好意思 我们上京受伤 所以换了身衣裳 说到这里 七宝就想到了哈珠 一顿询问后 慕千玄表示他和灵月偶尔会去酒楼吃饭 欣赏他的舞姿 一来二去 虽不太熟 但也算认识 七宝文言认识就好 说着就拉起他的手往酒楼走 哈珠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 不如其来的接触 慕千玄老脸一红 七宝也反应过来自己有点着急了 转头表示你先随我来 具体情况边走边说 慕千玄还沉浸在刚才的碰触中 那一瞬间 我差点以为拥有了你 就算知道永远不可能 不过 即使是你的背影 也愿意一直追寻 这个公主打完小三 还要让酒楼开除她 完全不给人家活路 慕千玄文言愤怒不已 昭月也太欺负人了 差点把人打死 还断人家的生计 酒楼老板在这京城混饭吃 自然不敢得罪公主 表示自己已经派人给哈珠 送了商药和百两银钱 算是给他赔罪 慕千玄表示理解 你们各有各的难处 不会让你难做的 七宝表示隐约 听到他说勾引你什么的 慕千玄顿势汗言 郑国公府和秦国公府 向来不和 昭月作为秦瑞的外甥女 不知为何看上了我 但凡有女子多看我几眼 就会被他记恨 简直是个醋坛子 此话一出 引来七宝一顿夸赞 真不愧是我们世子爷 你死了京城无数少女 慕千玄心塞不已 千万人喜欢又有何用 自己喜欢的那个 却不喜欢我 想到这里对七宝表示感谢 救了哈珠姑娘 毕竟事情是因他而起的 两人闲谈了几句后 七宝想到有事要找阿泽 便挥手告辞 还在京城 随时都能见面的 慕千玄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心中惆怅 终究自己是比不过他 在你心中的位置 画面一转 李泽明回到落脚的庭院 心中的激荡久久不能平静 七宝的声音让他回神 还没等七宝开口 李泽明上去就是一个拥抱 哽咽声让七宝心下一惊 阿泽 你怎么了 只见李泽明跪倒下来 宝不要离开我 曾经以为我是被所有人唾弃的存在 母亲带给我的是虐待和折磨 因为我是个生父都不知道是谁的孽种 是他被羞辱后生下来的孩子 可到了今天才终于得知了真相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身不由己 哪怕我的出生是他最大的羞辱 他却还是为了保护我 付出了一切 此时的李泽明哭得像个孩子 为什么上天要这般对我 七宝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安慰 只能任由他抱着自己 这些不是你的错 李泽明无业者 母亲伤害我是因为被人下了药 失去了神志 为了能让我活下去 他选择牺牲自己 可我却足足恨了他十几年 七宝表示 自己罪魁祸首是那些伤害你娘的混蛋 从现在开始你不是一个人 有我陪在你身边 正说着双唇一热 只见李泽明吻了上来 我至少还有你 今晚可以跟你一起睡吗 七宝点头应下 两人相拥而眠 转念一想 又被套路了 说好了只是睡觉 不能做奇怪的事 七宝被套路和李泽明一起睡觉 说好了只是睡觉 不能做奇怪的事 结果真的只是睡觉啊 一日 睡眼朦胧的七宝瞬间惊醒 因为李泽明贴身携带的名牌 和荷包上秀的自己一模一样 七宝表示这是昨天偶然所得 将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李泽明 李泽明自然认了出来 这是母亲的字迹 随即要求七宝带他去找那对母女 画面一转 两人便来到了哈珠家里 当七宝问起这个荷包时 木娜心下一紧 立马表示这是自己的旧物 也不值什么钱 还是把它还给我吧 就在这时 李泽明将荷包接过 转头问道 你认识金水瑶吗 此话一出 木娜整个人都在颤抖 起身表示自己身体不舒服想去休息 同时下达了逐客令 李泽明的声音让木娜回神 看来金水瑶的孩子 永远都无法报仇了 你确定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说着就摘下了自己的面具 好家伙 这张脸走到哪里都是通行证 木娜按捺住激动的情绪 真的是你 说着抚摸起李泽明的脸庞 小公子 您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李泽明疑惑 为何你认得我 我却不认识你 木娜表示我看着你长大 怎么会不认呢 只可惜等你到了三岁 会认人了 秦瑞就开始诛杀当初小姐的陪嫁丫鬟 当年小姐偷听到秦瑞父子的骗婚计划后 秦家就以金家人的性命威胁他 小姐才开始疏远金家 一次秦府设宴 一位贵宾醉酒后看上了貌美的小姐 秦瑞不仅没有阻止 反而将那人送进了小姐的闺房 后来小公子你便出生了 即使是被凌辱生下的孩子 小姐依然将你作为此生唯一的依靠 后来秦瑞给小姐下药 小姐的神志越来越不清 很多时候 小公子都是由我拉扯的 后来他们开始毒杀见过小公子的人 我因为小姐的恳求 留住了一命 但也被分派到别院 不能再相见 过了几年 在小姐的要求下 秦瑞终于让我和小姐见了一面 那时候我便知道要大祸临头了 小姐知道自己常年被下药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也许活不久了 她交给我一张藏宝图 要我用此来换小公子 我为了防止秦瑞拿到宝图后杀人 要求她先把小公子放走 才把放藏宝图的位置告诉她 后来她派人追杀我 老天保佑 我最后还是逃了出去 后来就传出小姐生死的消息 听到这里 她主已是气不成声 她也是第一次听母亲说起往事 七宝也恨上了秦府 太恶毒了 木娜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小公子活着 一定是小姐在天之灵保佑 话还没说完 李泽民静止跪了下来 没有你 就没有我 请受李泽民三拜 如果你要劝我 请你不要开口 七宝正要说话却被李泽民阻止 木娜说的没错 秦家家大事大 的确不可盲目去报仇 如今皇帝迟迟为立太子 背靠邻国旧府的 邻皇后所生的大皇子 和背靠秦国公府的 秦贵妃所生的四皇子 是当今储君呼声 最高的两位人选 想到这里顿时就有了主意 回去的路上 七宝表示我知道 你要做的事 没人能阻拦 若不能为你母亲报仇 你余生将会生不如死 但是你要答应我 做任何事情都要想着 你的背后永远都有我 李泽民文言很是感动 幸好这世间还有你 一日 邻国旧府门口 管家正在驱赶两个江湖片子 国旧爷吃了你的药 一点用处都没有 邻国旧一脸消瘦 连御医都没有办法治好这病 难道我就这样去见祖宗吗 正想着 门口响起一道浑厚的声音 听到出云子 有丹药可救国旧爷于水火之中 管家顿时炸毛 这些日子不知有多少名医上门 都没半点用处 你这老乞丐 要混饭吃就滚原点 说话间 出云子已经来到了庭院 没有理会管家的叫嚣 此惊丹若无效 平道愿与活就业同身共死 管家没想到这老乞丐一来 就给老爷乱喂药 只见丹药入口即化 三秒见晓 一股暖流在邻国旧丹田处喷涌而出 瞬间感觉自己又行了 立马上前抱住出云子的大腿 大师救命之恩 犹如再生父母啊 转头吩咐设宴 更是表示出云子大师日后 便是我灵府座上贵宾 大师有此先述 我一定引荐给皇上 皇上近年龙体不安 若能得到皇上圣心 你我皆能飞黄腾达呀 没想到比想象中的还要顺利 看着老骗子和邻国旧谈笑风生 李泽鸣心下一席 果然是老江湖 另外一边 恋圣后的傅家奉旨 在京城郊外培育玉米新苗 戏宝刚忙完 正往家里走 路边的八卦不禁落入了他袋 听说邻国旧家里来的大师 本来老林都半只角路土了 现在生龙虎虎 那些妾室又开始怀孕了 戏宝听着不以为然 正想着阿泽那边不知道顺不顺利 伴随着一辆马车飞速而过 系统再次发出警告 难道系统碎片就在这个马车里 七宝心下一横 立马追了上去 当即兑换了大力福 两条腿要想跑赢四条腿 还是需要辅助的 七宝追着马车一路飞奔 最终停到了徐府门口 难道碎片的拥有者是户部尚书的女儿 想到这里立马掏出隐身符 系统表示你要是靠得太近 对方也能感应到你的存在 七宝转念一想 看来还是要小心行事 户部尚书徐震作为徐元的亲爹 是秦国公府的铁杆粉 华黎将以徐府二姑娘的身份 嫁入秦国公府 出嫁前就住这里了 徐震自然不会拒绝再次攀上秦府的机会 秦瑞表示今天借你府邸用 闲杂人等就退下吧 最终只留下秦瑞和华黎 场面顿时陷入了沉默 华黎打断了正要开口的秦瑞 表示已经算到了 近日邻国就辅得出云子神医妙手 已经得到皇上赏识 邻国就和皇后因此大的皇上信任 朝堂之上 皇帝明显更加以众大皇子 此乃老爷的心病吧 秦瑞点头表示姑娘神机妙算 只听华黎继续说道 老爷把我带到此处 是因为有人觉得文明不如见面吧 说完就对着内侍表示 华黎的本事三位贵客见识到了 请现身吧 好家伙 又被他猜中了 来人正是秦贵妃和四皇子 还有那昭月公主 整整齐齐一家人啊 未等秦瑞介绍 华黎就准确地说出了来人的身份 四皇子心下一惊 未来婊嫂真是厉害 他怎么知道我们是谁 秦贵妃更是好奇 那你可猜到本宫今日出宫见你 所谓和事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只见华黎一顿商业互吹 而后表示如今邻国救府竟献出云子 获得圣心 皇帝越见清新大皇子 四皇子若是失宠 秦家威已 被华黎语说到点子上 三人顿时不淡定了 这位姑娘足不出户 却对朝中大事了如指掌 秦贵妃收起了之前的轻视 表情明重的问道 可有破解之法 华黎一脸自信 自然是有的 不过需要见见那处云子 说着就要让秦贵妃找机会 把她送进宫去 让她来会会那个处云子 秦贵妃文言非常满意 本宫来安排 昭越也附和了起来 处云子再厉害 也不过是个神棍医师 华黎姑娘的神机妙算 可比那边厉害多了 四皇子也画起了大礼 等我登基后 少不了表嫂的好处 华黎表示自己 已经是半个秦家人 一切都是应该做的 心里却是另有计较 黎成功又迈进了一步 这个女孩能重生 只是个意外 她却以为自己是天命凤女 贪负秦家成为世子妃 扶持四皇子争夺地位 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华黎正充惧着美好的未来 背后顿时一凉 总感觉自己被人窥视着 难道是自己的错觉 七宝没想到用了隐身符 对方还能察觉到我 深吸一口气调整好状态 一口气把她打晕再把碎片拿回来 就在七宝行动的那一刻 华黎立马起身 对着空气射出几枚暗器 大喊一声保护我 刹内间便有五个护卫飞升而下 七宝闪身躲避 看来对方也不是省楼的灯 护卫一脸蒙圈 这周围也没人了 华黎怒气上头 表示我说有就有 本姑娘要是出了事你们人头不保 给我好好查看 华黎断定这里一定有人 而且是冲着我来了 七宝一脸无奈 这下可怎么办呢 系统看她这么丧 立马表示非常实气非常手段 说着就擅自兑换道具 七宝心下一惊 没等她阻止 就见几枚烟雾弹炸弹被扔了出去 这次就让我来替你做决定 凭空出现的不明物理 在护卫们看来是暗器无疑了 伴随着这些暗器的炸裂 场面顿时一阵混乱 当烟雾散去 众人全部爬窝 七宝质问系统为何要杀人 只听系统淡定的表示 他们只是晕过去了而已 功德系统是不会杀人的 这有个原则 说着就催促七宝快点回收吧 动静那么大 肯定会惊动其他人的 机智如七宝 先给华丽盖上一张隐身符 让她也隐身起来 方便行事 一切准备就绪便开始回收碎片 华丽痛苦地发出喊叫 强行过离她的碎片七宝很是吃力 显然对方下意识在反抗着 这时 秦浩军纹身赶来 什么动静这么大 护卫都被放倒了 怎么不见华丽 转头吩咐马上去找啊 她是秦国公主最锋利的一把刀 可不能出事 系统提醒七宝快点 隐身了不代表不存在 要是被他们碰触到 也会被发现的 七宝表示自己在加快了 先军一发之际 终于完成了回收 正转头准备开溜 没想到华丽在这个时候 恢复了一点意识 下意识地抓住了七宝的脚踝 只见她起身掏出一把医手 向前刺去 正中七宝后背 七宝一个亮枪扑倒在地 此时的华丽也已是强弩之末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前面的身影起身逃离 最终两眼一黑昏死过去 逃出徐府的七宝顿板不顿 那匕首有毒 挨了一刀的七宝 强撑着身体逃出徐府 没想到的是 匕首上居然被脆了毒 徐尚叔父有刺客的消息不禁而走 穆千玄作为京城进军头领 自然带着手下四处追查 很快就发现了街角的血迹 崴角处的一幕让穆千玄神色一沉 眼看身后的手下正在慢慢逼近 转头表示这里什么都没有 你们到别处看下 见手下没有停下脚步 穆千玄立声呵斥道 我说的话都不管用了吗 第一次见狮子大人发这么大的火 两人立马转身离开 穆千玄脸上充满了不景 细宝姑娘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另外一边 华黎的世界一片黑暗 这里是哪里 正想着 这个黑暗的世界瞬间崩塌 坠入深渊的恐惧让他猛然惊醒 秦浩军见证顿时露出关切的神色 你终于醒了 华黎环顾四周 确认了这里是他的房间 回想着当时自己是被偷袭了 隐约看到了一个女子 秦浩军表示大夫看过 你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有些虚弱 说到这里话风一转 几天后姑姑就会安排我们见出云子 你没问题吧 华黎文言轻抚额头 正要算算 只见他神色骤变 我的天道奉命消失了 秦浩军的声音让他回神 没问题的吧 一旁的秦瑞也附和起来 华黎姑娘可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退缩吧 秦家父子面带微笑的表情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无疑是催命符 不能让他们发现异常 我要是没用了 他们会把我一脚踢开 想到这里质问起了秦瑞 老爷给本姑娘配的是什么护卫 三两下就倒了 不仅没有护住本姑娘 似乎也没找到凶手吧 秦瑞顿时甘大无比 姑娘教训的是 以后一定多加防范 场面人秦浩军立马打起了原场 父亲你也真是的 黎儿才刚刚醒来 你就那么着急追问 养好身体为重啊 华黎静止躺了下去 说得好像你没催一样 秦家父子俩甘大的对视一笑 表示我们冒昧了 你先休息吧 带人一走 华黎心下一惊 玩犊子了 没有了天道奉命 我要怎么混下去啊 俗话说冲冠一怒为红颜 穆世子为了七宝公然寻思执法 这里没有可疑的人 此时的七宝身中剧毒 精神世界的他很明显是被保护了起来 回收的碎片正在融合 和此前梨花在黑暗的世界中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伴随着耀眼的金光 七宝缓缓睁开双眼 陌生的环境让他不禁怀疑 自己身在何处 穆千玄的声音让他回神 这里是镇国功夫 你晕倒了 我把你带了回来 七宝文言心下一惊 自己的衣服被换过了 伤口也被处理了 穆千玄表示灵月换了 伤口也是他包扎的 七宝刚松一口气 就见穆千玄一副 要为你喝汤药的架势 本想拒绝表示自己可以了 谁料一激动伤口处 就传来撕裂的疼痛 只听穆千玄关切地表示 你伤口未愈 余毒未清 还是不要乱动的好 七宝看着靠近了的勺子 面带羞涩地点头妥协 顿视房间内充斥着粉色的气息 好家伙 李泽明要是看到这一幕 岂不是要原地爆炸 吃好喝毒的七宝表示自己也不归宿 家里会 还没等他说完 只见穆千玄贴心地 为他擦拭掉嘴角的食物残渣 表示已经派人过去通知你爹娘了 就说你这几天在幕府商量要路的声音 没说你受伤的事 这一刻七宝明显被他满到了 穆兄真的是很温柔 想得又周到 正想着 穆千玄已经起身 表示你休息吧 丝毫没有问及七宝受伤的原因 七宝姑娘想说的时候 自然会说 不想说的话 在下不会去问 离开之前还不忘让他宽心 安心养伤吧 除了你爹娘 没人知道你在这里 穆兄这么维护他 真是个好人了 全程看在眼里的穆灵玉卫哥个暴打不平 明知道你和他之间不可能 为何还要做到如此程度 穆千玄没有理会 淡淡地表示与你无关 穆灵玉文言气不打一处来 我是替你不值啊 你若安好 被胎到老 千玄哥哥很好 可惜有缘无分 穆灵玉表示不反对你就他 毕竟我们是朋友 但看你用情太深 终究没有任何结果 穆千玄却表示我喜欢他 与他喜不喜欢我没有关系 能看见他笑 看见他好 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喜欢一个人是不求回报的 只要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便由衷地感到幸福 兄妹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穆灵玉更是骂他是舔狗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些都被李泽民看在眼里 这家伙对自己媳妇有这样的想法 很危险啊 另外一边 昭月公主在镇国公府 暗插的密探来报 不知为何这几日 那个和穆府做要录生意的女人 一直都住在府里 穆世子还对她关爱有加 昭月文言原地爆炸 哪个狐狸竟敢勾引我千询哥哥 转头吩咐背车 去镇国公府 越黑风高夜 李泽民踏风而行 随手甩出几枚银针 直接将昭月公主的车夫放到 急停的马车 让车内的昭月摔了个狗吃屎 正要斥责车夫不称职 话还没说完 耳边闪过一把医手 车外男子的身影若隐若现 不想死就闭上眼睛 昭月吓得爹坐下来 非常配合地闭上眼睛 李泽民走进车厢的第一件事 就给他喂了一个药丸 很明显这是他惯用的控制手法 此时的昭月没有了平日里的嚣张跋扈 大侠别杀我 只要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一定帮 李泽民文言嘴角微微上扬 表示我是来帮你追求爱情的 男主为了除掉情敌 主动给情敌送女人 昭月公主对沐千玄痴心一片 正是最好的妻子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 保证沐千玄当你的驸马 若是不听话 吃下的毒便无药可解 此时的昭月心情很是复杂 害怕的同时又有点小期待 三天后 七宝身体恢复得差不多 向沐千玄兄妹告别 沐千玄本想送七宝回去 七宝婉拒绝的同时 沐灵月拉住了哥哥 表示七宝姑娘说不用 就由他自己回去吧 说完探向七宝 你说是吧 七宝顿感灵月有点奇怪 也没有多想 望着七宝离去的背影 沐千玄久久没有回神 沐灵月叹息 哥哥用情太深了 一路上七宝还在回想 灵月妹妹今天怪怪的 路边的嘈杂声让他回神 在这个碰瓷横行的时代 路人都对这个倒地的老头熟视无睹 事风日下 太让人寒心了 我送你回家吧 小姑娘心肠真好 回去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七宝表示举手之劳 大叔不必客气 就在这时 老头的闲助手静置身向了七宝的屁股 伴随着手指的发力 七宝顿时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 这是被人非礼了 羞愤之欲猛然将老头推开 老头心中窃喜 只要我摔下去 后面的事就交给其他人了 不出意外还是出了意外 木箱里竟然藏了很多力气 顿时鲜血飞剑 不是说好了只是假摔就可以了 那个人为什么还要我的命 七宝见状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唯一的是捕快出现的时机 正巧看到这一幕 当街杀人 你好大的胆子 七宝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擒住 正要说什么 嘴巴已经被封了起来 不对劲啊 那大叔竟然用命来碰瓷我 这也太理奇了 而且捕快怎么出现的这么快 好像一开始就潜伏在旁边 月黑风高夜 衙门监狱里 捕快把七宝的父母也抓了进来 你们可知道今天死的是荣王爷吗 那是皇室的人 你们等着诸九族吧 陈氏宽为七宝不要害怕 我们知道你肯定没有杀人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这个监狱根本困不住七宝 但靖州还有家人 私自逃走的话会连累他们 另外一边 穆千玄得到消息赶了过来 捕快嚣张地表示上面的人说了 此事牵扯甚大 归大理四果 和与邻居没有关系 世子爷请回吧 冲关一怒为红颜 穆千玄为了七宝拔剑 两个捕快想要阻拦 奈何实力不允许 世子爷 这趟浑水你不该躺 只见穆千玄霸气的回应 赴七宝的事就是我穆千玄的事 说完靖子走向大牢 见到七宝安然无恙 穆千玄心下一松 表示你们放心 我来就是为了查清真相 七宝将事情的经过全部说了一遍 当时那个人摸了我一把 下意识把它推开 没想到就发生了那样的事 现场的捕快和路人都说是你推了它 这个是事实 但那箱子里为何藏了几个钉盘 那一片原本也没有捕快巡逻 又偏偏在你推人后马上出现 陷害宝虽然蹊跷 但这些话还是不要乱讲 毕竟是真的死了人 听穆千玄这样说 七宝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程度 老两口一脸沮丧 这可怎么办了 穆千玄上前宽慰 一定竭尽全力寻找证据 若是意外可酌情减刑 如果是陷阱 只要找到幕后凶手便可脱罪 七宝静置跪下 请穆兄帮忙 我不想连累家人 事不宜迟 我先去办事 就委屈你们在这里待上几天 看着穆千玄离去的背影 容王爷死的那个地方 平时并无杂物 那几个箱子是这两天才堆上去的 还查到容王爷最近见过的人 其中就有昭月公主 容王府多年来无权无视 早已示威 昭月无缘无故找容王爷干什么 想到这里 转头吩咐去公主府 昭月得知穆千玄深夜来访 高兴地一脚踹开服侍他的侍女 快让穆哥哥进来 只见穆千玄一脸严肃地迈进了屋子 直接了当地问道 前几日你去见容王爷 你和他说了些什么 昭月文言轻笑 鱼儿上钩了 转头让侍女们都退下 你来这里躺下 黑本宫一晚便告诉你 既能得到情报 更能得到本公主 是不是很划算了 穆哥哥 穆千玄文言愤恨离去 我可以自己去查 身后传来昭月的声音 那你可得快一点 说不准他们明早就人头落地了 当初公主府 手下就送来一捆血衣 穆千玄下意识地认为 七宝已经被他们用刑 容王府沉寂多年 昭月一定是和他们达成了什么交易 牺牲一个闲散王爷也在所不惜 想到这里穆千玄向公主府折返 你到底想怎样 昭月料到穆千玄一定会回来 泡好了茶阵等着他 本宫和容王府素来交好 我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 随便找个死球当替死鬼 把傅家人放出来 条件就是穆哥哥当我的驸马 只要你放过傅家 我穆千玄当你的驸马 为了让穆千玄做他的驸马 昭月公主不择手段 七宝被陷害入狱 全家住九福 穆千玄怒意上头 你搞出这一切 就是为了我当你驸马 昭月自然不会承认 穆哥哥可别乱说 我只是说可以去和容王府 商量一下而已 不然到了明天 也许就不是一件血衣 这么简单了 而是付七宝的向上人头 穆千玄心下一横 表示同意 那穆哥哥得给月儿一个保证 我才能去跟容王府谈 只见穆千玄咬破手指 写下一份婚书 果不其然 婚书一签 七宝一家就被释放 穆千玄看着傅家人离去 他没有出现 手下为他布置 用你的前途换他们一家姓名 他们还不知道是你救了他们 他们平安就好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七宝一家回到住处 真是莫名其妙把我们抓了 又放了 李泽民早早地等在门口 为他们准备好换洗的衣服 七宝惊讶阿泽怎么回来了 你最近不是在邻国公府 和皇宫只见左洞吗 李泽民表示 得到你们被抓的消息 就赶紧回来了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出来了 说着催促七宝去洗澡换衣服 你怎么知道我要换衣服 从大牢回来 不用换衣服 快去收拾一下 七宝总感觉哪里不对 就是说不上来 一日 郑国公府传出怒骂声 皇室为了权衡外戚势力 驸马不得高进握拳 你当了驸马就不能继承 郑国公府的爵位 前途近毁 哪个公主不行 天天是秦家的昭月 郑国公边骂边打 一旁的慕灵月已是泪流满面 慕千玄表示自己辜负了父亲 辜负了慕府 甘愿受罚 郑国公文言怒意更胜 还不知悔改 慕灵月不忍哥哥受罚 呼喊着求父亲不要再打了 郑国公的威严不容置疑 连你也要忤逆我吗 灵月让开 这一切都是我应该承受的 父亲若不打我 我反而心里不安 不行 要打就连我也一起打 郑国公看到这一幕转身离去 你就跪在这里 三天不准吃喝 慕灵月表示一定是昭月逼你的 我去找他 要他取消这一场荒唐的婚事 慕千玄正要阻止 一阵眩晕上来就晕死了过去 慕灵月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他撕掉婚书 刚到公主府门口 就见到昭月乔装打扮了一番 鬼鬼祟祟的出了门 他那么臭美的一个人 戴面纱干什么 里面有古怪 想到这里就跟了上去 一路跟到酒楼 肯定是来见什么人 商量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酒楼人多眼砸 一时间还真是跟丢了 就在这时 昭月的声音传来 你交代的事情 本公主都已经办成了 现在该把解药给我了吧 李泽明亲自把父亲宝送进大牢 为的就是逼穆千玄入坑 昭月公主更是他的棋子 勾结龙王府 一个废物王爷的性命 将父家人下语 穆千玄爱慕父亲宝 一件血衣就逼他乖乖写下婚书 穆灵月文言心下一惊 是他们和谋害了哥哥 李泽明的声音让他回神 如今你已经得到了穆千玄 往后不准你出现在父家人面前 这熟悉的声音是他 是锦阳镇那个鬼面人 七宝姑娘不是说 那个鬼面人是他师父吗 为何要陷害哥哥 昭月表示懒得管那些屁民 只要穆千玄成了我的驸马 这件事情就彻底过去了 如此便好 希望你这辈子都不需要再见到我 说完提气而去 记得结账 昭月怒意上头 知道了 此时的穆灵月眼眶含泪 不七宝 都是你和你师父干的好事 转头就向七宝的住处赶去 七宝正要上前和他打招呼 灵月你有什么事吗 看着他天真的模样 穆灵月气不打一出来 上去就是一个嘴巴子 都是你害的 七宝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看你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 我就明白了你们都在演戏 昭月拿你的衣服沾点穴 就把我哥哥耍得团团钻 他不敢下令打你 肯定是有人在护诊 七宝表示在牢狱里 我们确实是被要求换求医 衣服被收走了 但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 那我就说明白 你那个鬼面人师父和昭月勾结 先是陷害你杀人 然后用你的姓名来要挟我哥哥 逼他写下婚书 当昭月的驸马 鬼面人三个字让七宝久久没有回神 逼穆兄娶公主 那是一场意外 迟早会查明的 沐兄为什么要瞒着我做到这个程度 赴七宝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糊涂 那是冲得你和哥哥去的阴谋 他为你牺牲这么多 你当真不知道吗 七宝自然是感受到不沐兄的心意 人非草木 熟能无心 一切都是因为你 他喜欢你 喜欢到可以牺牲一切 他为了救你 宁愿放弃世子的爵位 去娶公主 惊中爱慕哥哥的女子不计其数 天天独宠你一人 没想到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们沐家没有丝毫亏欠你们 为什么要害我哥哥 七宝见他越说越激动 上前宽慰 我对天发誓 并不知晓此事 更不可能和别人合谋来伤害沐兄 我那师父的真面目我都没见过 他的行踪从离开锦阳镇后就不清楚了 沐凌月一脸不可置信 然后冷笑一声 我却是有幸见过 他貌若天仙 绝世无双 真该庆幸当初没被他灭口 对于七宝的道歉 沐凌月一点也不接受 收起你那假惺惺的嘴脸 往后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牵扯 昭月也答应不会为难附加 你们好自为之吧 看着凌月离去的背影 七宝心中复杂万千 一个巴掌下去 七宝对李泽明有了新的认知 和沐凌月不欢而散后 七宝沉着脸回到住处 就在这时 李泽明迎面而来 这是我刚从外面买的糖葫芦 七宝愣了一下 你当我是小孩吗 李泽明眼中充满了溺爱 我会像小孩一样宠宁 七宝闻眼甩开他的手 没有再去看他的脸 你最近在做什么 已经在朝中慢慢笼络了一些大官 七宝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再次发问 没有其他了吗 只见李泽明一脸疑惑 没有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七宝没有回答 淡淡地说了一句 希望你以后也像今天一样坦诚 月黑风高夜 李泽明戴上面具跳窗而出 稳稳地落到了屋顶 正要前行 身前似乎有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去路 他疑惑地上前摸了摸 笑着表示我知道是你 出来吧 七宝将隐身符私下 身形顿时显现了出来 宝 你的这些仙术当真有趣 七宝一言不发将他的面具摘去 我早该想到 鬼面人就是你 当初利用黑风债对傅家报复 就是你的手段 李泽明丝毫没有被抓现行的紧张 你不是说傅家人最不致死 但也是罪有应得 后来傅家被放火偷袭 可是我救了他们 想来是慕灵月和你说的吧 七宝没有否认 过往的事情大家互有对错 已经扯平 但是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本来是想把傅家人都杀了 但我忽然变了 你发现了我的秘密 所以才留着我的命 你想要的是我的仙术吧 所以你才说喜欢我 用尽手段逼我留在你身边 李泽明文言不知所措 没想到七宝会这样想他 正要解释却被七宝推开 阿泽你真是太可怕了 我是有多蠢才会喜欢上你 明明感觉不妥 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我只问你一句 目前玄的事 是不是你和赵月公主一起谋话的 此话一出 两人顿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见李泽明倾笑不语 七宝质问他笑什么 换来的却是李泽明的狂笑不已 是我做的 那又怎样 见他丝毫没有愧疚之色 七宝怒意涌上心头 沐兄的前途 还有一条人命 对你而言就那么轻描淡写吗 话还没说完 就被李泽明拉了过去 这时间除了你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在乎的了 谁让他敢亏是我的东西 你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面对比赵月公主还危险 天之狂 傅七宝要赶走李泽明 他承诺五年的约定 也从未对沐谦选有过男女之情 可他不信他 李泽明双眸闪过一丝狠力 我不能容忍他在你身边晃了 无论什么理由 面对男人的疯狂 傅七宝满脸不可置信 心情也越发沉重 放开我 他挣扎着一口咬上男人的手 无法抑制的愤怒 让他将力道加深了几 随即一抹心田在舌尖散开 而李泽明的纹丝不动 却让傅七宝愣愣地松开了口 他的心渐渐下沉 他是真的爱自己吗 占有 禁锢 浓烈地让人窒息 李泽明薄唇轻起 舌尖轻轻舔过手背上留下的牙印 为你疯狂 甘之如鱼 华丽而无害的面孔 此刻显得邪魅一场 阿泽 算我求你 让沐兄的是恢复原位吧 他不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李泽明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写了婚书 以成皇命 这已不是你我能控制的 同为男人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沐千玄的心意 他的女人 绝不允许任何人寄予 你根本 苦笑一声 这样的阿泽实在是太可怕 李泽明的表情僵硬下来 声音逼哑 你说什么 你走吧 离开傅家 如今你已寻得金家 早已不再是孤单一人 傅气宝声音嘶哑 当初是你们把我捡回来 现在又要赶我走 男人眼神变得幽暗 不可能 傅气宝 你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 李泽明语气温柔 态度却格外强硬 如果哪天你离开了我 那我就用傅家所有人的性命 来为我的心思陪葬 威胁之意 傅气宝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内疚 痛苦 自责的情绪席卷而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夜幕暗沉 静力的屋脊上 助力着一个修长的身影 宝 我只想要一个你而已 哪怕折断你的意义 我也绝不允许你离开我 重新戴上面具的李泽明 再一次来到熟悉的屋里 揭开瓦片 露出床榻上熟睡的秦家小少女 秦又争 夜色渐浓 迎出秋光相应 面具男巧然掀起一片青瓦 顺着烛光 白瓷瓶里的透明液体 从瓦空间垂直而下 一滴接一滴地落在炉顶之上 转瞬渗透其中 炉顶温热 鸟鸟香烟升起 很快弥漫整个房间 床榻上的秦又争眉头紧索 细密的汗珠从额头脸颊滑落 陷入梦魇的少年漫无目的的涌荡 嘴里呢喃着什么 不要过来呀 秦又争一脸惊惧地回头望去 背后赫然是一轻面獠牙的恶鬼 张牙舞爪的步步逼近 突然脚下一个猎起 恶鬼迎面扑向秦又争 秦又争躲避不及被一把按在地上 血喷大口就在眼前 拼尽全力也无法挣脱到他顿的尿 冷汗直流 一咬牙一跺脚 秦又争反其道而行 顺势掐住恶鬼的脖子 眼见恶鬼被自己钳制住命脉 少年忍不住大笑出声 恍惚尖尔盼似乎有人在喊些什么 少爷 放手 放手啊少爷 秦又争猛地睁眼 赫然发现手中的恶鬼 变成了府内的小丫鬟 劝着少年愣神 一旁的丫鬟赶忙把人拉开 少爷 我们又听到您做噩梦 想过来咬醒你的 您差点把他掐死了 秦又争看着自己的双手 不敢置信 又 又做噩梦了 看着落荒而逃的丫鬟 少年忍不住眼眠痛哭 丫鬟高高低低的议论声 从屋外传来 看来自己是真的疯魔了 没人注意到屋顶上 与黑夜融于一体的男人 嘴角上跳 笑得邪魅 很快 秦浩君和华黎的婚礼 也定了下来 婚礼办得虽不及娶妻隆重 亦可谓十里红妆 巫衣向中一片热闹 身为新娘的华黎 对此很是不满 世子娶妃 怎么才这么一点人 爹说 你是以徐家二小姐的身份 嫁过来的 此事不宜太张扬 见此华黎也不好多说什么 暗下心中不快 想着有了身份就行 说话间 面容憔悴的秦又争 也来到眼前 稍稍一拱手 恭喜哥哥嫂嫂 秦浩君见状一脸关切 又争 你最近身体越来越差 是怎么回事 精神违米不振的秦又争 只能说出自己 最近噩梦产生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华黎正想表达善意就被打断 不嫂哥嫂的心 我要回去补觉了 看着少年虚浮的背影 华黎心中一律更甚 他这脾气也越来越怪了 就在徐秦两家儿女的大婚之日 秦家少爷却杀死了徐家嫡幼子 按捺不住心中的担忧 秦浩君转头看向身侧的华黎 又争这是怎么了 苦海大师的弟子 能预测出什么来吗 然而失去能力的华黎 根本无从下手 只能胡乱搪塞几句 秦浩君见词也不再多说什么 转身步入正厅 看来单单一个世子妃的地位 还是不够 要尽快为秦家诞下子死 另一边 唯米不振的秦又争 正拖着皮肋的身体往回头 花园内 世家公子们正谈论着什么 听说秦又争现在人不人鬼不鬼 以前他和徐兄并称双裕公子 如今看来 也只有徐少爷一只独秀 人群中一眉目俊秀的少年摇头笑了笑 人家已经够惨了 我们这样说可不多 说着话风却是一转 不过本公子也想看看他现在是何模样 听到这番嘲讽的秦又争 顿时气得神色争鸣 眼眶通红 他攥紧拳头垂向一侧的狼柱 冲着几人大喝一声 闭嘴 徐文斐文声转头望去 正是几人口中调侃的秦家少爷 少年眼底透露出疯狂 满面怒容便伸手向他抓了过来 不带几人反应 徐文斐已被秦又争压倒在地 秦又争魔争一般 双手用力 不停地低语着 闭嘴闭嘴闭嘴 其余几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下摸了 一时不知作何反应 等到被掐得脸色涨红的徐文斐艰难呼救 众人才反应过来 离得近的几人急忙上前拽着徐又争的胳膊 试图将两人分开 快放手啊 不行 他力气好大 眼见此举毫无成效 秦又争又如同失了志一般 徐文斐已是出气多进气少 令人实在没有办法 急忙抱起旁边的大石砸向秦又争 一声惨叫过后 少年身体僵直了片刻 却并未倒下 而是瞬间俯身 一口咬在徐文斐的锅梗处 本就虚弱的徐文斐哪里还有力气反抗 烟红的鲜血顿时洒落一地 这些公子哥见到这场面 一个个吓得跌坐在地 过了好一会 四周才响起阵阵残叫 杀人了 秦又争杀人了 秦家护卫听到动静急忙赶来 才将发狂的秦又争压制下来 同秦国公一道赶来的徐文海 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文斐 看着倒在血泊之中的幼子 无论徐文海怎么呼喊 都毫无动静 好好的喜事便丧事 秦徐两家俨然已经走到决裂的地步 秦浩军和华丽看到这番场景 快步上前 爹 发生什么事了 走之后又发现被护卫嫁起来的右弟 心里又是一惊 秦瑞此时也有些头大 略微思索 迅速安排送客 结束婚宴 随即转身对在场的世家公子们一顿恩威病失 下达了风口令 很快 不相干的人便尽数离开 花园内只剩下徐秦两家 眼见爱子了无声息 徐文海愤怒不已 秦国公 不久前我女儿死在你 现在你儿子又杀了我儿子 这笔账怎么算 不等秦瑞说话 秦浩军已经挡在了弟弟面前 我徐书也不是吃素的 大不了于死网过 秦浩军哑然 一时间空气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凝重 而魔争的秦又争却是不怕死的叫嚣 臭老头 再吵老子把你吃了 眼见事态越发严重 秦浩军求助的转头看向自家老爹 面对徐家的指责 秦瑞心念急转 咬牙做出取舍 杀人偿命 又争你带走 任你处置 要杀要管 我秦家绝无二话 眼见长子还想求秦 直接怒喝出声 别废话 随即转身几步走至徐文海身旁 低声而语 亲家 你我儿子没了可以再说 切勿因一时冲动 坏了两家的荣华富贵 徐文海虽是不满 但也顺着台阶而下 秦国公说的是 说完也不做停留 吩咐人带着秦又争离开了秦府 爹 一定要这么做吗 徐府始终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可以 糊涂 不等秦浩军说完 秦瑞一把将人抓了拐 若是此时与徐府斗争伤了根基 日后储君之争 如何比得过林国府 秦浩军低着头沉默片刻 声音哽咽 我明白了 父亲 秦瑞铁青着一张脸 现在秦府只剩你一个嫡子 你要扛住 秦浩军调整心态后 转身贴见一旁的红衣女子 顿时怒气上冲 一巴掌将人扇倒在地 你不是苦海大师的弟子吗 这么大的灾祸怎么没预测到 紧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我们秦家留你还有什么用 跪倒在地的华里脸色煞白 双眸满是难以置信 一旁的秦瑞亦是目光阴狠地看向他 我现在很想杀人泄愤 华黎心下一己 却父子两人看来是将自己视为弃足了 要想在秦国公府站稳脚踪 他决定动用自己最后的底牌 没有算出秦家有此大劫的华里 很快便惹来了大麻烦 秦瑞失去了一个儿子 还和徐家有了龌龊 心里怎么可能不迁路于他 此时此刻 华黎终于明白 自己正在与虎谋皮 一不小心就是死 秦瑞冷眼看向他 华黎姑娘神迹妙算 你能算到你今日是生还是死 面对赤果果的威胁 华黎唇角微微上扬 轻笑一声 缓慢起身 随手拍了拍裙角的沉堵 靠近两人 我不会死 面对女子的自信 秦瑞声音却是冷了几分 为何 华黎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因为秦府最大的敌人灵国就快要死 闻言秦家父子面面相去 接在彼此眼中看到了震惊 秦浩君心领神会的上前握住华黎的双手 柔声询问 真的吗 梨儿 华黎不悦 淡淡地应了一声 便将手抽了出来 秦瑞心中尚有顾虑 再次确认信息的真实性 这次华黎不再拿巧 直言道 他不死 我死 此话一出 秦瑞再次恢复儒雅淡然的模样 关心地嘱咐了两句 这段日子 你就好好留在府里 哪都不要去了 面对这变相的软性 华黎也仅仅是皱了下眉 对于眼前的秦浩君 他也不再多说 冷着脸变往回头 刚刚还又打又骂 现在一口一个黎儿 真当我是好难捏的 绕过转角 华黎再也绷不住了 连忙扶着墙缓缓 这一次太险了 心里只能寄希望于老天爷 让计划成功 不然就真的死了 邻国功夫内 一脸惬意的邻国 就正在软榻上喝着美酒 享受着服用金丹后的身体变化 心里默默定下 月女三千的小目标 不消片刻 管事便带着几个美女走了进来 都是希望求得丹药的高官所赠 邻国就夺不几人中间 吩咐着 你回去告诉他们 丹药有限 得排队 随手抬起一女子下巴 嘴里却在吐槽当下的锦衣时 美女相伴 游走间鼻翼闻到一股香风 那以你的味道让她微微一正 很快 一袭粉色裸裙 带着薄纱的女子映入影脸 邻国就脸上露出惊艳的神色 一把推开爱事之人 来到女子面前 女子薄纱旗 双眼秋波流转 美艳不可芳舞 淡淡的幽香萦绕在两人身侧 动人的身姿魅骨天成 撩人心魄 邻国就双颊泛起红韵 痴迷的赞了身后 好 这个好 女子羞涩一笑 便勾起男人就往里走 就让小女子来最后国就业吧 明明两个人靠得那么近 却偏偏心里隔着那么远 皇城外的白马寺 桃花盛开 风景美得恍若人间仙境 李泽民带着七宝走进一家首饰店 宝这是我在金家新开的 富七宝面色微冷 他能感觉到少年在尽可能的想要讨好他 李泽民 你不会以为这么一点小恩小惠 就能抵消你的过错吧 他皱了皱眉 伸出手推开地过来的一只金钗 李泽民眸中划过失望 冷身开口 小姐不喜欢 你们就没必要留着了 看着金具的掌柜 七宝恼怒出声 你没必要为难他们吧 我很喜欢 我收下了 可以了吗 这个男人 分明就是故意的 说完瞪了少年一眼 挥了挥衣袖走出了屋子 紧随其后的李泽民回头 瞥了一眼掌柜 快步跟了上去 漫步桃花铃 傅七宝心中的怒气 终于消散了一些 身后处跟着一个修长的身影 不远不近 李泽民遮过身旁 一直开的正念的桃花 笑着跟上少年 宝 这花跟你一样美 傅七宝深吸了一口气 不给好脸 我喜欢一朵花不会折下它 就让它自由枯容 给它自由不好吗 文言李泽民笑意更浓 所以我把这里都包下来了 折不折都只属于你一个人 傅七宝顿胆挫败 这个男人怎么一点 听不懂人话 对牛弹琴 一声娇喝让李泽民不知所作 心中郁洁的女子 转身便往前走 再也不想多说一句 宝 李泽民下意识地将人拉住 紧紧搂在怀里 你究竟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相信我的心意 才能原谅我 你答应过成为我的妻子 压抑而又痛苦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傅七宝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和我一起去见沐兄 向他道歉 解除他的婚约 做到了我们就和好 少年府上靠近脸颊的手 深深地凝视着他 宝 要我李泽民道歉 不可能 他只是让一切加快了速度提前而已 傅七宝怒不可遏地抽回手 跟你真的没法沟通 再给我一点时间 等我事情办完了 回到锦阳镇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最终还是这个答案 傅七宝说不清心里是失望还是难受 他还想说些什么 猛地嗅到肩上传来的味道 神色微变 你做了什么 你手上的味道是哪里来的 傅七宝有些急切又凝重地看着他 瞬间变成土豪的感觉 想想都刺激啊 宝 你在说什么 看着傅七宝的眼神 李泽民脸上的笑意墨地僵硬了下来 你别想骗我 这是阴素的味道 你既然学义肯定认识 这东西要命的知不知道 傅七宝容不得他闪躲 如此浓烈的味道只能说明 他最近经常碰阴素 宝 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分明是一味药材 怎么会要人命呢 李泽民面不改色地解释起来 心中却是一尘 宝竟然知道他的真正作用 傅七宝皱起眉头 这东西虽然有一定效果 但有剧毒 你以后少接触 李泽民点点头 俯身对上女子的双眸 脸上再次有了笑意 宝 你是在担心我吗 真好 原来宝还是关心他的呀 无 无聊 闻言傅七宝翘脸微红 板张脸转过身去 别跟着我 我想一个人静静 说完便朝着桃林伸出走去 李泽民犹豫一会儿 到底还是没跟上去 反正这桃林已经包下来了 好不容易带他出来散散心 还是不要把他逼得太紧了 嗅着空气里淡淡的花香 总算是冲散了那股难闻的味道 呼得脚下一滑 原本平整的地面竟然翻了个转 傅七宝整个人顺着一溜楼梯滚下 头昏脑胀地转了几圈才着地 啪 头顶的石斑草地竟在一次合蒙 重新跟周围融为一体 这一瞬间 傅七宝都是猛的 说好的气韵加深呢 揉了揉撞腾的胳膊 他才抬起头开始打量起四周 白马四下 居然有暗示 傅七宝取出袖中的火折子 满是疑问 借着火光 涌到一侧的反光引起了他的注意 入目所见 几乎让他瞬目结舌 地上净堆放着数不过来的黄金 恭喜宿主 这大概是无主的黄金 既然看到了就带走吧 往后也好住人为乐 傅七宝有些迟疑 往里走了走 赫然发现墙上的一块木牌 吹掉了灰尘 一排囚禁有力的隶书显露出来 救济苍生 苦海无雅 苦海大师 传说钟摆马寺的第一任主持 难道这些就是苦海大师留下来的宝藏 傅七宝有些意外 苦海大师你放心 这些钱我绝对一分都不会贪慕 全用到苍生百姓身上 对着木牌拜了拜 将黄金直接搬到了系统空间里面 他也不知道这些黄金值多少钱 反正堆了一座山 绝对能用很久 在暗示里观察了一圈 傅七宝终于发现另外一条网上的阶梯 你只要安好 便是晴天 暖男木千玄与路 静密的寺院缠房外 呼的响起咔嚓一声 光滑完整的假山竟然裂开一条缝隙 有谁从内而出 这竟然是白马寺 从石门出来傅七宝眼前一亮 身后的那道门也自动合上 和四周融为一体 这地道修得可真地道 完全看不出来也找不到机关 胆凯完的傅七宝喜滋滋地转身打算出去 耳边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哥 你躲在这里有什么用呢 细细分辨 竟是木林月 他下意识地靠近发出声响的禅房 房内传来一阵对话声 帅一指 木林月看着神色平静的哥哥 脱口而出 就为了傅姑娘 毁了自己 你不后悔吗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没什么后悔的 林月 我知道你心有不平 木林月气急 短短一月 他最关心的兄长彻底失去笑容 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 木千玄出言叮嘱 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找傅姑娘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话文说完 便是一阵急促的咳嗽 木林月赶忙上前 窗外的腹气饱平住了呼吸 眼眶末地有些微热 竟然是木家兄妹 我不想让他一辈子都背负着内疚和负担 知道吗 木林月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 他不敢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夫妻宝了 看哥哥一副不想多谈的模样 木林月叹了口气 起身往外走 他知道哥哥来着 也是为了躲那个昭月公主 在这也好养伤 走出禅房的木林月 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木姑娘 请等等 看清了来人 木林月顿时大吃一惊 下意识地看向木千玄出的地方 我只是和家人来着祈福 偶然遇见你们 木兄他怎么了 看起来很不好 木林月冷着一张脸 默然开口 原来你还会担心我哥吗 负七宝递过去一个锦囊和一个白子皮 他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弥补木千玄 木林月心情复杂地抬手伸了过去 负七宝却是下意识地后退两步 毕竟上次的那巴掌还粒粒在目 看着木林月只是接过东西 他才松了口气 事情办妥 负七宝赶忙告辞 我就不打扰了 先走了 他刚转身 就被身后的木林月喊住 面色变得有些僵硬 转头强称笑意 林月姑娘 还有什么事吗 木林月是有些后悔迁怒于傅家人的 就打算还了上次那巴掌 面对她的要求 负七宝露出一丝苦笑 明明是自己对不起他们两兄妹 越想心中越是难安 实在没忍住 上前抱住心善的木林月 林月姑娘 对不起 我会想办法阻止这一切 秦府小龙套 秦佑珍终于变当了 近日传言林国就得了一体袋优香 美艳动人的极品 夜夜升歌 幽香弥漫的房间内 林国就一口就杯的品尝着美酒 梅儿喂的酒都比平时美味许多呀 男人眯着眼十分享受 美人柔弱无骨的依偎进林国就的怀里 一双媚眼却格外清纯 也最近销售了不少 房市都力不从心了呢 现在已经不能满足梅儿了吗 林国就闻言瞬间正色 哪个男人能容忍这般质疑 国师大人可是我推荐的 连陛下都吃他练的丹药 我岂会没有秘密武器 说着就从袖中掏出一盒金丹 这可是国师出品的宝贝 梅儿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耗了这么久 终于肯拿出来了 他呼的将人扑到在软榻上 男人瞬间被迷得七荤八素 不带林国就做何反应 梅儿已经自己动起手来 引得男人一阵大笑 女子娇娇柔柔地缠着他 另外一只手却是偷偷摸上了一旁的锦盒 劝着林国就不注意 取出其中一枚 仰手往窗外一抛 窗檐下 一个蒙面黑衣员早已等候多时 顺手接住飞来的金丹 紧接着便是几个起落 消失在围墙之后 一日一声惊呼传遍秦国公府 秦国公大人 佑正少爷被送回来了 紧接着两个家丁 抬着一副染血的丹架快步走进大厅 秦瑞面色煞白 伸手掀开白布 颤抖的身躯暴露了内心的悲痛 眼前的秦佑正一片冰冷 脸上毫无血色 胸口渗透出大片的血迹 徐老爷传话说 佑正少爷是一件毙命 没让他受苦 一命赔一命 养清了 痛苦 愤怒笼罩着秦昊君 让他忍不住垂地痛哭 佑正 我的弟弟 四皇子登基之日 便是徐府灭族之时 徐府 你给我等着 秦瑞微微仰起了头 泪水缓缓落下 莫名有些凄凉 好生安葬 不得张扬 不得摄灵堂 丧子之痛何以言表 稍稍收拾了情绪 秦瑞转头看向一旁的华黎 立生问道 华黎 林国舅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华黎取出一个金灿灿的药丸 这是媚女从林国舅那得来的金丹 林家就是靠着金丹拉拢朝中大臣 林国舅可谨慎得很了 老爷 富具 单凭林国舅一条命可不足以抵弟弟的命 文言秦瑞一愣 脱口而出 你还有什么想法 华黎眼中划过一丝狠辣 我还能要出云子的命 人家玩头子赌钱 您这赌命啊 天天这么晚 神仙都顶不住 重新找到富气宝的李泽民恐生变故 很快就带着他下了山 京城富家 饭桌上 平静的气氛却是有些诡异 两个老人巧声谈论着 自家女儿和阿泽为何一直闹便 坐对面的李泽民则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眼里只有富气宝 富气宝冷哼一声 撇过头一脸冷漠 不给男人好脸 李泽民呼地转到他面前 精致的面容挂着可怜兮兮的表情 我吃饱了 富气宝气急 将筷子一放便转身走了出去 李泽民神色有些受伤 丢下一句我也吃饱了 便匆忙跟上女子的背影 察觉深厚的动静 富气宝忍不住加快了步伐 他咬了咬唇 阿泽那可怕的占有欲 简直让他无法呼吸 你到底要跟着我到什么时候 富气宝转头对他怒目而视 他的抗拒 让李泽民格外的失落 他忍不住柔声唤他 宝 然后从女子嘴角拿下一颗米 对 一颗米 随即送进自己嘴里 看着男人嘴角的笑意 富气宝又羞又气的怒吼 要你管 眼下邻国就和大皇子一世风头无量 但李泽民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邻国功夫内 一只白鸽悄然落下 女子将信鸽脚上的竹筒取下 抽出里面的纸条 接收到指令的妹儿勾唇一笑 终于要收网了 刚好 我也收够了那只侏罗 就让一切都结束吧 回到屋内 两人又挽起了头子 好不快活 白玉头子旋转于桌面上 买大买小 全品运气 不消片刻 白玉头子摇晃着停了下来 两人定睛一看 邻国就瞬间感觉被抽了火一般 嘀唬到 玩犊子了 妹儿却是娇笑着勾上男人的脖梗 愿赌服输 今晚也要妹儿六次偶 闻言男人面露苦涩 六 六次 这神仙都顶不住啊 妹儿奄然一笑 将一旁的锦盒推到邻国就面前 不怕 你有这个呢 说着便将金丹送入男人口中 金丹入喉 邻国就顿感一股暖流通过四肢百海 来就来 你这磨人的小妖精 男人外袍一拖便扑向女子 你行不行啊戏狗 女子媚眼如丝 喝气如蓝 辛苦操劳半宿的男人无力地倒在软榻上 我不行了 妹儿骑坐在邻国旧身上 阴唇微起 您还差我三次呢 这么快就烟儿了 邻国旧自然不想落了脸面 吩咐女子将金丹递给自己 妹儿乖顺地起身取来锦盒 一步一摇地回到软榻上 随即起身而上 先先玉指捏起一颗金丹便味道男人嘴边 邻国就微微探头 正想吞下 女子却呼地将手收了回去 妹儿眨了眨眼睛 勾唇一笑 翘生生地来了剧 不给你 邻国就哪能受得了这般 伸手就要去拿 妹儿 快给我 喘不上气了 妹儿双眸一咪 冷笑一声 微微一用力 将金丹捏了得吸碎 眼见宝贝没了 邻国就一愣 随即怒意上冲 烦了你 刚要起身 就被一脚踹回她上 你真以为本姑娘会喜欢你吗 妹儿踩着男人居高临下 你真以为自己充满魅力 所有女人都会跪在你面前 邻国就哪还有时间听这些 赶忙伸出舌头舔 是洒落下来的金丹碎渣 你最近吃的金丹早被我掉包了 你一直在透支你的身体 你要精进人亡不行了 此时此刻邻国就才恍然大悟 你是别人派来杀我的 一时无法接受的 他很快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么久以来 我都没让你快活过吗 邻国就显然还想确定一番 见男人如此在意 妹儿故作思考地想了一下 立马漫不经心地吐出一句 气死人不偿命的话 你这若鸡 我装的 深受打击的邻国就瞬间烟了 再也没了最初的气势 随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整个人便直挺挺地往后倒去 头发散落 面如菜色 双眼上翻 愿谁看都是被气死了的模样 妹儿唇角上扬 俯身叹了叹男人的鼻息 果真是死了 任务完成 女子轻笑着跳下软榻 往外走去 殊不知软榻上的男人 正悄咪咪地动了动眼中 只希望这妖精赶紧离开 心里捉摸着 只要她一走自己就有救了 还不忘给自己点赞 眼看妹儿马上跨出门口 邻国就忍不出长呼一口气 逗你完呢 女子冰冷的声音突得传来 门也被紧紧关上 看着吓得不断后退的男人 妹儿慢慢靠近 搞事情 一定要补刀 顺手拿过一旁的软枕 重重地压在邻国就脸上 杀我就算了 还要说我不行 邻国就死不瞑目啊 严防死守之下 邻国就还是挂了 真就射自头上一把刀啊 天接夜色凉如水 窗外细雨横斜 积水顺着屋檐滑落 傅七宝叹息一声 推开枝丫的窗 心事重重 忽然 狼柱背后依靠的身影 吸引了他的注意 狼柱后的李泽民 也很快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宝儿 你怎么还不睡 男人尴尬一笑 打了个招呼 傅七宝闻言 丝毫不想回答 脸一沉 啪地关上窗 从白马寺回来 你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你到底想干嘛 在白马寺你掉进地洞 害我一顿着 我得盯着你 免得你又突然消失了 傅七宝微微一震 随即转身猛地打开窗户 你这大傻瓜 又刮风下雨 跑到这里吹风淋雨干什么 李泽民眸光温柔 却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装可怜博取同情啊 话未说完 就被女子扔出来的一把雨伞打断了 难道你还能一辈子守着我不成 傅七宝淡淡的声音传来 总会有很多事发生 会有很多隔阂横在我们之间 李泽民丝毫不在意 毕竟自己只剩下一个真实的板了 又是这样 傅七宝心里说不出的沉重 牧兄的是 我始终过不去 也不等他再说些什么 便关了窗 李泽民心里有失落 也有愤怒 周围只剩下稀稀利利的雨声 不知过了多久 蓝帽前来报信 不等他说话 李泽民便转身往外走去 他不能让宝卷入其中 得知灵国就合范了的消息 他显得有些惊讶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夜下人在他房里发现尸体 很多人都传他是服侍金丹过量而死 稍稍一分析 李泽民便明白 是有人设计造谣 但是他死了的话 出云子也会被怀疑 要是出云子也死了 那之前的付出都白费了 想到此 也不多做停留 吩咐人继续盯着灵国府 自己便要进攻 刚跨出两步 便忍不住回头 望向那扇透着丝丝烛光的窗户 垂谋眼下心中万千 毅然转身步入雨中 殊不知 紧闭的窗扉悄悄打开 傅其宝始终放不下 逐渐消失的阿泽呀 次日 皇宫养心殿内 秦瑞主动求见 被皇帝单独留了下来 爱卿的意思是 丹药有毒 皇帝灵力地目光 直直看向他 秦瑞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连刻三个响头 言之凿凿千真万确 陛下 出云子图谋害命 乃妖道 邻国就引妖道进攻 当诸九族啊 秦瑞成功骗到皇帝 接下来 阿泽和出云子危险了 听了秦瑞的话 皇帝长须一口气 怒喝出声 秦爱卿 你真当朕傻吗 满朝文武 包括朕都吃了不少 为何只有 邻国就死了 若出云子是妖道 那封出云子为国师的朕 又是什么 秦瑞见此惶恐不已 赶忙磕头解释 以吊东兴 顺势掏出袖中 早已备好的金丹 并且有办法证明 他有毒 皇帝眉头一抿 直接掏出长袖中的金丹 冷声开口 要验 也得验证平时吃的这一颗 死话一出 秦瑞瞬间傻眼了 自己手里的是 加了毒的 皇帝这可没有啊 真是要命 话一出口 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背后早已是冷汗直冒 看着秦瑞哆哆嗦嗦的手 皇帝忍不住出声 爱卿为何如此紧张 验啊 眼看脱不下去了 秦瑞只能苦笑着 就要将金丹 放入眼前的茶杯中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倾壳 皇帝情不自禁的转头望去 见此机会 秦瑞赶忙来了一招偷梁换主 将被好的金丹拿了出来 心里更是默默赞了一句 华黎 好而喜 胸有成竹的秦瑞 直视皇帝投过来的目光 陛下 您看好了 金丹欲水 一圈圈暗黑色 迅速晕染开来 伴随着一股奇特的异味 秦瑞心里也很忐忑 成败再此一举 就看华黎这要给不给力了 他端起茶水晃了晃 便将茶水直接倒在了盆栽之中 一股极为浓烈又诡异的香气传来 原本茂盛的盆栽 很快就哭死了 皇帝见状 神色大害 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丹药有毒 这妖道要害症 来人 去吧出云子 话未说完 就被秦瑞打断 陛下 如此大张旗鼓去抓 未必抓得着 微臣新入门的儿媳 乃苦海大师真传弟子 他有一计 要献给皇上 皇帝目光威乐 个个都打着苦海大师的名号 真当自己是好骗的 但看在贵妃和四皇子的份上 还是决定 将人召见进殿内一见 很快华黎便走了进来 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 皇帝也不多说 大手一挥免了礼 直接就让华黎说说他的计划 华黎掐指一算 七日后五十三刻必有异想 届时陛下便可知 是妖道作祟 皇帝抿了口茶 心怀疑虑 青天间都没发现异想 朕如何姓你 名女以自己的性命 以及秦国公府一家性命担保 绝对没错 秦瑞一脸猛逼 要玩这么大吗 华黎这明显 是要拉上自己一家 眼看背水一战了 谁也逃不掉 秦瑞也只能赶忙附和 皇帝危险的眯起了眼 政策道 七天之后便知真假 出云子寿命忌天 阿则受伤逃跑 老皇帝到底有什么阴谋 皇宫丹药房 心中焦虑不安的出云子 只能到李泽民这里寻求安慰 邻国就死了 皇上一定对丹药有所忌惮 这可怎么办 李泽民对此不以为意 随意的摘下面纱 指出问题的关键 对于邻国就之死 宫里却毫无动作 他隐隐觉得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出云子 还抱着思思侥幸心理 毕竟邻国就的人设 就摆在那里 李泽民直接打断 他的异想天开 毕竟自己谋划的是 非同小可 此时 门外呼的有侍从前来通报 国师大人 陛下传来口谕 李泽民一个闪身 躲在屏风背后 国师方才开口 换人进来 侍从快步而入 传达皇帝要求国师 七日后开谈祭天的口谕 李泽民文言末第的遗政 有点看不明白 老皇帝的意图 出云子松了口气 面上并未表露丝毫 很快便打发了士族 确认人走远后 国师大人顿时放飞自我 主人你听啊 皇上还是相信阿们的 与国师不同 李泽民心里 总感觉有些坠坠不安 京城复府 富七宝猛地从床上惊醒 额间还挂着几滴冷汗 梦里一片漆黑的世界 到处都是人们惊恐的哭喊声 有人望向暗沉的天空 面上满是死灰之色 有人跪下朝着上天磕头 嘴里似乎还在祈求着什么 人群中 阿泽额头流着血看过来 眼眸里带着莫名的情绪 如此真实的压迫感 让他忍不住怀疑 这是不是什么预兆 想到此 七宝再也安纳不住心中的担忧 急忙下床寻找蓝帽 不消片刻 闻声而至的蓝帽 急切出声 傅姐姐 怎么了 蓝帽 你们家少爷 到底去哪里了 在做什么事 快点告诉我 谨记主子吩咐的蓝帽 哪里敢实话实说 只能无力的安慰眼前的女子 眼看问不出来什么 傅七宝气急 一把将人推开 蓝帽也不恼 笑嘻嘻的硬着 只要傅姐姐不为难我就好了 我问你 朗朗白日 会在什么情况下 变得昏天暗地 除了乌云蔽日 面对这么跳跃的问题 蓝帽有些反应不过来 少年眼眸灵动不已 说着便将手俯上眼睫 傅姐姐 你看 人死了 眼睛闭上了 天不就黑了吗 傅七宝 难难地重复着蓝帽的话 脑子里又浮现 梦里阿泽富商的样子 天狗十日 定是妖心出世 将会给世人带来大灾大难 对此身性不已的古人 不是四处奔逃 就是跪地求宽属 一晃七日后 万里晴空 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傅七宝 独自立于庭院中央 微风扶过飘扬的长发 好心情 傅七宝却有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慌和不安 此时的祭天大典早已开始 出云子穿戴整齐的 在高塔上舞动着浮沉 李泽民随时一旁 目光不着痕迹地观察着四周 养为圣神 吴皇为天地立心 出云子高声颂唱着祭天词 老皇帝的御驾旁 除了皇子皇妃 竟然还站着秦国公 面对出云子的卖力演出 老皇帝面上丝毫不表 眸中晦暗不明 秦瑞瞥了一眼华黎 心中有些忐忑 时辰到了吗 华黎微微汗手 掐算了下时间 估摸着是差不多了 御灵军中的秦浩军 同样如此 期待着接下来 即将发生的预言 就在一瞬间 一遍陡声 李泽民猛地抬头望去 刚刚还晴朗的天空 呼得暗沉下来 耀眼的太阳 被黑暗一点点侵蚀 相对于变了脸色的李泽民 华黎则是激动不已 自己可是多活了一辈子的人 他们拿什么跟自己动 陛下是天狗时日啊 楚云子果然是凶兆的化身啊 秦国公话音刚落 天空便完全暗沉下来 老皇帝此时哪里还坐得住 面上血色尽湿 此时此刻 皇城内外都已经乱了套 到处是尖叫和呼喊声 傅琪宝戴着蓝帽 穿行在人群中 寻找消失数日的李泽民 看着一片漆飞的天空 脑海中浮现出上次的预计 作为一个穿越者 自然清楚这种正常的天文现象 可古人是无法理解的 日泉时最多七分钟 甚至可能更短 但是黑暗总是会带给人恐惧 大家不要害怕 这是正常的日食现象 一会太阳就出来了 身旁的蓝帽疑惑不已 傅姐姐 你在胡说什么 快躲起来 傅琪宝心中越发不安 阿泽 你究竟在哪里 国师出云子当场格杀 随时的两个道童 一死一逃 尘埃落定 天上被黑影完全遮挡的太阳 也在此时渐渐露出光芒 老皇帝背后在几人中间 挡住爆炸带来的碎石 华丽心中暗恨 不愧是上一世走到最后的男人 竟然让他跑掉了 浩君护驾不力 未能擎拿妖人 惊扰圣驾 请皇上恕罪 两侧的皇妃和四皇子率先开口 表示秦浩君已经做得很好 说完便转头看向老皇帝 皇上 您说是吧 此话深得他心 说着 就对秦浩君临危寿命一事 赞赏不已 更是直接下令 由他正式担任御林军统领一职 秦府地位水涨船高 秦瑞领着儿子儿媳磕头叩蟹 眼中藏不住的喜色 一旁的真贵妃 心中也有考量 此次事件 大皇子必受牵连 自皇子对自己母妃和舅舅家的付出 自然是看在眼里 与几人不同 华丽则是暗戳戳的提示了一番自家夫君 秦浩君转身下令 立即排查宫内的卧底 尤其是出云子上任后的人 皇帝对秦浩君辞举大为欣慰 眼下除了妖道 自己还收获了明星 陛下 妖道可是由林国就推荐 整个林国府难辞其咎 此话一出 皇帝立马下令收回林家爵位 林氏一族连扁三级 这一战下来 秦家可算大获全胜 林府也被连根拔起 京城郊外 一处不知名山寨内 坐在主位的李泽民 一言不发地看着手下 有人庆幸逃得快 也有人愿意 拿自己的命去报仇 毕竟自己的命都是主子救的 李泽民文言 一把将人拉起 你们张家就剩你一根毒苗 我不能让你们断了后 此时此刻 主子还在为自己考虑 一时间 堂下众人积愤不已 毅然决然打回去 李泽民却是相当冷静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一次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姓名 满心是主子的下属们 唯命是从 纷纷高喊 祖格万岁 眼见着月眼欲裂的形势 李泽民有些尴尬 再喊 可就把御林军喊来了 小的们连忙无嘴 生怕露出一点声响 画面莫名有些蒙 变故发生的如此突然 出云子早已是吓破了他 埋伏在四周的御林军 一拥而上 混乱中有木同管 白色的烟雾一漫开来 人群中的秦浩军 常见一挥 保护陛下 大家小心 前方传来的惨叫声 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 循着声音望去 三三两两的御林军 被先飞开来 这是怎么回事 烟雾散去 一道身影拔地而起 周身气势 恍若恶魔降临 看着李泽民刀枪不入 围攻的士兵 吓得直步不前 很快注意到人群里的秦浩军 李泽民眼中一片绿色 又是秦府 感受到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 秦浩军心惊忍不住后退两步 夫君 身后一道声音 打断了他的思绪 原来是华丽提醒老皇帝可看着了 为了秦家 为了自己 都不能怂罢 很快反应过来的秦浩军 用力握了握手中长剑 你这个妖人 我秦浩军 今日必将你砍于此地 说罢一马当先 带头冲向祭台前方 功成名就 就在今天 无数剑士齐刷刷的 被挡在护照之外 李泽民深知不能久留 宝给的护身符 也快撑不住了 气势汹汹的秦浩军 十剑便砍 我秦浩军与你决一胜负 话未喊完 迎面就是一角 让他猝不及防的跌翻在地 李泽民顺势借力高高跃起 同时扔下几个炸药桶 伴随着地动山摇般的巨响 各州满是凄厉的惨叫 趁着烟雾包裹 李泽民顺势将出云子 一把捞出 眼看贼人脱离包围 秦浩军赶忙命人搭弓 准备射箭 心里暗暗则是松了口气 谢天谢地 小命是保住了 箭在弦上 后排的几名御灵军 却是诡异的对视一眼 报恩的时候到了 几人猛的报起 砍向前排拿弓的士兵 越于半空的李泽民 自然注意到这头 忍不出出声 大狗 二猫 反应最快的秦浩军 转身刺向大狗 万万没想到 皇宫内还有卧底 同时不忘吩咐继续放箭 是要将出云子 及其道童当场射杀 咔咔 随着一声脆响 防护罩阴声而破 身后的出云子 躲避不及 瞬间身中鼠箭 李泽民瞳孔微缩 你的家人我会安置好 你安心去吧 长袖一扫 打落近身的箭矢 紧接着翻身 消失在宫墙之后 一边要为主子保密 一边要照顾七宝的情绪 这样的弟弟 你想要吗 天狗十日结束 京城的大街小巷 都贴上了药团的通缉令 这上面的犯人 你们有人见过的 只要提供线索 都有重赏 立于人群边缘的傅老爹 看着榜上画像 脸色微微有些发白 略微思量 他便不着痕迹地 从一次的墙上 撕下一张悬赏令 可刚揣进怀里 就被身后的官兵叫住 冷汗瞬间爬满傅老爹的额头 他面色忐忑转身 面带笑容地迎了上去 一番奉承 哄得士兵没开眼笑 也就没再多问 总算糊弄过去的傅老爹 紧了紧袖口 心事重重地往家赶 一路有惊无险地回到家后 他立马喊来了 傅七宝和傅大娘 老头子 你慌慌张张地干嘛 傅老爹只是默默 将怀中东西扑开 赫然是一张悬赏令 再仔细一看 话中之人 傅大娘顿时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 这是 见词 傅老爹眉头皱得更深了 看了这么多年 应该不会看错 这分明是阿泽 此话一出 两人便被身后的一阵笑声打断 赫然是傅七宝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完全不相信阿泽是通缉犯 爹娘 你们这是老眼昏花了 阿泽一介平民 怎么可能 听着女儿的话 肩负老爹心中的疑惑 一时被冲散不少 随即两人放宽心的病肩往外走去 而屋内的傅七宝 则是默默拿起那张悬赏令 确认两人走远后 他才仔细辨认起 画上的蒙面少年 越看越是心惊 片刻后 傅七宝便寻了蓝帽 浑身带着难以抑制的怒气 这个你怎么解释 分明就是你家主子 对皇室下手 可是要诸九族 脑海中忽然回忆 那日在白马寺 阿泽身上传来的音速尾 想到此 傅七宝神色顿时变得惨白 你们不会是拿音速炼丹 越发不敢声响的傅七宝 一把拽住蓝帽 今天一定要得知阿泽的下目 眼看蓝帽还是一言不发 他猛的拔出少年身侧的短刃 抵在脖梗上 你不说 我就亲自去找 如果你们敢动傅家人 我就立马自我了断 蓝帽搭拉着脑袋 扑通一声 直接跪了下来 我是老六 也是举人 实际上的最好多多点赞 不要逼我跪下来求你 面低傅七宝的威胁 蓝帽重重的磕起头来 傅姐姐 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情 蓝帽也活不了了 傅七宝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了一跳 够了 你丢起来 少年抬起流血的额头笑了笑 七宝姐姐 要死也不轮不到你 傅七宝实在看不下去 咬了咬牙 挫败的将短笔一扔 蓝帽感激的看着他 七宝姐姐 果然还是心疼蓝帽的 傅七宝一把叫人拉起 你们就会欺负我心软 这是伤药 赶紧止血 说完瞪了少年一眼 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院子 傅姐姐果然还是太善良了 蓝帽也明白 她是不想伤害无辜的人 心中也忍不住为主子担忧起来 好几天没有收到消息了 李二 你可真是我秦家的大功臣啊 爹 已经秦指封你为告命了 秦浩君高兴的宣布了着这个好消息 一双眸子深情的看着华黎 华黎嘴角上扬 双眼闪过得意 这一切 本就是自己应得的 车帘户的被风吹起 一抹熟悉的身影 一闪而过 华黎猛的睁大双眼 探出头往后望去 那熟悉的背影 让他心头一震 是他 他还没死 察觉他的异常 秦浩君一脸关切 李二 你怎么了 他们一家 不是烧死了吗 还有那个人 自己明明看到了他们的尸体 越想越是不寒而栗 急忙派人去跟踪刚刚那人 傅府内 赶了不少路的傅熙流 急切地走进府内 少年满脸欣喜地推门入 爹娘 宝儿 我来了 闻声而来的几人 顿时猝在一起 久别重逢的喜悦蔓延开来 看着妹妹又长高的个头 傅熙流也惹不住笑竹延开 环顾了一圈后 傅熙流疑惑出声 寻找阿泽的去向 傅熙流尴尬一笑 他比较忙 很少在家里了 六个不用管他 傅熙流也不过多纠结 跟梁老说起 参加春围之事 一旁的傅熙流微微一震 为何六个额头发黑 这可是大凶之兆啊 六个 你这一路上有 遇到什么奇怪的侍货人吗 傅熙流皱眉想了半晌 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 对此 傅熙流也不再多说什么 只希望是自己想多了 作为一个专业的杀手 很快牵来一匹马 毕竟儿子现在也是举人 脸面还是要有的 他也不推脱 伸手接过缰绳 到了巨蟹 便翻身上马 爹 娘 小妹 我先去国子间报到 休目之日再来看你们 看着六个额头上 无法消散的黑雾 傅熙宝一颗心 总是七上八下的 上了马的傅熙流 一路往急行 正欣赏着沿途优美的风景 呼得破空之声传来 马匹吃痛 丝鸣着挣扎起来 这是怎么了 一介书生 哪里见过这等场面 重心厚仪 猛地往后再去 眼看就要装上路边的石块 傅熙流下的紧闭双眼 说实时那石块 一道青色身影 从树梢窜出 搜搜一个闪身 便将丢了魂的柔弱书生 给拽了起来 心有余悸的傅熙流 赶忙拍拍胸脱道谢 轻衣男子笑称 路过顺手 可看着那还在发狂的马匹 他稍稍后退两步观察起来 目光掠过马匹臀部 男子手一挥 便发现了其中端倪 不明所以的傅熙流 见他这般 正欲上前询问 就看见男子 已将刚刚所得之物 猛地往左后方甩去 银色光点没入树干 树后之人见识不妙 慌忙顿走 轻衣男子眉头一紧 傅小姐的预感果然是对的 老六被人盯上了 可这也不能明说 想到此 他转头就随意地解释一番 事情解决 两人也不多做停留 就此分道扬镳 秦国府内 华黎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人高马大的凶悍男人 你失败了 刀疤夹着嗓子解释 人家好不容易找到极机会 刚下手就被破坏了 人家想啊 一定是有人暗中保护了他呢 真是个老六 一个杀手长相粗狂 却这般娘娘腔 属实是把秦浩君和华黎 恶心地不行 刀疤兰花指一扣 继续道 那黄庄里都是他家人 还有个貌美女婿呢 此话一出 秦华两人都是一惊 匆匆对事已 秦浩君便打发了此人 刀疤应了声 娇羞地扭着腰往外而去 等到房门关上 华黎才转过头去 大声质问一旁的男人 当初附加人不说 都死了吗 还有那个李泽民的尸体 秦浩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初的李泽民 可是自己亲自动的手 会不会是人有相似 他找了个替死鬼 然后自己藏起来了 不等秦浩君解释 华黎变粗着眉 打起宁可错杀 也不可放过的算盘 稍作思量 他便俯下身 在男人耳边 说出自己的计划 尽力压下心中烦闷 华黎下定决心 但凡见过自己这张脸的人 都得死了 男孩子出门在外 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到国子监入学的复兮流 一心只想着学习 倒也过得自在 听说书斋心上的诗集 他便想着去瞧上一瞧 而在身后不远处的拐角 正是前几日诗 以援手的轻衣男子 忽然 前方一身穿粉色裸裙的长发女子 痛呼一声 摔倒在地 轻衣男子见状 上前两步 姑娘 你没事吧 女子娇弱的扭头 抛出一个媚眼 这妥妥的 就是一背影杀手啊 轻衣男子 被这回眸一笑 差点带走 当场实话 不等他做出反应 女装刀疤 已将手中粉末吹散开来 烈焰红唇 药效挥发 刀疤手一捞 就将人扛上肩 快速转入小巷中 不远处茶楼内 得了信号的华黎 很快吩咐手下 却将人带来 不消片刻 就有人找到傅熙流 声称故人相邀 不明所以得的 他跟着人来到茶楼 推门入 眼看屋内是一华服女子 他赶忙失了一礼 在下傅熙流 姑娘 女子并未言语 而是激动的 在他脚边跪了下来 又说 是我啊 女子摘下面纱 清脆动听的声音响起 傅熙流是知道梨花已死的 此时自然是不相信 梨 梨花已经死了 当年爹娘发现 我还有一口气 便悄悄将我送走 我一直很后悔 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我不是人 这次的相遇 是老天给了我弥补的机会 看到傅梨花这般可怜的模样 一番哭诉下来 傅熙流也就心软了 六叔你们不原谅我 我就不起来 你就让我赎罪吧 傅熙流叹了口气 血浓于水 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原谅你了 起来吧 傅梨花又哭又笑 赶忙起身追问 我听说家中失火 人都死光了 但如今看六叔的样子 想来是没什么大碍 爹娘他们还好吗 说着眼眶又是蓄上了泪 阿泽 阿泽他还好吗 心思单纯的傅熙流 哪会多想 事无巨细的 将家中情况都讲了出来 傅梨花面上不露声色 心中却是震撼不已 李泽民果然没死 闲话片刻后 傅熙流心里开心 便想领着傅梨花回家 梨花却挣脱开来 一副委委屈屈的模样 打算做下心理准备再回去 也是 这是太重大了 你也乃他们老了 怕受刺激 是要准备准备 一看六叔这傻白甜模样 傅梨花当即劝说一道回府 然后再回家请罪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还是没办法让无辜的人 白白送命啊 看着离京城越来越远的傅熙流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梨花 你傅家住这么偏僻的吗 我们还是给家里送个口信吧 六叔 我已经派人送了 傅梨花微微一笑 这陌生又有些危险的神色 让傅熙流隐隐觉得古怪 可又不明所以 丝毫没察觉到身后的异常 杀手刀疤宁笑着上前 一把勒住他的脖梗 哪里还有娘娘腔的样子 女子怨恨的声音逐渐飘远 你很快就能看到傅七宝他们了 黄庄内 傅七宝打开来路顾名的信封 瞬间脸色大变 闻讯而来的蓝帽关切地询问 傅姐姐 怎么了 七宝将信件塞到他怀里 蓝帽 带上你的人 和我一起去救六个 很明显 对方这是针对他来的 要是阿泽在就好 蓝帽没有耽搁 也不见多于动作 羞羞两声口哨 随着一声集合 四周刷刷刷 就是若干到身影 所有人戴上武器 备好马车 跟着傅小姐 力保小姐安全 下达指令后 又将近前一人喊了过来 略带急切的小声道 你迅速去找主人 要快 那人得令迅速消失在原地 循着信件上的信息 一行人很快变到了黑狼山 忽然 满天的剑雨袭来 破空之声响个不停 打头的蓝帽反应最快 猛地勒紧缰绳 下令举顿防守 一些来不及躲避的 直接被设了个透心凉 剑雨刚落 就有巨石滚落 顺着山壁向众人砸来 一时间 人仰马翻 死伤惨重 队伍也彻底乱 正在此时 一伙蒙面黑衣人 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 有中了剑 口吐鲜血之人 还喊着保护傅小姐 傅七宝心下一沉 只怪她大意了 急切地催促着撤退 先离开 众人见状 也是松了一口气 赶紧加快了速度 队伍在树里外 稍作修着 蓝帽也暗暗庆幸 还好傅姐姐 没有以身犯险 傅七宝看着 无辜的人受伤有些难过 拿出一盒伤药 分给众人 随后转身上了马车 她不能拿他们的性命 开玩笑 听傅姐姐的 先离开再做打算 一行人很快往山下去 似有所觉一般 蓝帽回头看了看 被风吹起的车帘 完全没发现 车厢里已经是空无一人 只能想着 是风太大了 到底是怎样的 深仇大恨 才能对血脉 致倾下这种毒手 用上隐身符 偷偷下车的傅七宝 看着队伍越走越远 这才马不停蹄的 往山上赶去 他们本不应该 为了自己的事去送死 隐匿了身形 加上轻身符 靠着危险感知 一路上倒是顺利不少 可四处巡逻的黑衣人 还是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 再一次避开陷阱的他 不得不感叹 幸好没让他们跟着一起来 走走停停 终于到达山顶的大本营 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黑衣人 擦了擦额头 渗出的细腻汗珠 傅七宝长须一口气 可算到了 躲避着来来往往的黑衣人 可这总让他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歇息一想 不就是当年 袭击傅家的那些刺客吗 他们到底是谁 不过现在 最重要的是六个 很快他便发现 一个守卫严密之处 他趁着开门 赶忙提起裙摆 小心翼翼的 从两个守卫之间摸了过去 果然不出所料 房间角落的茅草堆上 正捆着一个人 走近一看 果然是傅刘希 七宝扯下风口的布条 老六吃痛 忍不住惊呼一声 立即引起了门口守卫的注意 就在此时 一只手已经 翘无声息的降门关上 察觉异常的守卫 猛然回头 还未来得及操作 就被使用了大力服的傅七宝 一边一个手刀敲晕在地 傅刘希听到动静 还以为自己又要挨揍 赶忙求饶 傅七宝解除隐身状态 在他耳边轻声道 六哥是我 别怕 看清来人 傅刘希顿时嚎啕大哭 吓得七宝 急忙提醒他近声 傅刘希缓了缓 总算稳定了情绪 将事情经过一一到来 傅七宝心中大害 梨花 他不是死了吗 况且 当年也是他错在先 他竟要杀了所有人来泄粉 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 还有这些人 七宝脑海中一片混乱 不过当务之急 是如何离开着 想了想 两人决定直接跟地上的黑衣人 交换衣裳 找机会再离开 兄妹对视一眼 不由的黑黑一笑 就一双眼睛 谁看得出换了人 再将其中一个黑衣人脸弄脏 头发再遮一遮 不细看很难发现 剩下一人 当然也不能放过 直接拖到草舵 背后藏起来 做好了这一切 两人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傅刘希转头看向小妹 离间就传来一股异香 六哥 你先睡一会儿 万万没想到 梨花竟是从生者 穿越玉上从生 谁更生一筹了 将睡过去的六哥 藏起来之后 七宝才悄悄出了房 四处查探 却一无所获之后 乌得听见一阵熟悉的说话声 他捏手捏脚的靠近 屋内人声越发清晰 这次一定可以杀了他们 竟然真的是梨花 傅七宝身体微微一僵 心跳的飞快 小姑啊小姑 要怪就怪你们傅家对我太狠 阿泽对我太狠了 上一世 我被五叔卖掉 受尽苦难 没想到重生后 还是被李泽民算计 重生 梨花重生者 傅七宝惊讶出声 之前的不理解的都想通了 房内梨花闻声警觉 迅速将面纱戴上 大喝出声 谁 傅七宝点头哈腰 极力显得自己镇定 哑着嗓子阴声 梨花显然没有认出来 冷着声吩咐 刚好 你给我进来 把他给我压出去 七宝心中一跳 全身戒备跟着他进屋 梨花以徐甫二小姐身份 嫁入秦家 难道梨花一直想对付的 都是阿泽 怪不得坊间说他有预测的本事 怪不得系统碎片 不在他身上 此时的黑狼山半山腰 两拨人已经杀在了一起 蓝帽一马当先 带领着一众手下 将马车护在中间 敌我人数悬殊 眼看局势不利 蓝帽心急如焚 主人 你怎么还不来 就在此时 一阵游远极近的马蹄声传来 来人正是李泽明 他的身后 还跟着数十个杀气腾腾的侍从 占据优势的黑衣人 一看来人 面色骤变 快撤 有援兵 主人你可来了 蓝帽一把 铺在李泽明面前 后者淡然一笑问起夫妻宝 蓝帽立马引路 来到马车面前 车帘一掀 傅姐姐在这呢 可空空如也的马车 直接让他愣在原地 我那么大的傅姐姐呢 看到这里 李泽明哪里还不明白 所有人跟我上山 本儿定是为了不让蓝帽他们冒险 用了些仙术 悄悄救人去了 一路快马加鞭 李泽明终于站在了黑狼山山寨门口 秦浩君和傅梨花两人 也来到了对面 真就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秦浩君震惊过后 又是一副了然的模样 李泽明 你果然没死 李泽明眼中满是怒意 冷漠的开口 废话少说 今天你我便做个了断 李泽明 你可认得我 不离花见状 英策策一笑 一把扯下面纱 然而 阿泽哪里记得这一号人物 一脸不屑 谁啊你 秦父两人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傅七宝竟然首认自己的心爱之人 秦浩君英智的扬了扬手 废话少说 李泽明 你可认得他 很快 傅熙流就亮呛着 被一个黑衣人压着跪头在地 秦浩君一脸得意 听说你很在意 当初收养你的傅家人 那你看好了 看到自家主子 眼底闪过的沙翼 被堵住嘴的傅熙流 惊慌摇头 他还来不及躲闪 就被利剑划破了喉咙 顷刻间没了声息 时间磅佛在这一瞬间停滞了下来 李泽明看着眼前的尸体 不发一眼 似乎眼前 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路人甲 心绪更是毫无波动 眼看李泽明不为所动 秦浩君再次摆摆手 给我带上来 这个女孩子 据说是你的未婚妻 她一把掀开遮得严实的黑布 傅琪宝心中震惊 对方的模样 乍一看 居然和自己有几分相似 秦浩君将常见 嫁在女子驳梗之间 一脸得意的看向李泽明 李泽明冷笑一声 刚好我也有礼物送给你 他可费了我不少功夫 身后的手下 扛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 扔在几人面前 黑布落下 露出一身格外华丽精致的宫装 容貌明念动人的女子 秦浩君死死盯着那张脸 不敢置信的睁大了眼睛 竟然是昭月公主 昭月目光落在秦浩君身上 挣扎着呼救 表哥 表哥救我 就连妇梨花都有些失态 竟然牵扯到了皇族的人 计划不能顺利进行了 你冷静一些 我们交换人质 秦浩君沉声抓起地上的女子 随着两人示意 一众手下纷纷后退 场中就剩下四人对峙起来 离得近了 秦浩君才猛地用力 一把将女子推了过去 给你 一身脏污的浅衫女子 裂接几步 稳稳落入李泽明的怀中 宝儿 你哪里受伤了 李泽明下意识地扶起他 关切地询问 可就在他触碰到对方的瞬间 女子忽然抱起 手中匕首直刺李泽明胸口 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女子的攻势便被瞬间卸去 李泽明一把抓住他的手 眸光一沉 淡漠开口 就凭你 你身上的臭味 我隔着老远就闻得出来 说着便您笑一声 手腕翻转 笔手反插进女子腹部 只剩下一声惨叫 场面顿时剑拔弩张 傅梨花见识不妙 赶忙吩咐手下打开机关 不消片刻 以李泽明为中心的地面 咔嚓作响 瞬间裂开 范围内的李泽明和昭月 失去着力点 一前一后落入陷阱之中 看似清醒 傅琪宝哪里还忍得住 想得美 你也掉下去 陷阱边缘的秦浩君 还没站稳 就被身后忽然传来的力道 吓了一跳 而无法收住脚部的傅琪宝 也紧跟其后 双双跌落黑漆漆的地牢 被虐待 被追杀 究其原因 都是因为自己身上的皇室血脉 自然先后掉进地牢 有人惊恐 有人却恍若踏青 一般轻松 毫无底子的昭月 更是直接一头 撞在结实的地面上 不省人事 而有轻身扶附体的傅琪宝 身形翩翩 足间轻点 稳稳着陆 可还没站稳 他就被一只大手用力搂住 跌进熟悉又温暖的怀中 李泽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毕竟宝刚刚 可是亲自动手维护了自己 秦浩君砰的一声 摔得头昏脑胀 一时间竟根本无法动弹 傅琪宝这才干咳两声 别扭的正脱开束缚 站在一旁 缓了缓起身的秦浩君 恼怒不已 恶狠狠的质问 你是谁 性敢背叛我 正愁无处发泄的傅琪宝 一把拧住他的手 你管我是谁 你现在可是我的俘虏 秦浩君吃痛 心有余悸的咬牙威胁 别得意 你们逃不出去的 话音刚落 就被一拳揍的拱起了身子 口中一抹心田 剑舌开来 李泽民上前一步 毫不客气的将一粒药丸 摆进他的嘴里 秦浩君只觉有什么冰凉的东西 从嗓子眼咽了下去 你给我吃了什么 自然是毒药 想活命就听我的 李泽民谋中带着冷意 凉凉开口 你别小看秦浩的力量 什么天下名以我这不到 我秦浩君不会屈服的 叫嚣声还没落下 一把锋利的短笔 就直直插在了他的身前 李泽民手一动 笔手瞬间回到他手中 我现在就废了你 看你怎么当世子 秦浩君一个机灵 深知他不是在吓唬自己 做了太监 还怎么继承爵位 李泽民很满意他的变化 直接开始逼问秦浩 一直针对自己的缘由 秦浩君擦了他额头 渗出的细密汗珠 要怪就怪你 有个狐媚的娘 你以为我们很想搞你吗 当初要是没有他 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 听到他诋毁自己的娘亲 李泽民谋中 闪过让人心颤的杀机 手中红线飞舞 刀光直接笼罩住秦浩君 惨叫声响彻整个地牢 紧接着一个闪声 直逼秦浩君命门 说重点 秦浩君惊恐不已 战战兢兢开口 当初你母亲侍奉的人是先皇 李泽民脸上的神色 顿时就变了 虽然心中早有猜测 可从未想过会是先帝 便是一旁的傅妻宝 都是倒出了一口凉气 无耻又肮脏的皇家人 一个肮脏的真相 令人绝望的威胁 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保护心中所爱 当初羞辱了母亲 让他成为卑贱的 奸生子的那个男人 居然是先帝 感受到他僵硬颤抖的身体 傅妻宝心中一酸 阿泽 秦浩君庞佛失了志一半 你威胁到了当今陛下 所以才遭到抹杀 就是因为你 傅家才时时刻刻 处于危险之中 你就是个温神 你给我住嘴 傅妻宝恨得咬牙切齿 一把掌狠狠地甩在他脸上 担忧地转过身 阿泽 你不用听他的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不是你害的 秦浩君看到李泽民 身受打击的模样 继续补刀 你输就输在不够狠 地牢外的傅梨花 紧接着出声 以金富两家性命做威胁 一边说着 一边吩咐手下去 将黄庄上的傅家二老抓过来 可刚想往外走的黑衣人 不出几步 就被蓝帽一行人拦了下来 哼 你们走了 你们主人能活着离开 你们若是留下 我可以派其他人 深知他说的是事实 一时陷入两难的蓝帽 脸色变得难看 傅梨花乘胜追击 扬言 只要李泽民还活着 就要拿傅家和金家偿命 傅家人都死了 我看你和傅妻宝 怎么长相死守 秦浩君轻蔑了 看着眼前两人 完全是胜券在握的小人模样 一直沉默不语的 李泽民呼的站起 面上没有丝毫被激怒的神色 他一手抓起伴坐在地的秦浩君 一手搂过皱着眉头的傅妻宝 足间稍稍用力 几个起月 便带着二人出了地牢 看着满身血污的秦浩君 傅梨花急切地上前两步 傅君 你还好吗 李泽民谋中灰暗不明 是不是只要我死了 你们就可以放过傅家金甲 嗓音里隐忍的悲伤和痛苦 让傅妻宝有些心慌 生怕阿泽做出什么傻事 脑海中再次呼唤系统 想兑换道具 却得不到任何回忆 傅梨花文言面露喜色 那是自然 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你 李泽民转头看向蓝帽 以秦浩君身体里的毒药为手段 保护傅家和金家 他缓缓地朝着悬崖边上走去 嘴里轻声诉说着 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 傅妻宝和身后众人 忍不住心中一己 从未说过这么多话的阿泽 让人不安 宝儿 往后我不能陪在你身边 你要照顾好自己 李泽民微微一笑 原谅我好不好 说完乎地转身 毫不犹豫地朝着万丈悬崖倒了下去 阿泽 傅妻宝惊呼出声 眼睁睁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坠入深渊 这般危险的境地 顾身符怎么可能确保他活下来 他这个傻子 阿泽 你怎能如此逼迫于我 傅妻宝瘫软在地 泪如雨下 傅妻花亲自跑到崖边 看到李泽民消失在视线之中 才松了一口气 他笑得疯狂得意 万丈深渊 粉身碎骨 李泽民终于死了 收敛了眼泪 傅妻宝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傅妻花 谋底抑制不度的恨意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杀了他 然而一直装死的系统 却忽然有了动静 宿主 不要靠近他 他身上还有碎片力量 如果你们肌肤相处 碎片就会重新回到他体内 傅妻宝手上的动作一致 愤怒质问 刚刚就在装死 现在又来阻止我 强忍着心中的怒意和痛苦 他深吸一口气 用力一动 瞬间裂开的地面 让秦妻两人脸色一变 齐齐后退束 傅妻宝没有多余的动作 只是直直的盯着几人 谋中晦暗不明 你 你可别乱来 大不了于死往后 秦浩君心中慌乱 急忙小声嗶嗶 去把柴房里的傅妻流带出来 我们走 傅妻宝并未理会 转头吩咐蓝帽几人 他现在只想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将伤亡降到最低 不消片刻 昏迷的傅熙流 就被带出了山寨 与几人会合一处 秦浩君见此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怪不得之前李泽民不动声色 原来是掉包了 傅妻宝带着蓝帽众人 离开黑狼山 报仇的事只能另做打算 临走之前 蓝帽不忘转头 以解药为意 威胁秦浩君不准 对金富两家动手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傅妻宝独自转向没人的地方 打算自己一个人待会 他卸下装扮 快步往森林伸出走去 凌乱的步伐有些许迫切 等到确定四周无人 他才冷冷开口 系统 出来 你不是说碎片 已经被你吸收了 傅妮花不可能再感应到了吗 你要骗我多少次 还有刚刚 为什么我要兑换到道具的时候 你居然连界面都给我玩消失 之前没有骗你 前提是 没有肢体上的触碰 再过半个月 就可以放心了 系统干巴巴的解释 丝毫不带感情 然而这番话 却让傅妻宝更加难受 如果刚刚兑换了道具 那阿泽 阿泽他说不准就不会死 他不会死的 深渊之下 有属于他的机缘 系统话语中 带着古怪的欣慰和惊喜 文言傅妻宝一改颓然 抓着系统的手 激动确认 真的吗 这世界的真相 也是时候告诉你了 随着系统话音一落 傅妻宝只觉得眼前迷茫起来 他缓缓闭上眼睛 庞佛坠入梦境之中 梦里面 他回到了锦阳镇的傅家老宅 看到了梨花 祈求傅妻宝 放过李泽民 可千篇一律的 都是少年被虐待的画面 格外的残忍 让他忍不住拼命摇头 世界的主角 原是傅梨花 穿越时空而来的傅妻宝 才是真正的备胎 一片朦胧中 满脸痘痘的少女 拿着银针 凶狠地往衣衫褴的少年身上扎去 傅武将在赌方欠了钱 为了还债 将青植女傅梨花 卖到了青楼 怀恨在心的李泽民 也找到机会复仇 举起屠刀 砍向了恶毒的少女 年仅十二岁的他 砍掉了原主的四肢 塞进水缸中 做成人质 随后一把大火烧掉整个傅家 杀死傅家十几口 唯有迈入青楼的傅梨花 逃过一劫 从此 他截然一身逃入极乐山 意外获得天才地宝 拥有了无尽的力量 他成为土匪头子后 开始烧杀抢掠 攻城掠地的日子 再后来 他进入京城 遇到金家 得知了自己的皇族身份 漫长的十年 他从土匪变成贵公子 利用金家和牧家 终于扳倒了金家 机缘巧合之下 结识一个神秘士族 逐渐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然而 这并不能让他停下脚步 他不甘心当个孽种 决定推翻这个皇朝 就在他登基那天 傅梨花认出了那张熟悉的脸 却也死在了战争之中 称帝的李泽民并不满意 他妄图使用音速 来控制整个大陆 连年战争 兵荒马乱 百姓流离失所 染上毒瘾的人 彼彼皆是 整个大陆陷入瘫痪 一步步走上覆灭之路 庞佛走马观花一般 这一幕幕看得傅七宝 心惊肉跳 人间失去秩序 文明便会崩塌 我自己选择的气韵之子 竟然让世界彻底毁灭 所以我只能想办法 去改变这一切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傅七宝眼前的场景 轰然破碎 这个真相 实在是让他震撼不已 系统继续道 原以为傅梨花 可以让气韵之子改变 没成想 最后也失败了 画面一转 第二是开启 拥有前世记忆的傅梨花 一改常态 处处救济李泽民 结果还是顺着 上一世的轨迹发展 不过放火烧死傅家的人 换成了傅梨花 他的举动 也成功留在了李泽民身边 两人在神秘氏族的帮助下 积蓄了巨大力量 傅梨花的野心 加上未卜先知的能力 也让他顺利成为 母一天下的皇后 然而 同养父的经历 让李泽民无比厌恶男女之事 傅梨花只能被困深宫之中 无休止的战争 整个大陆哀红遍野 再一次纷崩离析 悲惨收场 经历了两世的失败 我变得更加谨慎 直到我无意间 落在了你的那个世界 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要等的那个人就是你 最合适的也是你 傅琪宝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搞了半天 原来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备胎而已 话是这么说 系统尴尬一顿 可就是因为傅梨花 重生两次 他才会有系统最高 作为系统的第二选择 傅琪宝这个备胎 会有逆天的能耐吗 看着眼前越发冷酷暴力的李泽民 傅琪宝心情格外压抑 那个冰冷而残酷的帝王 怎么可能是他认识的那个阿泽 系统沉默了一阵 才继续解释起来 毕竟他现在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希望 有欺压就有反抗 在这两个崩坏的世界里 始终有那么一个人 不顾一切的向李泽民发起进攻 他就是穆家的世子 穆千玄 但他拼尽全力 也只能做到与李泽民同归于尽 并不能改变世界的结局 看到两人双双倒地的画面 傅琪宝到抽一口凉气 整个人颤抖了起来 双遇陨落后 世界依旧是因素横行的人间地狱 这就是没有你的世界 然而这一世的李泽民 为了你已经有了转变的迹象 说到此处 系统越发激动 傅琪宝却是神色复杂 系统你到底是什么 我就是天道 我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持世界的平衡 让其走向善终 我原本在人间留下了一道能量碎片 只有大气韵的人方可找到它 气韵之子若是找到它 世界被毁灭的结局 也许会有一丝丝的改变 千里之外的一处幽谷之中 数十百蚁斗篷人 围坐成员 正进行着某种神秘仪式 密林深处 一个黑色的人影正涉水而出 一步步走进满是瘴气的丛林 头顶快速滑落的一抹心痕 很快吸引了仪式中白衣女子的注意 她抬眸望去 谋底满是惊喜 喃喃低语 地心下行 命定之子 来了 刚刚还盘坐在地的白衣斗篷人 闻言纷纷起身 看向一个方向 映入眼帘的是一道摇摇晃晃的黑色身影 虽看不清斗篷之下的神色 可他们轻快的步伐 却暴露了内心的激动 他们迅速走向那道人影 越是靠近 越能感受到 那人身上的特殊气息 可他浑身的血污 亦能看出 这具身体 已是玩强弩之末 他喘着粗气向前 摇摇欲坠 行至近前 白衣人齐齐跪下 百年时光 他们要等的人终于来了 当先的白衣女子 欣喜若狂 脆生生的开口 天机一族 功赢地心 话音刚落 眼前之人变防扶托力一般 直直往后抖去 不用多余的言语 白衣人群纷纷出手 拖住失去意识的身体 白衣女子收敛神色 虽然气息微弱 但他也能感受到 他身上的真龙气息 随着他一声令下 队伍脚下更是快了几分 不出片刻 便消失在密林深处 昭月死了 秦昊君废了 穆千玄出征 七宝离京 命运的轨迹再次偏移 春去秋来 寒来蜀网 傅七宝亲自前往金家 告知了李泽民的身份 和坠崖的事实 金家伤心欲绝 连妹妹唯一的血脉 都没保护好 是要折服寻击 报仇血恨 同年 昭月因为被李泽民下药 服用完五颗解药后 也毒发身亡 而因此取消婚约的穆千玄 心灰意冷之下 主动请英 出征边疆 这时候 傅七宝才明白 阿泽一早就计算好了一切 从未打算毁了穆千玄 而没了因素的滋养 包括皇帝在内的一众高官 身体更是一日不如一日 秦浩君亦是毒瘾频发 除了每月服用丹药的那天 其余时间都是生不如死 这样的情况下 华丽根本怀不上柿子的骨肉 他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眼看唯一的嫡子这副惨状 秦瑞也不得不开始找寻 其他振兴家族的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 京城里突然流传柿子 非是从生者 知晓长生秘密的传闻 秦瑞对此大为震撼 之前的种种困惑也合理起来 而且长生可是个很诱人的词 为了避免多生祸端 在完成种植玉米的黄命后 傅琪宝也带着家人 回到了靖州 转眼两年过去 傅家人依旧住在 景阳镇新修的宅子里 日子过得倒也轻松惬意 傅琪宝用当初阿泽手上的那帮人 组建了长风标局 一直游走于周边城镇 每次外出便是数月 二老哪怕再舍不得 可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劝不住他的 他们知道他有心结 忘不了阿泽 一直相信他还活着 所有才天南地北的去惩他 如今的傅琪宝彻底张开了 亭亭玉立 一张精致交好的容颜 格外的轻力动人 刚出大门 蓝帽几人就赢了上来 傅姐姐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这次去哪里 傅琪宝闭目凝神 运转天道的力量 很快便感应到 将要发生灾难的方位 他轻声吐出两个字 清城 刚刚的玉井告诉他 那边将会发生一场 比较严重的地震 一名手下对此疑惑不已 毕竟清城那地方 山高皇帝远的 一直很准的 告别了家里人 傅琪宝坐进马车 在标局众人的护送下 缓缓离开了锦阳镇 足足走了半月有余 一行人才来到青州境内 青州多重山峻岭 路途并不平坦 可半山腰上 到处都是散落的旗帜 和杂乱无章的尸体 血迹看起来 时间却是不算长 毕竟半空中 还盘旋着以腐肉为食的秃鹰 目测死亡时间 应该就在一两天前 观看了一番众人的面色 赴七宝神色镇定 直接吩咐车队照常行驶 穿过血腥弥漫的山坳 另一片山坳处 浓烈的血腥味弥漫四处 高高低低的乌鸦声 回荡其中 黑衣男子 猛的将一人踹倒在地 还躺着鲜血的剑锋 横在他的脖壳之间 不宜土匪双手被捆 脖子边上传来的阵阵凉意 让他忍不住 哆哆嗦嗦的求饶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们有看到过任何人 身上带着这个图纹的吗 一袭白衣的女子 晃了晃手中卷步 青拳般的毛子 泛起点点亮光 射人心魄 两个月前 我们截杀了一个伤队 一老一小身上似乎有 他们往青城方向走了 得到想要的答案 白衣女子也不多做停留 转身变足 身后自有人处理 他意味深长的 看了看青城方向 嘴角稍稍上扬 主子要找的人 终于找到了 原本是土匪窝盘踞的大山 此时却躺满了 横七竖八的尸体 蓝帽脸上满是担忧之色 傅姐姐 我们 我们还前进吗 七宝看他们脸上 并无暗黑之色 直接开口 继续进青城 靠着傅七宝那诡异的好运 一行人加速向前 虽是尸体不少 倒也顺利到达目的地 青城是一座极为繁华的所在 古朴的城墙外 两侧是神色肃穆的守卫 按照惯例 蓝帽和守卫寒暄了几句后 交了银子 一行人便进了城 没走几步 前方便传来一阵喧哗之声 好小子 竟敢偷到本大爷头上来了 只见依华服男子 正对着脚下之人拳打脚踢 那人身穿粗骨麻衣 愣是一声不吭 蓝帽见此 心有不忍 转头开口询问 傅姐姐 要去帮忙吗 傅七宝抬谋一撇 并没有第一时间同意 而是打算先看看 孰是孰非 他妈的 你把老子的银子藏奶了 华服男子 几乎搜了那人全身 都没有找到银子 最后实在是打得自己没了力气 方才作罢 算你嘴硬 就当老子赏你了 说完狠狠脆了一口 转身离开 徒留地上动弹不得的人影 也不知是死是活 啪了半嗓 那人咬着牙挣扎起来 随后啊的一声 吐出一定银子 遍布血污的一张脸上 扯出一抹笑容 颤颤巍巍的捡起银子 就往一个方向去 陈大夫 陈大夫 我拿钱来了 少年哑着嗓音 一边喊 一边敲打着医馆大门 开门的大夫明显认识他 一脸的惊讶和不紧 你怎么弄得浑身是血啊 我偷了那个恶霸的钱 你们不是说他整天欺难罢你吗 我这教曲之于民 用之于民 臭小子太胡闹了 陈大夫一把将平嘴的小子 拽进医馆 生怕这话被人听了去 毕竟这山高皇帝远的 那些人就是王法 自己这些平头老板性 哪敢多生是非 看着有些破旧的医馆 再想想刚刚那一幕 负妻宝心里这才定了主意 挨了一顿毒打才得来的银子 原来是为了在医馆躺着的叔叔 就连大夫都忍不住感慨 这一老一小 竟然能穿过土匪窝进入清城 简单收拾了一番的少年 快步来到两人跟前 叔 你没事吧 老人一见满身是伤的少年 急忙起身 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少年跟前 你怎么伤成这样 这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怎么向黄 黄泉之下的你爹交代呀 少年毫不在意的甩了甩胳膊 我撞着呢 我还可以出去干活 给叔买药呢 老人虽心中宽慰 但仍放不下心中忧虑 但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 眼见几人聊得差不多了 负妻宝缓步进入医馆 静止来到陈大夫面前 将一物塞进他手里 这里有一些钱 算是我捐给你们医馆的 以后拿去买药 接过手中银票 陈大夫一脸震惊 三千两 这是哪家的千金小姐 出手如此阔绰 他赶忙将银票退还 却被负妻宝直接拒绝了 就当是为了倾城的百姓 见对方如此 陈大夫也不好再推脱 赶忙做了个一 聊表心中谢意 言罢 负妻宝才转头 看向一旁的少年 听说 你想找些生计 我一行人出来倾城 人生地不熟 我需要一个相保 你有没有兴趣 事情敲定后 少年当即回到 医馆后方的一处灰暗小屋 打包收拾行李 负姐姐财大气粗 心地善良 如今乱世 我们跟着他会更安全一些 神色还有些苍白的老人 眼里满是心疼 如果不是当年 少主何必受这些折辱 话音未落 便被少年直接打断 临在城下里 不要再叫我少主了 现在的我还有什么资格 父亲已经死了 我就只是个普通老百姓 以后你就是我叔 老人闻言 普通跪地 少主 你可不能这么想啊 你可是他唯一的血脉啊 临在手中的动作一顿 嗓音更是冷了几分 我们现在活着都难 还谈什么复兴 老人神情里多了几分愁苦 如今跟在少主身边的人都去了 要想回去只能另讯他法 临在知道无法改变他的想法 自顾自地取出一个深色锦盒 一切都是因为他 生怕锦盒掉落 老人赶忙颤巍巍地伸手去接 毕竟这可是他们最后的念想了 如果可以的话 他甚至宁愿这辈子都不知道那个秘密 平平淡淡的生活哪里不好 不再多说什么 临在叹了口气 重新将锦盒装起来 他现在心心念念的是那个人 父姐姐对陌生人尚且心怀善意 跟在他身边 说不定还能有一条新的出路 刚答应聘请两人作为队伍的导游 转眼就预感到危险降临 这个有迷惑能力的圣女到底是敌是友 临在两人的秘密又是什么 夜幕落下 少了白日里的喧嚣 此时的清晨显得格外静靡 忽然 一阵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扣扣扣 声声打破这一城的季节 陈大夫匆匆忙忙地披着衣服往门外去 心中思损着又是哪个急症的街坊 奇料打开门就被吓了一条 外面是一群黑衣队伍 这么多人准备好事 谁知白衣女子直接一把抓住门飞 随即微微用力 便将大门彻底打开 他眸底右暗 直接看向陈大夫 轻冷的声音响起 林在 在哪里 经过他们多方查探 那小子最近两个月都在此处疗伤 自己的预测不会错 他和他说 今早跟一个叫夫妻宝的富姑娘走了 说是去附近的村落救灾 白衣女子有些傲慢 又晚一步 不再理会 直接带着人转身离去 逐渐恢复理智的陈大夫夫去额头戏汗 心底一阵后怕 刚刚那个女子有些诡异 只是不知道他们找林在干嘛 也庆幸夫妻宝他们离开的正是时候 时间回到早上 本想暂留两日的夫妻宝 心中陡然一紧 直接吩咐马上启程 随行的林叔一边感谢收留 一边介绍两人的经历 虽然来到青城只有两个多月 但为了寻耀 林在已经走遍了青城 对着周边的大小村落都是非常熟悉的 夫妻宝谋中划过赞赏 毕竟乱世之下 还能外出寻耀 已经是有情有义了 听说最近的土匪都被搅了 只剩下一个猛虎寨 看这势头 估计被灭也是迟早的事 林在那不自然的神色 很快吸引了夫妻宝的注意 他看了看少年攥紧的拳头 眉头稍纵即逝的微微一重 似乎 这孩子因为匪患 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不想继续这沉重的话题 林在挠挠头 询问起队伍此行的目的地 夫妻宝微微凝神 目光落在窗外的山栏之间 就去最穷最偏远的村子吧 除了赏五稍坐歇息 车队一路急醒 终于赶在日暮之前 到达了云开县 不消片刻 一声接过一声的锣鼓声 就传遍了这个不大的小山村 蓝帽敲着锣 嚎着嗓 诗周派饭了 有米有肉 免费领取 人人有份哦 久闻静周有个父姓小姐 广即平民 旧苦旧难 今天终于到我们村子来了 也不知是苦了多久的村民 拖家带口地循着罗胜 来到临时搭建的草棚前 傅七宝指了 旨意旁捐着的家庭家储 温声提醒村民们 还可以领一只回家 这一幕直接看得 临在两人目瞪口袋 感情他们这是傍上大款 一事无忧了 就在队伍井然有序地开展时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三个粗壮男子 喂 小姑娘 傅七宝转头看去 微微一正 心想这来是闹事的 一味地忍让和纵容 只能换来更多的恶毒 何况他人也只能就一时之急 乱世当道 竟然还有人免费发送米粮 这一消息很快吸引了不善之人 蓝帽几人当即摩拳擦掌起来 毕竟这一路可是平静的有些过分了 可正当两人想上前一盏伸手时 却注意到傅七宝让他们走开的手势 啊好无聊 好无聊 好想打架呀 欲哭无泪的二人只能心里一谋 打头的独眼恶霸一脸凝笑 他挥了挥手中铁棍 实相地自己让开哦 傅七宝面色平静 素手扬了扬 淡淡出声 你要拿就拿呗 能拿多少是多少 本以为还要再恐喝一番 结果这么轻易的成功了 反而让几人摸不着头脑 这米粮就这么多 要是被他们拿走 你们就得继续挨饿了 天灾我们控制不了 可事事都要靠他人救济 可救不了一兽 傅七宝也不多停留 直接退到一侧 村民们文言低声议论起来 毕竟那三个恶霸平时的做派摆在那里 谁敢惹 几名恶霸根本不将众人放在眼里 七手八脚的就开始搬起粮食来 凌再咬了咬牙 强压下心中的愤怒和恐惧 快步从人群里走出 他猛的一跃 抡起手中木棍就朝带头的恶霸头上狠狠砸去 你给我放手 根本来不及拉住他的凌书 惊慌失声 不要啊 一边喊一边上前 话音刚落 凌再手中的木棍已经落在了恶霸脸上 整个人也被打得摔倒在地 搬粮食的两人健壮 直接围了过来 恶狠狠地看向上眼 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此时的凌书已经挡在了凌再面前 哆哆嗦嗦地让倔强的少年赶紧跑 凌再还未出声 恶霸二号就已经将脚落在了老人身上 嘴里更是骂骂咧咧 随即两人又收拾起出风头的凌再 少年也只能抱头在地上翻滚来保护自己 这可怎么办 那小孩也不是我们村的 他为什么要出这个头 要遭殃了 围观的村民还在巧声议论 挨了揍的凌再 已经被压着跪在了独眼恶霸面前 他揉了揉高肿的脸 奶奶的腿的 今天老子不把你宰了 你就不知道老子的手段 你们就这么看着吗 你们甘心吗 连自己的东西都保护不了 还期待外人来救你们 阵笼发聩的呐喊 换来的也只是村民们无声的沉默 压弯的背脊如何直得起来 独眼恶霸扫了一眼众人 很是得意 毕竟在他看来 林仔完全是在浪费口舌 他宁笑着举起手中大刀 就要送走这个冒犯自己的狂妄小子 乖乖受死吧 就在这时 人群里不知是谁猛地砸了一颗石头 正中他举刀的右手 恶霸转头怒骂 谁扔的 不要命了吗 知道惹怒我们的后果吗 还没看清是谁 迎面而来的密集石头语 就让三人捂着头慌忙躲闪起来 刚刚还怯懦的村民 此时已经换了一副面子 你们滚出这个村子 一贯是强凌弱的恶霸心中一阵 这恍如实质一般的压力 让他们后背发毛 随着一声哀嚎把腿就跑 只恨爹妈少给了自己两条腿 老大 老大等等我 这狂拽酷帅吊炸天的背影 可不就是我们的男主角阿曾吗 本事来打劫的恶霸 此时却被一众村民打得还不了手 看到落荒而逃的几人 林在咧嘴一笑 真是些欺软怕硬的家伙 胳膊上传来的力道 打断了少年的傻笑 原来是刚刚的村民 谢谢你 小伙子 是你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勇气 不然我们可能会耸一辈子 林在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有点不适应突然热情的村民 傅琪宝虽然从始至终都没插手 可一直默默地看着众人的转变 很是欣慰 本以为只是一个小插曲 却让林书又起了小心思 他将林在拉到一旁 林在满是疑惑 书又怎么了 总感觉他又要说那些自己不想听的 少主 你刚刚那种扬善承恶 引领天下的王者之气 可是天子才有的大门阿 不要再说了 话未说完就被打断 林在沉下脸 心底更是烦闷不已 可头顶温柔的触感让他微微一颤 原来是傅琪宝见两人迟迟未归 便寻了过来 林在 你今天做得很好 希望你今后也要如此 坚守本心 林在一改颓然 满心欢喜 他可不想傅姐姐的心血和善心 被人随意糟蹋 见少年如此 傅琪宝便提出让他通知村民 明晚所有人在村外空地集合 半夜还带着贵重物品 林在很是困惑 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傅琪宝也不多做解释 只是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淡淡地说了句 为了活命 次日 难得的好天气 风和日叙 不少人已经聚集在此处领取粮食和肉 来来往往的村民脸上 个个都顶着灿烂的笑容 眼神之中也满是希望 而且每个来到这里的村民都会听到一句话 今晚此时 将会有更多的米粮派送 虽然不解 但也很愿意等着 毕竟乱事免费送 这等好事 通宵他们都会干 为了确保将更多的人叫出来 蓝帽更是特意嘱咐手下将范围再扩大一圈 还记得一大早傅姐姐就找到她 让她务必在此时之前 将所有人引出室内 可一名村民却说 竟然还有另外一帮穿着长袍的人 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 蓝帽虽和镖局的其他人确认 那些人并非跟自家一伙呢 但心底也没太在意 虽然不知是什么身份 但是 傅姐姐说过越多人出来越好 清城郊外的另一边 同样的人来人往 很是热闹 完全不像村野相交 圣女转头看向身后的白袍手位 声音婉转动听 都处理好了吗 大部分贫苦人家都被我们吸引过来 剩下不愿的 晚上安排佑明君强行带出 听着她有条不紊的安排 圣女微微汗手 只要求尽最大的可能保住更多的人 说完便转头看向远处的一抹悬色身影 双甲不由地泛起浅井的红月 这一头银发 这身长玉力的背影 这与生俱来的王霸之气 使她回来了 圣女居然和七宝同样拥有预测能力 平安归来的阿泽为何不去找宝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众人心怀忐忑地等待午夜降临 蓝帽领着一众标诗 事无巨细地吩咐 毕竟人多了 反而容易引发事故 在此处聚集的村民越来越多 周边的村子几乎成了半个空城 傅七宝盘坐于一处空地 气韵之力营绕在身侧 瞬间放大感知 同一时间 森林深处 四名白袍卫士围绕而坐 正中心的圣女也正在占卜 圆月升至当空 成群结队的动物从隐秘处窜出 四是受到什么惊吓一般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傅七宝与圣女同时睁开双眼 一口同声的滴雨 来了 紧接着就是地动山摇 正在巡逻的几名雕师站立不稳 头云眼花地摔在地上 石头被抛弃 岩石裂开 土层崩塌 惊慌失措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皮钱之小的蓝帽几人 最先反应过来 立即有条不稳地开始救援工作 地面晃动得越发厉害 山体瓦解 碎石满天 恍若末日降临 心存侥幸住在房内的村民 也是连滚带爬的跑出 四处都是面带京剧的人们 有慌张之人不慎跌倒 打着哆嗦的双腿 却无法站立起来 只剩下惨叫 而傅七宝作为气韵加深之人 身侧数米出奇的安全稳定 这也吸引了不少村民聚集 不知过了多久 四周渐渐停了下来 心有余悸的标识查探后 才确定地震结束了 劫后余生的众人虽然惊慌 但也恢复了神志 直接将傅七宝当成了女菩萨 傅七宝唇角微微上扬 就是不知道蓝帽和标识那边 能救下多少清城的百姓 城内亦是一片惨烈景象 巫舍倒塌 不时地传出奄奄一息的呼喊求救声 我的钱 我的粮食 一定要找回来 幸存的村民一脸愁苦地扒拉着杂乱的碎石 就在此时 清城县令之子带着一众牙役走了过来 人们还以为这是来救援的 殊不知和公子嘴一咧 指着几个手里有包袱的香名 邪笑一声 给我抢了 牙役们应声 直接将众人手里刚挖出的钱粮夺了过去 不从的 直接就是一顿毒打 和公子颠了颠手中钱袋 一脸得意 山高皇帝远 我爹就是城主 你们能耐我何 平时讲那么高的税 给你们保护费 现在还来抢我们 你们才是最大的土匪 眼见有人不愤 和公子直接抄起木棍 就要给那人好好上一课 清城谁做主 再多嘴 老子干死你 男人一脸凶狠 木棍高高举起 这是要了他的命啊 村民一脸惶恐 眼底升起绝望 一边伸手无力遮挡 一边慌忙求饶 求饶的话还没说完 一股温热的液体就见了他一脸 随后从下额缓缓滑落 原是不知何时出现的黑袍白发男子 手中力剑挥舞 瞬息砍下了和公子的头颅 村民看着软倒在自己面前的尸体 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身体诚实的微微颤抖 就连一侧的牙翼 也是呆愣在原地 被这一幕吓得忘了该做些什么 戴着恐怖面具的白发男子 眼神一冷 常见一指 冰冷的声音响起 把他们都杀了 主人要掐死你 惩罚你 你反而爽得不得了 这多少是有点变态啊 面对杀人不眨眼的黑衣人 重牙翼虽是又惊又惧 可好歹是官家身份 一人强装镇定地打着官枪 竟敢与官府作对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啊 李泽民双眸一眯 冷冷开口 早晚我要亲自推翻 这腐烂到骨子里的朝廷 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语 顿时让几人心生不妙 感情这是奔着咱们来的 看着牙翼慌不择路地逃跑 他白白手 恍若实质般的杀气 蔓延开来 身后一侧的黑衣人的令 目光所向 一拥而上 追杀四散的牙翼 其余人迅速开始救助受伤的百姓 跟一旁的肃杀之气 截然不同 注意到来人的动作 劫后余生的百姓心中庆幸 这是有人为咱做主了 清城偏远 朝廷管不着 和县令就是土皇帝 欺压百姓 无恶不作 听着百姓的心声 带头的那人立马拔剑 阵地高呼 为自家主子收拢人心 你们放心 从今以后 你们有好日子过了 我们就是来拯救清城的 队伍分成两股 一股继续救人 一股杀向衙门 是要拿下清城的控制权 灾后绝望之际的救赎 百姓们欢欣鼓舞 已然将他们当成了救世主 而作为主子的李泽民 自然是将这一切收入眼中 他面上看似平静 忧伸的眸底 却是划过一丝愉悦 看来计划进行的 比想象中还要顺利 主人 这乱世如您所愿 思索间 白衣圣女清冷的声音响起 李泽民转身 生人物尽的眸子定了定 淡淡开口 干得不错 听到主子的夸赞 白衣圣女眼前一亮 脸颊也染上了淡淡的红韵 紧接着 他上前两步 微颤着腹上男人胸膛 烟红的唇半开半盒 我想要 主人的夸赞 说着便扑倒在他怀里 可以再看一次您的脸吗 李泽民虽然没有抗拒他的靠近 可靠近面具的那只手 却让他眉头一拟 随即一把掐住圣女纤细的脖梗 白皙的皮肤 很快泛起无亲 他难受的阴影畜生 我说过 不许碰我的面具 男人威胁地发出警告 声音仿佛脆了冰 冰冷入骨的威胁 反而让圣女更加迷恋 主人 主人正在抚摸着自己 还不等他细细回味其中滋味 整个人已经被甩到一旁 男人也拂袖而去 做好你该做的事 呼得恢复呼吸的圣女 轻渴两声 赶忙应试 调整呼吸半晌后 他才颤颤微微地起身 身后传来属下的声音 圣女大人 此前要找的那个人 已经找到了 此刻就在云开村 此话一出 圣女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只要找到那个人 主人就会更开心了 而此时的云开村 正是傅七宝众人的所在地 灾后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傅七宝独处一处 虽然第一波地震已经结束 但还需确认 是否存在余震 随着神石散开 逐渐覆盖整个云开村 慢慢辐射向周边 一抹白色的身影 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股极其熟悉的感觉 让他眉头一措 傅七宝心中的危机 陡然上升 这个恍若妇梨花的女子 究竟是谁 圣物等于系统 又要夺回圣物 又是警敌 七宝和圣女 注定会有一战 为了让主人开心 得到消息的圣女 已经迫不及待的 趁着夜子出发 越发靠近目的地 那股熟悉的牵引之力 越发浓烈 圣女不禁一愣 这是圣物 我族的圣物 怎会出现在此处 她的目光 定定的看向前方 不仅主人要找的人 还有我族圣物 圣女神色一鸣 脚下赶忙快了几分 而同样散开神石的傅七宝 也感应到来人 与系统一样气息 她立刻吩咐众人收拾东西 准备转移 好在灾后工作也收尾了 这般仓促 倒是让林让和安叔有些忐忑 不知是不是那些人找来了 夫妻宝不再多说 直接带头快跑起来 那种危机感越发强烈了 跑了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队伍便逐渐拉开 体力不佳的安老 已经落后不少 就在此时 耳边传来刷刷声响 白衣圣女 已经挡在众人面前 你们给我站住 话音刚落 身后黑衣人 迅速结成包围之势 威胁十足 什么人 周全冷声开口 丝毫没有因对方强悍 而产生任何退缩的意思 白衣圣女并未出生 那一双轻盈如水的毛子 却细细打亮起夫妻宝 虽然刚当的圣物气息不见了 但是她能肯定 气息就是眼前之人发出来的 而夫妻宝 同样是心中锦铃大作 两人对彼此的最终结论都是 不好对付 权衡利弊片刻 圣女收起淡淡冷意 决定先将主人的事情办妥 再谋其他 她束手指向林在 冷漠开口 你 随我们回去 我承诺不伤害任何人 傅琪宝侧身一步 直接抬手立于林在身前 得知林在并与对方并不想识 姑娘 你气势汹汹的来找人 人家可压根不认识你 凭什么跟你走 我不是跟你商量 这是命令 圣女脸色顿时冷了半分 黑衣人也拔剑出窍 眼看着气氛剑拔弩张 标局众人也不是吃素的 好大的口气 傅琪宝心中一沉 这些人各个身染血腥 身手不凡 标局的人不是对手 如果打起来 必输无疑 为了两个路人 牺牲自家兄弟 明显不值得 在这紧要关头 察觉到傅姐姐为难的林在 直接站了出来 我跟你走 安老又惊又怕 急得团团转 一把拉住林在的胳膊 少 子儿 不要 说 这样才是最好的 起码 不会再有人受伤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 眼看傅琪宝保持沉默 安老再也安纳不住 拔出短刃冲了过去 我跟你们听了 作为女主角 这点机制还是有的 表面势敌已弱 实则吊虎离山 打定注意牺牲自己 也要保护少主的安老 拔剑刺向圣女 面对气势汹汹的短刃 圣女却是轻蔑一笑 真是自寻死路 深知对方厉害的林在眉头紧锁 生怕自己唯一的亲人 命丧于此 然而 一枪孤勇的安老 还未有多余的动作 就被一记手刀劈在后颈 随即晕倒在地 原来是身后的傅琪宝 她默默的看着冷静下来的安老 见对方如此识趣 白衣圣女顿感无聊 直接吩咐将人带走 傅姐姐 谢谢你救了我输一命 被暗住的林在声泪俱下 暗自庆幸 傅琪宝始终保持着沉默 秀眉微醋 文言也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圣女意味深长的一瞥 如果不是为了主人的大事 她还真想把那人一起带走 不过没关系 下次总会有机会的 黑衣人渐渐消失在密林深处 傅琪宝面无表情的 看着对方离开 她不能连累标局众人 只能另寻她法 周全小心的将晕倒的安老扶起 一行人都看向傅琪宝 姑娘你打算怎么做 你们带安老回晕开村 帮助村民疗伤 从建村子 我去去救回 虽然标局等人并不赞同 可姑娘决定了的事情 他们无法改变 也阻止不了 月色下 傅琪宝对换了隐身符和轻身符 脚步如飞般的行动起来 目标达成的黑衣人 决定不再赶路 就地扎营休息 不过四周守卫格外的森严 圣女一把扯开五花大榜的林在外衣 赫然露出李 衬上鲜艳的龙文标志 果真是你 林在 废太子之子 李在林 圣女脸上露出极为无害的温和笑容 白衣女子的一番话 让林在心中一记 怎么会 她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虽说你爹给你取了个有寓意的名字 希望你有朝一日回到京城 成为一国之君 只可些 告诉我 传国玉玺和先帝遗诏在哪里 圣女俯身 声音逐渐空灵起来 女子的声音 彷復带着奇特的力量 林在只觉得眼前有些恍惚 脑子里更是变得迟钝 下意思的 就想要开口 东西 东西在 就在这时 耳边忽然响起一阵剧烈的声响 伴随着地动山摇般的动静 白衣圣女 神色墨地一变 怎么回事 难道地龙翻身还没结束 眼看着巨大的动静还没结束 耳边还听到惨叫声 她也没了继续审问的心思 一行人很快来到声援处 却只看到一个散落着灰尘的巨坑 并无其他一种 哪里来的爆炸 她分明已经预测过 只有那一晚最是凶险 现在应该无事才对 察觉到不对劲的白衣圣女 猛地皱起眉头 不好 是吊虎离山之际 一定有人带走了林在 快去追 不再多坐停留 黑衣人迅速往回赶去 小伙子 你以为傅姐姐对你有兴趣 不不不 只是对你的身份有兴趣而已 终于找到机会的傅妻宝 不多时便找到了林在 她赶忙撕了引身符上前 手中匕首划过 林在身上的绳索 瞬间断成几节 整个人也脱离软倒在地 林在 林在 醒醒 傅妻宝拍了拍她的脸 有些迷茫的林在 这才回过时来 傅 傅姐姐 你怎么来了 林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定定地看着她 不等傅妻宝多做解释 不远处已经传来 陆陆续续的声响 和隐隐绰绰的人意 她赶忙一把拉起林在 迅速往外跑去 我来救你啊 还能干啥 赶紧跑 然而 此时返回的白衣圣女 也注意到了两人 立刻下令追击 眼看黑衣人速度飞快 傅妻宝心中微动 直接从袖口 掏出树莓爆裂符 朝后扔去 爆裂符处地急诈 白衣圣女一行人 直接被打了个手足无措 身后爆炸声 此起彼伏 傅妻宝看也没看 直接跑在前面带路 傅姐姐 不能去那边啊 那边是青城最大的土匪窝 猛虎寨啊 先躲进去再说 若是这群土匪 能帮我们挡一挡 也是好事 傅妻宝脚下生风 避开巡视的土匪 带着林在 找了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迅速躲了起来 而此刻 白衣圣女也带着黑衣人 赶到了山寨外 她袖眉微醋 停在不远处 黑衣人不解 圣女大人为何停下 眼看那两人近在咫尺 何不趁势追击 猛虎寨人多势众 眼下冲突并非明智之举 而且 她们也站不了上风 白衣圣女眼中 浮现一抹郁怒之色 亮她们也跑不远 先回去请示主人 一行人调转方向 消失在林间 只差一点点 她就能拿到玉玺和遗兆了 猛虎寨内 傅妻宝和林在 听着外面的动静 这才松了口气 谢 谢谢你 傅姐姐 你又救了我一次 林在抹了把额头 渗出的汗珠开口道 林在 李在林 你的父亲是明律太子 傅妻宝面色平静地看着她 林在一听这话 顿时大惊失色 不过很快便明白过来 刚刚的话是被她听到了 没错 我就是废太子之子 我之所以会遇到那么多事 就是因为我的身份 傅妻宝并未出生 而是将目光 落在了林在这张 稚气未脱的脸上 林在看着越发靠近的傅妻宝 很是不知所措 不知为何傅姐姐会盯着自己 难怪自己一开始 就对林在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这小子 竟是阿泽的侄子 此即此 她的神色顿时凝重起来 这么说 白衣女子背后的人是阿泽 面对土匪大哥压债夫人的邀请 傅妻宝竟然没有拒绝 夜色渐消 山寨中走动的人也多了起来 三三两两的脚步声逐渐逼近 有人来了 傅姐姐 傅妻宝扭头看去 心中一紧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很快 两人就被团团包围起来 土匪甲猥琐一笑 啊哈 跑进来两只小老鼠 领头的胖子 自当家沉声开口 你们是什么人 刚刚的黑衣人 跟你们是什么关系 傅妻宝患上一副色素的面孔 我们路过此地 不料被他们盯上 抢光了盘缠 小女子愿将这最后的元宝献给大爷 只求不要伤害我们 土匪们的眼神瞬间亮 自当家粗鲁的一把将元宝抢走 仔细看了看 居然是纯度很高的关影 可身后的土匪却有些担忧 大伙黑衣人 看着就不好惹 不知会不会因此惹上麻烦 可这落到手里的金子 当然是不可能交出去的 自当家直接将金子揣进怀里 随即挥挥手 下令将富七宝两人绑了 一同去找大当家商议商议 一路急行 很快便来到大殿门前 整个建筑粗狂大气 不愧是蜀州第一匪债 大当家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 自当家望向上手 一脸恭敬谄媚的开口 主位上那人身材魁梧 到处是结实的肌肉 左眼一道刀疤自上而下 好是凶狠 大当家没有说话 直接起身走到自当家面前 一个大耳瓜子 毫不客气的扔他脸上 老四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偷拿了金元宝 好东西要先献给老大 明白吗 大当家很辣的眼神一扫 一边开口 一边从他怀里 将金元宝拿了过来 挨了打得似当家羞辱难堪 心中愤懑 可面上丝毫不显 连忙点头 因时认错 这一幕落在一众土匪眼中 却是习以为常 此刻又被大哥教训了 嘿嘿 处理完家事的大当家 这才转头看向富七宝两人 窈窕的身段 也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不由得走进几步 上下打亮起眼前的美人 脱口而出的感叹 好俊俏的姑娘 此话一出 顿时让一旁的林在即了 这群土匪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猛的一个头锤 大当家猝不及防后退两步 反应过来 一把将人捏了起来 冷横出声 你找死吗 大当家英明神武 盖世英雄 还会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吗 富七宝软身开口 很显然 世人都爱听漂亮话 大当家嘴角一礼 叫着吩咐 将两人松绑 没有了束缚 大当家又围着富七宝打量起来 这容貌 这身段 真是越看越满意 说干就干 他直接开口宣布 我王大虎要抢了姑娘 做我的压寨夫人 相比震惊慌张的林在 一众土匪倒是开始道喜了 毕竟这么美的大嫂 也不多见 美人 你有意见吗 王大虎看似征求意见 实则手中的匕首 丝毫不让 富七宝恋下眼中冷光 束手推开匕首 眉眼弯弯 轻轻一笑 没问题 眼前的娇俏美人 竟然愿意嫁给自己 大当家一时有些正忙 债中的众人 此时已经议论开来 纷纷夸赞自家老大的眼光毒辣 不理会小弟们的恭维 大当家妈撒着下巴 你莫不是在旷往 富七宝淡淡一笑 往前两步缓缓开口 提出自己的要求 要自己心甘情愿的嫁 可以 但必须要明媚正取 该有的都不能少 文言大当家直接笑开 从来只有自己讲规矩 头一次见反过来的 话落 便吩咐手下赶紧安排起来 毕竟是一寨之主 举情也不能含糊 夜幕降临 富七宝和林在被安排在偏远的客房 房外更是配了两个大手 房内林在很是焦虑 看着姐姐淡定自若的态度 还是忍不住关切出手 富七宝清明一口粗茶 淡淡开口解释 这只是缓兵之计而已 毕竟我们势单力薄 只能等猛虎债和黑衣人狗咬狗 再找机会趁乱脱身 加上之前自己的暗示 大当家已经着手准备 大婚之前必然有所行动 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离开的最佳时机 此话一出 林在也放下心爱 思索半少后 方才从礼仪掏出一方形锦盒 富姐姐 我知道你是有大能耐的人 这件东西我想给你保管 富七宝微微一正 只肩辅过锦盒 精致雕刻的花纹 依稀可见 传闻废太子之子身上 藏着传国玉玺 当下也不推剧 将锦盒收入袖中 其实是袖口遮掩之下 放入空间之中 然后开口 我帮你保管 闲话一番后 两人这才被分开关了起来 接下来能做的 只有等了 时间过得飞快 猛虎债的人经过一番打探 终于找到了黑衣人的营地 四当家挥舞着大刀 带着狂热 兄弟们冲啊 荣华富贵 在等着我们了 一番话 让手下的人打了鸡血 冲入营地 与黑衣人打斗了起来 可四当家头发虽少 心思可不少 他稍稍落后几步 就等着炮灰线上 往日气势凶狠的黑衣人 此时却一脸惊慌 四散奔逃 口中尽是颓势 见此情景 四当家嚣张大笑 这群蠢货 也太不把我们猛虎债放在眼里了 当下便要一盏当家之风 伸手推开眼前地许 宁笑一声 这个我 杨刀就要往眼前跌倒的黑衣人身上去 后者满目惊慌 止不住地往后踹 不愧是个怀鬼胎的你俩 表面功夫和内心戏都一样一样的 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双方 猛虎债的人居然搞了场夜袭 看到落荒而逃的黑衣人 四当家面上满是得意 手中动作丝毫不停 说时时那时快 一只利剑破空而来 直直扎进四当家肩头 随着一声痛呼 猛虎债众人这才发现 密林方向出现的人意 如此数量的黑衣人 顿时让他们眼前一黑 这这这玩独子了 不过短短一分钟 四周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山寨众人已被包围其中 紧接着人群中 走出一带着面具的神秘男子 身后紧跟着白衣女子 看到这里 四当家面色发光 他哪里还不明白 这特么就是个陷阱 可身后的手下 赫然破冠破摔 扬言要拼杀出一条血路 随着哐当一声 一柄大刀猛地砸到地上 顿时吸引了众人注意 四当家替四横流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开始磕头求饶起来 英雄 救命啊 喊着就一个加速 爬到神秘男子面前 可还没来得及抓住紧色裤腿 就被一脚踹飞 只听一声娇和 滚开 白衣女子怒目而逝 瞪着翻滚而去的身影 别用你的脏手碰主人 眼眸里泛起一丝涟漪 心里默默补上一句 主人是我的 这边惊恐的四当家 还没开始继续哭嚎 一袋黄金就被扔到面前 若目的金黄色 直接让他忘了自身处境 手脚并用的上前靠近 距离0.01公分的关键时刻 脖梗上的冰凉 让他猛的一阵 神秘男子寒冰般冷漠的声音响起 要黄金还是要命 要命要命 求英雄别杀我 喷喷喷的磕头声 便随着求饶声响起 可心里却是另一番场景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这么全都要 带我们攻进蒙古寨 这些黄金就是你的 此话一处四当家了然 芒喜笑颜开的三步并做两步 将黄金捞进怀里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一日四当家大获全胜 抢了百万黄金的消息 已经传回山寨 大老远都能看到一行人 浩浩荡荡的上山 自然也引起了债子轰动 大当家亲自迎接 脸上流露出满意神色 哈哈 四弟大功一剑 四当家禁止打开最近的木箱 大哥 这些黄金都是孝敬你的 还有这些俘虏 以后给我们做牛做马 说完便捶眸眼下闪烁神色 大当家表面上 胸有地宫的模样 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魔化 这个死胖子 向来贪生怕死 这次打了什么仗 竟然把黄金都给我 他倒要看看 这人搞什么鬼 不过 亮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表面兄弟的四当家 自然不会兄弟之名 心中也算计着黄金归属 可看到这一幕的傅七宝 却是神色微变 这怎么跟自己设想的不一样 七宝第一次穿上嫁衣 新郎竟是一个土匪头子 怎么回事 天刚蒙蒙亮 整个蒙虎寨中喜气洋洋 入目都是喜庆的红色 而傅七宝一大早 就被富人们仔仔细细的打扮了一番 一袭红衣格外合身 眼看时辰将近 这可急坏了一旁的林在 拧着眉正想倒杯水缓缓 却呼的被一把抓住 淋在恶然的 看向身侧的傅七宝 别忘了 我们在水里下了药 等他们被逐晕了之后 我们就跑 少年这才后怕的 咽了咽口水 不行 太紧张了 差点坏事 可听着门外来来往往的热闹氛围 还是不自觉的 将茶杯攥紧了几分 此时此刻 寨子大殿中的大当家 正跟兄弟们畅议 满是喜悦之情 可两个心怀鬼胎的人 喝的酒却留的到处都是 两人默契对视野 紧接着又是一轮推杯换战 两位大哥这不想喝还装 纯纯是在糟蹋东西 喝到兴起 四当家大手一台 大哥 你再看我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物 赫然是昨日绑进寨里的黑衣人 郑玉作为傅姑娘的陪嫁奴仆相赠 大当家喜不自禁 笑着就招呼媒婆 将新娘子领出来 气氛逐渐热起来 伴随着一声唱诺 傅七宝被带着进了大殿 许多目光也朝他看了过来 轻力无瑕的精致面旁 红衣偏仙 肌肤如玉 美得让人几乎移不开视线 位于上手的大当家 自然也看到了那红衣美人 可那表情 俨然是看呆了 很快 他就在一片贺喜声中回过神来 脸上流露出得意神色 上前几步 打看看红沙下的绝世容颜 可就在指尖触碰到红沙的边缘时 一变突生 只见一飞色紧袍的面具 满猛的破窗而入 眨眼一致近前 手中利刃翻飞 有光划过大当家胸口 雪花 带起胸前 一抹鲜艳的红色 傅琪宝猛的睁大了眼睛 一切发生的太快 让他们有点没反应过来 同样没反应过来的山寨众人 这才慌了神 大哥大意了 没有闪 面具难一个眼神 提前埋伏的人瞬间爆起 惨叫和刀剑相交的声音 此起彼 看着那熟悉又陌生的眼睛 傅琪宝心中一颤 恍若见到记忆中的少年 前一秒还是人生巅峰 这走向一侧的黑衣人俘虏 一刀砍断起身后的绳索 获得自由的黑衣人也不犹豫 镜子从怀中掏出锋利的匕首 朝着还在愣神的猛虎寨土匪 就杀了过去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四当家叛变了 联合外人攻打猛虎寨 惨叫厮杀声 此起彼伏 四当家见状喜上眉梢 心中满是盘算 嘿嘿 以后的大当家便是我了 开心不过两秒 就被一刀划在胸口 满嘴心红四亿 我早就知道你不怀好意 一直防范着 赫然是重伤的大当家 颤颤巍巍的身体 呼吸急促的模样 显然也是强弩之末 打定主意就是死 也要拉上这个叛徒 他再一次冲向四当家 早已被吓傻了的胖子 满脸苦相 哪还想着反抗 直呼救命 千军一发之际 蒙面的银发男子 已经直见挡下了大砍刀 冰冷的嗓音响起 你刚刚是哪只手碰了头杀 没得到想要的回答 男人手中残影赏过 大当家右手齐齐断开 绝望的压迫感 让大当家碰得跪倒在地 不住的求饶起来 可银发男子 面色却是越发寒气逼人 我的人你也敢亏视 不远处的夫妻宝健壮 哪里还不明白 急急出声阻止 可早已苟延残喘的大当家 此时也只能无力的往后倒去 挨了一刀的四当家 凝笑着起身靠近 不由的开始幸灾乐祸 还未开心三秒 就被身侧的满是戾气的男人 一剑带死锅挡 四当家到死都不明白 为什么主人会对自己出手 男人声色冷利 刺眼的红色 顺着剑尖滴落在地 一剑蝼蚁 留你何用 随着两大当家的倒地 众土匪的反抗之举 纷纷卡壳了一半 转头看向蒙面的银发男人 面色又惊又俊 男人长见一指 转头看向众人 冰冷刺骨地宣布 顺我折生 逆我折死 一双眸子扫过全场 宛如深渊凝世 本就是贪生怕死之徒 此时更没了反抗之心 纷纷跪倒在地 我们投降 投降了 饶命啊大侠 血色中的浪漫 是久别重逢的悲鱼喜 我李德民 从地狱回来了 在嘴咽男人的雷霆手段下 黑衣人势如破竹 土匪尽数称臣 一切尘埃落定后 他呼的将视线 落在身后一袭红衣的新阳身上 夫妻宝微微一正 面露坦克 听中防佛有什么呼之欲除 不等他有多余的动作 男人因为飘逸 大步走至身前 腰间猛的飞骨大力擒住 整个人直接被拉扯到了对方怀中 扑鼻而来的冷香 夫妻宝心脏剧烈的跳动起来 抬头开口 走走开 男人弄心微醋 满目情愫 夹杂着冷意的手 忍不住腹上红色绸缎 你的头沙 只有我才能摘下 知道吗 清冷的声音带着怒意 带着喜悦 夫妻宝整个人再也无法平静 身躯微微颤抖着 这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和你拜堂的人 只能是我 所有觊予你的人都该死 看了眼前这记忆深处 从未遗忘的少年 夫妻宝一时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记忆中的少年似乎长高了 那张脸那么陌生 那么危险 可此时此刻 心中却莫名涌起一股怒火 他忍不住狠狠垂在男人身上 积压了两年的痛苦 等待委屈和煎熬 全都化成了一声声的质问 李格明心疼又愧疚地 将他拥在怀中 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 对不起 我回来了 以前是我做错了 然后再也不会了 八 你原谅我好吗 夫妻宝眼眶微红 这两年你到底去哪了 也从来不给我们烧不信 李格明眸光温柔地 看向心爱之人 这才讲述起自己两年以来的经历 当初坠崖后 意外进入无忧谷 在寒玉床上沉睡了一年 才苏醒过来 他成了天机一族预言中的命定之主 吃了无数天才地宝后 才逐渐强大起来 可随之而来的 却是性格越发冷漠 记忆也变得模糊 时常还会失去理智 只有夫妻宝当初给他的那个护身符 才能让他清醒过来 直到他打开无忧谷禁止 承担起天机一族出谷拯救乱世的使命 为了拥有足够的势力 他们辗转西域 找回大量黄金作为君资 凭借黄金和天机一族的帮助 这才建立了现在的幽冥君 听到李泽明轻描淡写的描述 夫妻宝哪里还舍得责怪 双眸一满心疼 阿泽 这两年你受累了 现在回来了就好 我们所有人都在等着你呢 李泽明看到夫妻宝担忧的神色 终于是放下心来 宝关心他 宝还在乎着他 不等他反应 柔软的身体已经扑进怀里 环过伯根的手微微收紧 李泽明心中的忐忑 瞬间消失无踪 嘴角也情不自禁的扬起 回报住夫妻了 阿泽 我知道 你来这里是为了临在身上的遗诏 和传国玉玺 东西可以给你 但请你放过他 他的存在 并不会影响到你什么 李泽明眯起了眼睛 神色透露出一缕不明神色 那个小鬼 就是名誉太子遗孤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 宝的身边 到底出现了多少陌生男人 察觉到男人的醋意 傅七宝微微一笑 取出空间中的锦盒递了过去 我知道我阻止不了你的野心 但至少不能滥杀无辜 覆灭自己的心性 李泽明看着手中锦盒 沉默了一瞬后 便收入怀中 答应了此事 得到想要的答案 傅七宝也是心中一松 露出了笑眼 温存片刻 李泽明便离开处理猛虎债残余 临走也不忘叮嘱傅七宝等着自己 傅七宝田校医生保证 你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你 绝对不走 此时他也不多做停留 大踏步往外去 浑身露出无边的力气和杀意 差不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状态 傅七宝才叫出一直装死的系统 我感觉现在的阿泽不对劲 而且天机一族的心思 好像并不单纯 天机一族拥有灵体 原本是我赐予了力量 跟随真龙天 结束乱世 所获得的帝王子气和功德之力 能让他们更强大 甚至获得特殊能力和长寿 这是天道的馈赠 相反 他们被禁锢在无忧谷中 非乱世不可除 不过你刚说的那件事 的确也是一个一笔 缘由暂时也无法执行 傅七宝皱了皱眉 看来一切的源头都是无忧谷 还是要想办法去一趟 末了 系统不忘提醒七宝 让李泽明少到杀念 让一切躲上正滚 就在这时 一股危险的气息袭来 傅七宝眉心一跳 猛的后撤里面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白衣如雪 容貌冷眼的女子身形 你和主人做了什么 没有理会女人的话 傅七宝瞧了条眉 身上猛的爆发出了强大的气 毫不畏惧的迎了上去 一个侧身便轻松躲过锋利的匕首 手腕翻转 一个用力 女子手中的匕首便脱离了掌控 掉落开来 剩余眼中露出震惊和怒意 一手握住微微颤抖的手腕 翘脸微沉 可傅七宝早已不是当年的大家闺秀 两年的磨练 身手自不比从前 人影错落 接过匕首的傅七宝一个转身 便来到了圣女身后 或许动 清冷的声音响起 我耿尖的冰凉 让圣女而间不由的落下一丝冷汗 表面清高孤傲 洁身自爱的天机族圣女 没想到竟然是个斗案 面对被特殊对待的傅七宝 圣女俨然没了从容淡定 直接动了手 可傅七宝毫不畏惧 加上系统直接轻松碾压 圣女眼中透露着震惊和怒意 冷声开口 你偷了我们天机一族的圣物 现在还想偷走我的主人 傅七宝秀眉微醋 随手将人推开 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什么 你身上分明便是圣物的力量 我们天机一族的圣物 就是被你偷走的 一听这话 傅七宝顿时笑了 名物则主 这么看来 自己岂不是圣女 此言一出 圣女心中矩阵 这个女人怎么会知道 她们的身份以及圣物之事 且不论你有慕有能力杀了我 若你伤我分好 你猜你的主人要怎么收拾你 面对傅七宝的讥讽 圣女翘脸发黑 心中显然忌惮着主子的命令 但是有些私事 她还是必须处理的 你到底是谁 为何跟主人如此亲密 傅七宝露出亲烈的表情 我叫傅七宝 是李泽民的未婚妻 你有意见吗 喂 未婚妻 不敢置信的圣女恍落雷击 似乎大脑荡机一般 呆愣片刻 半步 半空中一柄利剑破空而来 直直插在她身前半许 圣女身躯猛的一顿 看向地上还在晃动的长剑 这是主人的配件 紧接着转头看向门外 傅七宝也似心有所感 才谋看向来人 赫然是处理完猛虎债的李泽民 他面无表情的走向两人 压迫感十足 圣女脸上的表情僵硬了下来 忐忑的换了一声 主人不等她继续开口 直接被一巴掌扇在了脸上 整个人又偏倒几次 这一举动 直接震惊了身后的幽明君 和天机一族 主子居然动手打了圣女 再看一旁的圣女 脸颊净泛起淡淡红韵 满脑子都是 主人又抚摸我了 本着为自家圣女名不平的族人 纷纷开口 谴责其李泽民不该如此对待 而为李泽民 马首是瞻的幽明君 可不管这些 直接怒对 你们在狗叫什么 事件中心的圣女 这才回过未来 这明明是爱的抚摸 他们到底在吵什么 看到各执一词的双方 傅其宝眉心微醋 眼下果然跟自己的猜测一样 这些天机一族 跟着阿泽征战的目的并不单纯 并非全是为了功德之力 四级词 他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摄人气势 大喝一声 不要吵了 对圣物尤为熟悉的天机一族 纷纷错愕回头 震惊于如此强大的圣物力量 紧接着跪倒在地 虽说从未见过 但是刻在骨子里的族龟 让他们无法反驳 一旁的李泽民 亦是满脸骄傲 盯着傅其宝的眼神 庞弗拉斯一般 不愧是他的女人 你们干什么 我才是你们的圣女 圣女气急败坏 她的力量 为什么比自己还强 此话一出 天机一族 有人起身 有人还跪着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圣女虽然心中有不解和疑惑 但也无法承认自己不被认可 直接向傅其宝宣战 以圣女之位做赌注 呵 怎么比傅其宝露出轻蔑的表情 随意开口道 在主人称帝之前 谁立下的功劳大 谁就当圣女 要是你输了 就要交出圣物 傅其宝勾了勾嘴角 眼中浮现出一抹笑意 这却直接让圣女破了房 你笑什么 傅其宝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 毕竟 这个可是潜在的情敌 如果你执意如此 那我批了命 也要把你从主人身边赶走 可送上门的圣女之位 傅其宝必然不可能放过 直接应下了赌约 随即扶袖转身 往阿泽走去 徒留一个面尘如水的圣女 傻占原地 当然不忘将一旁的林在 带到李泽民面前 毕竟早晚也是要面对的 林在 不要害怕 他应该 也许 可能不是坏人 虽然你的亲生父亲 在静州作乱 但是我没有杀他 死的那个 只是替身 李泽民顿了顿 上前两步继续道 如果有机会 我可以安排你们见面 他的话音刚落 林在顿时激动起来 他从未想过 有朝一日 还能再见到父亲 而对于李泽民来讲 林绿太子活着 可比死了有用多了 自然不用杀了他们 紧了紧身侧的手 林在难掩期待 无以表达此刻心情的他 直接鞠躬致血 命是自己争取的 何须感谢他人 说完便牵起父亲宝的手 往外走去 看着两人十指紧扣 圣女 只剩下无能狂怒 暗暗发誓 要将这个第三者赶走 山寨重新收拾过后 两人回到了之前住的房间 打算换下这爱事的喜福 可看着男人亮晶晶的眼眸 父亲宝只觉得不解 紧接着脑中灵光一闪 瞬间明白 阿泽是在期待着什么 双颊飞红 赶忙上前捂着男人的双眼 什么时候 你能为我穿上这身衣服呢 李泽民低雅磁性的嗓音响起 对上那一双极为好看的毛子 父亲宝的心脏 无法抑制的狂跳了起来 唇半清起出声 阿泽 他情不自禁的抽出手 扶上男人成熟的面容轮廓 阿泽 你真的 回到我身边了吗 我真害怕 这只是一场太过美好的梦 听到他迷茫的嘀喃 李泽民垂下眸子 神色专注而温柔 不信你捏捏看 紧接着 借着七宝的手 用了用力 眉头皱了皱 嘴里附和着轻呼一声 哎呦 父亲宝见状 赶忙收回手 关切的看向男人 后者一脸宠溺 还会痛 这不是梦 顺着宝的手 李泽民起身将人拉近 一股让人心醉的冷香席卷而来 四目相对 双方的眼中 只能容得下对方的存在 以你的气氛慢慢散开 微微勾了勾唇盼 他情不自禁的俯下身来 举起少女精致的下巴 深深的吻了下去 温热的触感 父亲宝不可置信的睁大了眼睛 紧接着眼角便流下一丝眼泪 面对阿泽炙热的亲密 他猛的搂住男人的脖子 点起脚尖 回应了起来 李泽民的脸上 一时流露出惊喜的神色 紧紧的拥着怀中少女 扑倒床榻之上 此时此刻 表明心意后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情愫 两颗心 前所未有的贴近 清洁为慢 红衣吞去 底足缠绵 烛火轻轻摇 空气中都增添了迷醉的气息 次日 家人在侧的李泽民 退去了以往的冷漠 浑身自带的低气压也消失了 看着跟蓝帽会合后 爽朗笑出声的他 傅七宝也忍不住欣喜不已 不过几日光景 李泽民率领的优明军和白袍卫 就彻底的接管了清城 作为城主 直接宣布 清城脱离朝廷管控 不再受朝廷的赋税 劳逸之苦 一时间 百姓们皆拍手称快 本就年年入不敷出 官府还抢征各类税赋 同年中旬 久受英素之苦的皇帝 破败不堪的身体 也气急攻心 直接驾崩 而因出云子妖道一事 失去信任的大皇子 也没能得到先帝的传位 在秦国公的一手主导之下 赐皇子终于成功登上皇位 并定于一个月后登基 秦瑞成为实际掌权的摄政王 其子秦浩君 也加封为镇国大将军 两相比对 宛若朽木般的秦浩君 枯瘦如柴 竟比其父还苍老了几分 新帝上位 广修宫殿大兴土木 不仅抢征三万男子劳工 还加收一年赋税 刚从旱灾里走出来的百姓们 如何能承受 一时间 怨声再道 骂声一片 穆老将军为民请命 请求新帝西民犀利 撤销大修宫殿和赋税的成立 可新帝登基的第一道天子之令 就遭到反对 这让他如何忍得了 如今的秦国公府 家大业大 秦瑞又如何忍得了穆家出头 加上多年的夙愿 穆老将军直接被当场训斥 罚奉路三年 被侍卫脱离朝堂 颜面扫地 这个时候 秦成托管一事 终于引起了新帝的注意 在秦瑞的出谋划策下 为了削弱郑国公府的实力 两人一拍即合 直接指派那个男人出战讨伐 朝廷出现大动荡 秦府暗中操纵 千玄哥哥这一回 是要被他们当枪使了 好不容易迎来平静安稳的清城 再次掀起波澜 只因朝廷将派军前来讨伐 议事厅内 李泽民位居上手 看向身侧之人 眸光中亦是温柔 是福是祸 圣女抢先一步 立马开口接话 是祸 来人可是整个皇朝最强的将领 单论个人和带兵的能力 他也是唯一能与主人抗衡的所在 这会是一场恶战 可他侃侃而谈之际 却发现对面两人笑而不语 呼得有些气急 早几日 消息便已确认 新帝在秦瑞的特别暗示下 将由慕千玄领军出战 作为多年的至交好友 傅七宝两人 深知他的秉性 必然不会轻易开战 傅七宝没烧清养 顿了顿 其身 所以说 你的占卜功力还不到家 两步走至圣女境前 接下来根本不会有战事 我们将和平解决一切 对此不敢苟同的圣女 眉心微咒 当然一是自信 扬言彼此就以此为度 傅七宝求之不得 趁早解决了这个潜在的地雷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末了 他还不忘重申双方的赌注 我错了 圣物给你 你错了 圣女之位给我 行军数日 朝廷的大军终于濒临城下 李泽民和傅七宝 两人立于高墙之上 目光不约而同的 落在为首的亲衣男子身上 赫然是许久未曾相见的慕千玄 大军行至城外三里处 慕千玄便抬手示意 让大军就地等待 朝廷要镇压清城 以示人尽皆知 暗下心中疑惑 手中却是紧了紧缰绳 双眸定定地看着那道身影 白衣女子信步而出 因为翻飞 那熟悉的容颜 可不就是傅七宝吗 怜清来人 目千玄下马上前 两人固有重逢 直接打起了招呼 可身后的士兵并不理解 直接取公喝道 什么人 不准靠近我们的将领 目千玄生怕伤了家人 赶忙摆摆手 示意属下放下弓箭 自己前去交涉 众士兵虽有不解 但严格执行军令 可眼神依旧紧紧冰着那抹白色 你怎么会在这里 正想和傅七宝好好交流的他 猛地感受到一股良意 原来是紧跟而出的李泽民 这霸道的战有欲 直接让目千玄头疼 重逢的喜悦也渐渐淡去 心中的那人从未属于自己 无论过去 一时将来 随后 朝廷的军队在双方的协商下 直接驻扎在清城之外 等候命令 目千玄紧带三两随从 便一同进了府邸 听闻了李泽民两年的经历 他也不得不感叹 真是造化弄人 彼此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再次相见 李泽民唇角青阳 直言不讳 目兄 知道是你领兵 我很高兴 可看着两人谈笑的士兵犯了难 不知道自家主帅是怎么不想法 莫非劝想 就在此时 圣女呼得破门而入 面露疯狂 手中匕首直直向目千玄次来 两军对垒 敌方主帅竟被诱骗至我方阵地 不知情的圣女顿感主人机制 看着突如其来的女人 目千玄猛地起身拔剑 来者何人 还不等圣女冲至近前 一抹身影更快 直接掠过目千玄迎了上去 抬腿一脚 便将兴奋不已的圣女 踹得倒飞了出去 一声惨叫响 车听内 圣女猝不及防 后背猛地砸在坚硬的地面上 发出喷的一声闷响 李泽民脸色一沉 两步走进面前 居高临下地 看着不知死活的圣女 后者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 疑惑出声 主 主人 这是为什么 李泽民眸光冷力 嗓音更是寒冷 不要随意揣测主人的意思 说完也不做停留 直接吩咐门外幽明君 将人拖下去关起来 严加看管 不觉有错的圣女仍不甘心 生死利解 主人 你一定会后悔的 一定会后悔的 驴音渐消 没了自作聪明的圣女打扰 听那几人 这才继续刚刚的话题 李泽民转头看向目千玄 心叹一声 欲下不言 让目兄看笑话 无妨 况且他也伤不了我分毫 目千玄淡淡开口 丝毫不放在心上 重新作响 眼下 他心中更加想知道 刚刚李泽民说的自己领兵 他很高兴是什么意思 虽然我们是旧时 但你们如今是叛国 今日若是谈不容 免不得兵戎相见 李泽民摆了摆手 轻笑一声 李兄 你误会了 我并不是要与你议和的 紧接着话风一转 指向目千玄 毕竟这场仗打不打 还是由你来决定 此话一出 后者更是不解 还不等他思量 手腕便被一把抓住 傅七宝拉着他 直接往外走去 走吧 目兄 我们想带你去看些东西 路上两人也不多言 目千玄只能紧跟其后 一探究竟 很快便来到青城郊外 远远的就看见 几名粗不麻衣的村民 怀中正抱着 刚摘下的包米 笑得开心 环顾四周 皆是掌视喜人的包米 在当下这天灾地害的情况下 可不多见 名副看清三人 三两步 赶忙笑着迎了过来 七宝姑娘 你好啊 傅七宝眉眼弯弯 招呼着摆了摆手 亲切地喊着舒适 毫不嫌弃 两名老人抱起包袱 就要往人怀里塞 毕竟兵荒马乱下 粮食是很珍贵的 一脸错愕的目千玄 完全承受不住热情 尴尬地抱着两袋包米 猛逼致谢 送完东西 两人也不停留 你是七宝姑娘和城主的朋友 那你一定是个好人 无奈的目千玄 看着怀中包米 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转头看向傅七宝 你们明明不是城主 为什么他们话未说完 便被打断 直言跟着我们走就是 说完 傅七宝和李泽民 便转身继续往前 穆千玄也只能埋下心中疑问 穿过边郊 一行人来到青城西侧的衙门 此处也早已被李泽民接管 而在后衙的西北角 有一个独立的房间 命人将所取下后 三人静止走进去 不明所以的穆千玄 一路跟着李泽民 傅七宝两人 直至青城府衙的一处私房 刚打开柜门 几本青灰色帐篷 便掉落了出来 啪哒几声掀起不少尘埃 看着掉落掀开的书页 穆千玄正愣片刻 便将帐篷捡了起来 可在看清里面的内容时 心中矩阵 这记录的 竟然是青城十几年的税收记录 青城本就地偏路远 朝廷定下的赋税较轻 为何帐篷上写着 官府收了双倍之多 李泽民文言直言道 你这种在在京城长大的世家子弟 是不会明白的 紧接着 转身扫了一眼整个房间 这还有很多假账错账 冤案错案了 你慢慢看 穆千玄按下心中惊恶 席地而坐 俨然一副欲往南墙去的架势 李泽民和夫妻宝两人 默契地往后些许 留下足够的空间给他消化 穆千玄随手拿出一笔账帽 开始翻阅 从天明到黄昏 那一笔笔的记录 让他的整颗心渐渐下沉 脸上的神色也越发的灰暗 心中有什么在动摇 过了两久 他猛地合上手中账薄 起身向一旁的李泽民两人走去 我出征前已了解过清城现状 这数十年来的记录 与朝廷备案根本不符 亦或甚之 李泽民眉目淡然 目光落在后者身上 你现在明白 为何清城会欢迎我们了吧 两人接管清城后 不仅重审冤假错案 还发放免费种子 百姓皆能吃饱饭 加上本就是更战军队 闲时是农 战时是兵 自给自足 从未取百姓一份 李泽民推开一侧的窗户 接着道 有粮可吃 有一可穿 有家可归 才是最难 而窗外一副 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 更是生动地描绘了 这句话的现实意义 穆千玄 你远心 或者说 你有资格破坏掉 这样一个美好的城池吗 这个问题 直接砸得穆千玄心差 心中的矛盾 让他一时间 也无法开口半分 如今 心地上位 又大心土 穆光争劳功 伤国伤民 天下哀鸿遍野 穆兄 你真的觉得 你所拥护的皇朝是对的吗 傅琪宝眸光 深邃地看向他 穆千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颜面痛苦 虽知晓时代不太平 可实军之路 傅琪宝两人健壮 也默契地离开房间 受到如此打击的他 也需要冷静一下 而对于两人的离开 深深陷入自我怀疑的穆千玄 丝毫没有察觉 傅琪宝回眸看去 心中微微叹息一声 只希望他能想清楚吧 李泽民淡默的嗓音响起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们也不一定需要他的力量 如果可以的话 他并不想对昔日的好友下杀手 况且这时事之下 好人不多了 处庙堂之高 本就难以理解底层的古处 认清皇朝嘴脸的穆千玄 左右为难 心地的赋税越加越重 越来越多的百姓没有活路 纷纷背井离乡 投奔清城 看着清城接纳的百姓越来越多 穆千玄心中 一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就在此时 一骑快马前来 士兵高鹤一声 急步来到境前 沐通跪下 大声道 将军 朝廷上面下达了促战令 如此我们尽快出兵 停定清城 士兵话音刚落 穆千玄便拿过战令 在士兵惊乐的目光下 几下丝成粉碎 他随手扔掉纸屑碎片 黄顾一圈后 高声鹤道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说完也不多做停留 大踏步离开此地 是否出兵 什么时候出兵 他来决定 身后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名士兵扫过这一幕 当下决定要把这个消息 传回城中 不到一个时辰 李泽民便收到了这一消息 顶接着喊了 傅七宝一同上一 傅七宝拿起桌上密信 可在看了信中内容 却还是有些惊讶 沐兄拒绝出兵 沐千玄太过正直 不动转弯 对朝廷的认知并不深 对这世间的恶 更是认知浅薄 傅七宝心中所想 亦是如此 眼下秦府把控朝野 幕府的时代 也不比从前 四季此 七宝眉头微紧 秦瑞怕是巴不得幕府犯错 好找个借口 将他们连根拔起 李泽民文言 转头看向蓝帽 你戴上镖局的人 火速前往京城 暗中保护幕府 一旁的夫妻宝不忘提醒 保护的幕府的同时 也戴上京家 毕竟是阿泽所在 李泽民眸光微闪 也时候告诉他们 自己还活着了 也不知道救救他们过得如何 蓝帽当即表态 自己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让两位主子放下心就事 而此时此刻 远在京城的皇宫内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新帝气急 一把将手中战宝扔在地上 这个穆千玄 竟敢拒绝自己的命令 诺意上涌的他 还想继续发现 却听到一旁滴滴的笑声 有什么好笑的 国舅爷 秦瑞亲扣茶展 秀了秀淡淡的茶香 然后清理一口后 方才将茶碗放下回话 陛下 我们当初派穆千玄出征 本就不指望他 只是想借他削弱穆家军而已 如今他公然抗令 可不就是自己 撞上我们的刀口吗 陛下你胡说 秦瑞面上划过一丝狠利 笑得眯了眯眼 这送上门的人头 可不要白不要 新帝看向秦瑞 一脸惊喜 这么一说还真是 不得不感叹 国舅爷想得透彻 紧接着对视一眼的两人 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 端得是一对狼狈 围奸之态 新帝也立即下令 封锁幕府 所有人不得出入 召回穆千玄 戴罪反京 穆千玄内心被窥视 在圣女的顾获下 竟然向父亲宝吐露了心声 清城牢房内 被监禁于此的圣女 并未过多折腾 反倒是安分手挤了不手 而接连几日的休养声息 让灵力始终匮乏的她 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 圣女起身面向牢房外 悠悠的声音响起 喂 你过来 我有事需要禀报主人 士兵应声回头 心中思索着 她的眼睛已经被蒙住了 想着应该够不成什么威胁 随即靠近两步 询问起圣女神妖事情 后者却并未开口 而是不可察觉地勾了勾唇 就在此时 黑布下的眸子泛出一抹异色 眸光发亮的直直地对上了士兵双眼 望着那双眸子 士兵整个人陷入灾滞 失了魂一满 耳边响起阵阵鼓惑 开锁 随着圣女清冷的声音落下 士兵毫不犹豫地掏出钥匙 将牢房打开 此时再无人能阻挡她的脚步 一时间 潮湿阴暗的涌道里 处处都是倒地的势力 圣女来到一处窗飞之外 口中暗暗滴雨 可算找到你了傅七宝 此时的她 再也顾不上什么族规 娇俏的面容上 满是猙獰 银牙锦鸟 钻井双手 敢抢自己的主人 管你是谁 我都一定 一定要杀你 傅七宝 沉浸在自我情绪中的圣女 互被啪的一声吸引了注意 她转头 望向另一处怨目 竟然是沐千玄 此时的她 一脸失落地靠坐在池塘边上 身边散落着数十酒坛 被酒精麻痹的沐千玄 心门大开 眉头紧拧 无意识地呢喃着 七宝 圣女文言 心中顿时一喜 真是瞌睡了 就有人送枕头 沐千玄竟然喜欢付七宝 而且她现在喝醉了 是最容易被迷惑的时候 嘿嘿 自己想到好玩的主意了 圣女身形微闪 便落在了沐千玄身旁 一脚踢开碍事的酒坛 靠近两步 沐千玄一正 转头呵斥 什么人 迷离的双眸 直接陷入那满天的一色座 圣女拉近距离 空灵婉转的嗓音响起 爱上一个责不到的人 一定很辛苦吧 让我来帮你得到她吧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 你就可以得到她 一声声蛊惑 渗入沐千玄内心深处 本就醉意见龙的思绪 越发摇摆起来 直到那句 你们可以永远 永远在一起 她的心彻底迷失 在圣女的迷惑之中 本在屋内小气的腹气宝 呼得听见两声扣门声 心道 是阿泽回来了吗 不宜有她的腹气宝 起身迎了上去 一边画阿泽 一边打开房门 可突如起来的身影 却是让她一惊 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沐兄这时 可门外之人 直接将她拥入怀中 口中更是轻换着宝 浓郁的酒味四散开来 沐千玄微微用力 唐佛要将腹气宝 揉进身体里一般 嘴里诉说起 埋藏心底的情意 被蛊惑而不自知的沐千玄 一时间竟没有控制住自己 找上了腹气宝 心中有思绪隐隐作祟 沐千玄并未多作言语 便拉起腹气宝往胶外去 而一直关注两人的圣女 也紧随其后 明显很期待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夜路深重 晚风渐起 两人很快来到一处崖壁之上 四周静迷异常 沐千玄后的松开 手中揉移 立于崖边 你与李兄今后有什么打算 腹气宝揉了揉手腕 轻声印着 并无何特别的 心中却是格外谨慎了几个 他感觉今晚的沐兄很奇怪 难道是因为喝了酒 思及此 便提出先回去再说 可就在伸手之际 沐千玄却吃笑一声 抬头望了望 那弯摇不可及的明月 反而 一直以来 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着 便转身变向腹气宝 双眸泛着微光 带着息迹 带着期待 如果没有李泽明 你会跟我在一起吗 被突如其来的问题 影响的腹气宝 并未察觉到他的异常 娜娜开口 沐兄 你仅仅持一片刻 便言辞坚定的拒绝了沐千玄 眼神更是直接迎上了 后者的双眸 不会 沐兄 没有如果 我不想谈论这个如果 我也不希望你胡思乱想 傅琪宝的率真和直白 让沐千玄 更加难以抑制心中的情感 浑身散发出绝望忧伤 宝儿 你甚至连敷衍一下 我都不愿意 我真的是很羡慕他呢 可更多的 忽然 他话风一转 嗓音冷力 我恨他 恨他出现在你面前 恨他让你沉迷 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得到过你一秒钟 却在心里失去你千千万万字 傅琪宝并未关注他的话 那双带着异色的眼眸 在此时格外瞩目 沐兄 你被迷惑了 深陷其中的沐千玄 并不为所动 表情变得游离病态 我是被那个女人迷惑了 但我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清醒 如果没有那个女人 我这辈子都不敢说出这些心里话 偏执的话语 让傅琪宝难以接受 而沐千玄却越发猙獰 脸上满是痛快的意 隐秘处 看到这一幕的圣女 心中又惊又叹 被迷惑了还能自知 她还真不简单 基于为沐千玄解开控制的傅琪宝 一把抓上她的手腕 就想先将人带回去 可已经磨正了的沐千玄 并不理会 反手将人握住 往自己身侧带了些许 傅琪宝一个不留神 竟是被拉得裂切了几分 整个人也被惯性 带着往前起 宝儿 我决定了 我要和你 永远 永远 在一起 决绝的话语 回荡的耳畔 傅琪宝看着坠落的沐千玄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 陡峭的悬崖边上 一清一百两道身影划过 以美翻飞 宛若坠入深渊一般 被心底欲望驱使的万年男二 竟然要带着自己心爱之人跳牙 风声呼啸 身体的失重感 呼得被扯住一般 傅琪宝悬空的身体 没忍住晃悠了几下 抬头看去 原来是沐千玄 竟在千钧一发之际 抓住了牙壁上的一节之感 眼见两人化险为夷 圣女惊呼出声 完全没料到已成定局的结果 竟会迎来转折 手腕处传来微微的撕裂感 让傅琪宝皱了皱眉 轻声询问着沐千玄现在的情况 他咬了咬牙 看向下方之人 眼眸里闪过挣扎 瞳孔内流光闪烁 似明似暗 傅琪宝惊出声 沐兄 你的一只眼睛恢复正常了 你抵住了圣女的迷惑 而沐千玄并未多言 身体微轻 借着惯性一个用力 直接将傅琪宝甩上牙底 安全后的他 连忙上前帮忙 沐千玄望着那双眸子 满是愧疚与自责 对不起 傅琪宝担忧的 看向喘着粗气的男人 直接打断道 先不说了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可一旁的圣女 自然不会如他们所愿 立即运转周身灵力 再次夺回控制权 忽然如针扎一般的刺痛感传来 沐千玄头疼欲裂 双手抱头 忍不住大脚出声 沐千玄的将匕首拔出 身体微颤 鲜艳的红色很快蔓延开来 滴落在脚边 沐千玄平复了呼吸 眼神彻底恢复清明 看来是借着疼痛 彻底摆脱了圣女的控制 沉默片刻 他便猛地转头 看向一侧树林 寻着刚刚的感知 他肯定那人就在 而藏匿于此的圣女 似有所感 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 这个男人好强大的意志 还不等他多想 沐千玄已经拿着匕首冲了过来 撞在一个老树身上 圣女还想说什么 我梗间就被冰冷的匕首 冷汗苛刻顺着脸颊留下 沐千玄冷立的眼眸 锁定在圣女身上 嗓音低沉音呀 别动你跑不掉了 就在圣女自感无力回天之时 密林深处 竟传来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看清来人后 他一改颓势 得意的讽刺道 无路可逃的是你们 白袍卫都是我的人 眼见被团团围住 沐千玄和傅七宝君是一正 糟糕了 双拳难敌四手啊 这是 本以为是手拿把掐的事情 竟迎来反转 沐千玄和傅七宝两人 一时犯了难 就在圣女得意之际 白袍未乎的分开一条道 自人群后 徐徐走出一银犯男子 看清来人 傅七宝正欲开口 一旁的圣女 就已经快步赢了神区 娇声喊着 主人 他们两人竟然要私奔 被我发现后 还想杀我灭口 与其既委屈 又可怜 沐千玄气急 这人怎必如此颠倒黑白 还想开口解释几分 就被一声轻笑打断 傅七宝敏唇 一时没忍住 面上俨然一副 看好戏的样子 而这又刺激到了圣女 他松开挽着的胳膊 转身看向傅七宝 立声呵斥道 你个贱人 你笑什么 话音刚落 迎来的却是狠狠的一巴掌 李泽民脸色铁青 眉毛紧缩 圣目到了极点 圣女不敢置信的 抚上火辣辣的脸颊 此事儿盼传来轻蔑的嗓音 笑你蠢了 不等他有其他想法 一连串的巴掌 再次甩在脸上 让他忍不住惨 叫出声音 李泽民眼眸中杀气肆意 宛若冰霜的声音响起 真的 当我是傻的吗 圣女此时 才感到无尽的恐惧和不安 主人的眼神好恐怖 他是真的想杀了自己 四季词 他赶忙闪身到白袍卫身边 束手一扬 白袍卫 保护圣女 可身后的白袍卫 并没有任何动作 一时间 场面竟陷入诡异的尴尬之中 圣女见状 柳梅直树 怒斥道 你们干什么 立刻 马上 保护我 我要离开这里 不想再继续观看这出闹剧的傅七宝 走近两户 眸光平静地看向他 你还不明白吗 你今晚的所作所为 他们都看在眼里 此时此刻 你已经不配在做他们的圣女了 此话一出 白袍卫纷纷开口议论起来 行尽如此龙龙无能的圣女 早已背离了本族信仰 圣女此时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慌不择口地开始狡辩 不是这样的 不是 可以是找不到借口的她 直接将矛头转向了傅七宝 一切都是因为你 傅七宝 然而 还不等她靠近七宝半步 两道身影已经挡在了面前 人影错落间 有见光划过 尘埃落定之际 圣女失神地 看向胸口的那一抹红色 猴头猛地涌起一股心田 紧接着再也无力支撑 整个人扑通一声 贵等在地 意识也在逐渐远离 她紧了紧围 低声诉说着心底的怨和恨 我不服 你不就是这样的 傅七宝越过两人来到圣女面前 对于这些越发小声的直言片语 她并未多做表情 而是俯下身 看着略微红肿的圣女 左手微抬 双指虚和 轻轻地往她额间一推 本想弄死傅七宝的圣女 万万没想到 勾机不成十八米 反而自己挨了两刀 看着挡在她面前的两个男人 圣女满腔怨恨 眼眸里水光渐消 还喊着不服气 和傅七宝丝毫不惯着 不服 憋着 不作就不会死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的 紧接着 圣女再也无法维持平衡 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往后倒去 彻底没了气息 圣女俨然是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妄图取取而代之 可要先问问她身旁的两位了 事情已成定局 天机一族的白袍 为很自然的 便拥护傅七宝 为新的圣女 纷纷跪倒在地形里 也抵达靖州 将傅家上下也一同带子 与傅七宝会合 又隔数日 蓝茂终于寻得机会 由密道前往了镇国公府 与此不同的是 幕府内四处重兵把守 真就是宛若铁桶一般 密不透风 穆老将军和穆灵月 两人亦是焦急万分 消息完全被封锁 俨然是一个死局 就在此时 穆灵月忽得注意到 听那一处地板的响动声 两人注意力一时被吸引过去 紧接着 整块地砖被猛地举起来 蓝茂冒出个头 大眼珠子就这么盯着两人 穆灵月柳梅一树 指着来人就是呵斥 你是话音未落 就被手动避脉 灵月冷静 这时候挖地倒进来的 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 看情况再说 穆老将军应免 我奉我家主人之命 前来求一些东西 蓝茂起身行了个礼 穆家一老一小军事一论 此人冒着杀头大罪而来 就只为求一件东西 主人又是谁 蓝茂文言不卑不抗 主人的身份无可奉告 但我所求的东西 一定可以救幕府 此话一出 两人面上满是震惊 穆家如今之局势 恐怕世间并无几人敢说这话 不到一炷香的世间 穆老将军便写好书信 转身递给蓝茂 同时不忘钉主帽 此信已将所有事情说明 若能顺利送达 相信会有所转变 蓝茂双手接过信件 诚恳应声 您放心 我一定将信送到穆千玄 统领手中 随后谨慎小心地放入怀中 毕竟这封信 不仅关乎幕府 同样影响着天下苍生 正式处理后 蓝茂又从怀中 取出一脊囊地了过去 里面的东西 你们会用得上 然后便不再多言 闪身跳进地砖的坑洞之中 将地砖复原后 很快没了踪迹 看着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的年轻人 墨家老小一时 竟是有些不知如何置之 伴上后 墨灵月才如梦初醒 询问道 父亲 我们为何不直接从地洞逃走 京城耳目众多 全府上下那么多人 如何能跑得远啊 墨老将军回想着刚刚的事情 心里顿时有了考量 那个小伙子从出现到离开 从未提出 让他们跟着一起离开 自己此方才开口继续 也许我们留在京城 对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主人 会更有用处 几条街外的一处旱道之内 角落里杂乱摆放的木香呼的 被举起 看出一个少年来 环视一圈后 蓝茂这才将手放在口中 羞羞两声 便见一道黑影 游远极近 立于手臂之上 仔细看尽是一只海东青 此事的他正乖顺的游着蓝茂 将信件装在脚上的信价 确认无误后 蓝茂直接在海东青身上 贴一张神行符 他本就有日行千里的猛琴之称 再加上这个Buff 相信远在清城的李泽民和傅琪宝 很快便会收到消息 直至海东青的身影彻底消失 蓝茂这才带上猛力 引入人群之中 战争要开始 幕府忠心百年 不愿相信已被抛弃的穆千玄 毅然决定拔营回京请政 对于他的执着 傅琪宝和李泽民 两人没再多言 毕竟现实最能让人头脑清醒 就在半日前 带着蓝茂书信的海东青 抵达清城 李泽民直接将信交给了穆千玄 认清笔记的他 一时有些难以承受 幕府竟然被囚禁了 握住纸张的手 情不自禁的钻戟 现在你相信我们了吧 你回去 幕府上下一起死 你不回去 你的家人也会死 穆千玄眉心紧促 眼下心底情绪 转身招来士兵 直接下令 全军拔营 火速回京 李泽民文言 面容烧记 放飞海东青的同时开口 穆兄 你终于决定加入我们了吗 我回京不是为了造反 幕千玄言辞激动 他肯定这其中必有误会 回去还有转环的余地 而他的执迷不误 就连一旁的富气宝 都忍不住皱了皱眉 穆兄 你怎么这么胡头 话未说完 便被李泽民拉主 算了 只要皇帝不下诛杀令 穆兄就会形成希望 本想立即离开的 穆千玄盾了盾 转头看向两人 目光灰暗几分 却是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快步进入军营驻地 看着整顿肃然的大军 也不多作和指令 直接启程反进 众将士此前已收到 传令兵信息 此刻也不耽误 入目皆赢甲 满是铁血凌裂之风 看着穆家军启程的步伐 李泽民方才出言 当局者迷 穆兄很快就会明白了 穆千玄大军出发不过半晌 整个队伍背后 和幽明军 忍无可忍的穆千玄 现在只敢头大如董 士兵的议论 直接让他破防 回头怒骂 你们跟我们干嘛 你们是叛军啊 懂不懂 朝廷要是知道你我同行 我就没了 李泽民没捎轻条几分 穆兄 你我只是顺路而已 再说了 朝廷根本不在乎你 我是敌室友啊 穆千玄彭佛 一拳打在棉花上 心中满满无力感 走走走 别在我面前秀恩爱 李泽民负七宝两人文言 相识一笑 依旧是毫不避讳的 跟在朝廷大军身后 而两队人马 同行的消息 很快就被探子传回京城 直言穆千玄和叛军 是朝京城出兵 什么 穆千玄也被判了吗 心底一个惊呼起身 胸口更是紧了几分 当下没了主意 一侧的秦瑞 对此截然不同 面上竟是喜色 哦 还要这等好事 紧接着靠近两步 陛下 你想想 穆千玄有没有叛国不重要 只要他和叛军一起 那我们就师叔有名了 秦浩军一听这话 眼神都暗淡几分 一想到将要对上幕千玄 心中焦虑就越发凝重 殊不知更大的刺激 还在后面 据可靠消息 叛军的头目 头目是李泽民 此话一出 秦家父子纷纷变了脸色 以为死掉的人 竟然从地狱里回来了 早已被音速腐蚀的身体 如何挡得住 一招最年轻帅气的将领 秦浩军被肯胆 听说李泽民的消息 秦浩军不经心计不已 如此可怕的对手 自己实在不想面对 心帝得了秦瑞的提示 有了主意 迅速吩咐 将金父两家的人 统统抓起来 严加看管 可几日过去 依旧没有任何音讯 就在他有些焦躁不安之时 小太监前来通报 启禀陛下 京城的金家 和靖州的富家 他们都跑了 只剩下了一座空宅 什么 心帝和秦瑞一口同声 满脸的瞠目结舌 磅佛被一道闪电击中 无法动弹 想必是李泽民 一早就把他们转移了 看来他是要下定决心 与我们决意死战 心帝紧紧的握了握拳头 拧着没吩咐 让各个州县出兵 务必阻拦李泽民的军队 而京城的禁军 直接由秦浩军统领 不仅需要完善城内防御 还需要准备随时预递 军令不可为 秦浩军只能拱手英式 可低埋的嘴唇难掩颤抖 面颊更是冷汗层层 另外一边 随着李泽民和傅七宝的行径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 队伍日益壮大 重压之下必有反抗 天下苦当今皇朝已久 谁可在周亦可复周 哪里有饭吃 哪里有一川 哪里有公正 百姓自然就跟到哪里去 短短一个月 就有大部分城池 宣布脱离朝廷 纷纷加入李泽民的势力之中 穆千玄对此 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默默带领着朝廷大军 终于顺利回到了京城 与想象之中的回归场面 完全不同 取而代之的是 严正以待的禁卫军 穆千玄抬头望去 巍峨的城墙之上 一身战袍的秦浩军 正满脸怒容地看着自己 紧接着便是一顿指责 穆千玄 你身为秦皇朝的将领 为何要以叛军为伍 是他跟在我后面的 并非是 我要与他为伍 秦浩军 你搞清楚他说话 身后的李泽民和傅七宝两人 视线在秦浩军和穆千玄身上来回 默默笑而不语 秦浩军不理会后者的解释 直接拉弓质问 沿路众多诚实背叛 为何不见他阻拦 穆千玄顿时哑口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却如鱼刺斑梗在猴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泽民所到之处 百姓欢呼一片 这一路都听够了朝廷的腐败 自己如何出兵制止 见他无话可说 秦浩军好似抓到了弱顶 怒骂着叛国者 揍得将手中弓箭射手 利剑破空而来 穆千玄不退不弊 秦浩军放下武器 速速投降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股阴暗气息 毕竟无论穆千玄如何选择 都是死路一条 而深知此话深意的穆千玄 自然不蠢 扬言不信任秦浩军 要亲自面前心地 李泽民见他如此 也忍不住调了调没感叹 穆兄还是有点理智的 但还是不够 果然话音刚落 秦浩军拍拍手 一脸得意 看向城墙一侧 陆续有几个人走至近前 赫然是秦府上下 几人被压着站在城墙边上 待看清城外的穆千玄 有惊喜担忧 被留在京城的穆家人 终是成了架在穆千玄脖子上的刀 这一切 李泽民预判到了吗 人质在手 秦浩军嘴角 勾起残忍的冷笑 梅雨间满哨满 想还是不想 秦老将军虽是利剑在喉 气势却犹如铁骨 一边道明当下劲敌 一边劝说儿子离开 穆千玄咬牙 心地本就有秦府的血脉 看来是自己 把一国之君想得太高尚了 就连身后的穆家军 也是低声议论起来 面对人数优势的禁卫军 在背上叛军的名声 后方的李泽民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敬退两难的穆将军 这个时候 竟然也动摇了 秦浩军 随着扑通一声 穆千玄竟是双膝跪躲在地 手中利刃 却是搭在了伯梗之间 这一举动 直接震惊了在场众人 李泽民和傅七宝两人 更是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你不就是忌惮我们穆府吗 只要你放过我家人 放过穆家军 我立马死在你面前 秦浩军紧紧正愣片刻 便毫不客气的大笑起来 你竟然也有跪在我面前的一天 爽 但是我把你们所有人杀光 不是更好吗 他的眼神中 充满了狡猾和狠毒 一听这话 几人身后的穆灵月 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双眸更是死死的盯着男人 紧接着高鹤一声 爹 娘 就是现在了 一个头锤 猛地撞在秦浩军身上 秦浩军一时不察 直接被撞的一个猎前 发出一声痛呼 哎呦 摔了的狗肯尼 给我杀了他们 气急败坏的秦浩军 怒睁着眼 布满血丝的眸子 射出一道寒光 一瞬间 穆千玄只觉如坠冰叫 万念俱灰 只能绝望而无力地喊出一声助手 李泽民看向城墙之上 面上毫无丝毫担忧之色 眉梢上扬 薄唇清起 好戏开始了 只见刚刚还被死死捆住的穆家三人 仅仅只是一个用力 便正脱开 获得了自由 有士兵持刀砍去 刀刃却是卡在了 距离几人一毫米的地方 再也无法更进一步 这一幕让秦浩军一惊 他猛然想起 之前的妖道使用的 同样是这刀枪不入的妖法 还有不信邪的士兵 前赴后继的攻击 可平常刀削如泥的刀刃 却是用力过猛 纷纷断裂 身处保护圈内的牧林月 此时更是庆幸 幸好当初那人送来了这东西 真是太神奇了 试柜从速 三人也不多迟疑 竟直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身体磅火羽毛一般 徐徐降落 城墙下的众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三人 这刀枪不入 身轻如燕的是什么功误 议论间 三人已经落地 脚踏实地之感 才让心中一直绷紧的那根弦 也放松下来 牧千玄赶忙吩咐属下 将几人保护起来 一扫满面阴霾 快步赢了上去 老将军就回来了 我们没有威胁了 太好了 老将军受苦了 士兵们均是喜算 而没了软肋的牧千玄 此时再次恢复坚韧不拔 手中长剑一指 秦浩军觉悟吧 让牧家流金成为人质 也给他们留下了保命符 此举直接成为战争的转折 眼看牧家军士气再次飞涨 秦浩军也不迟疑 一声令下 战火瞬间点燃 投石机聚必挥舞 漫天的石块 如同暴雨般倾斜 带着毁灭肃杀 飞向城墙外的叛军 牧家军一个个呆若木鸡 一动不动 脸上的表情 好似被冻结一般 完全失去了反应 火光电视之间 一个幽冥军拔剑而起 挡在了众人面前 手中剑光呼闪 羞羞几时 气势害人的巨石 瞬间被砍成碎块 砸落在两军之间 震惊敌我双方 说实时那石块 环顾一圈 哪里还有完整的巨石 一道道黑影 穿梭其中 声势浩大的碾压场面 顿时变得沉默 只余下一个个石块 接连落地 沉土飞扬 牧千玄心中威灵 怪不得幽冥军数量虽少 但势如破竹 竟个个都身怀绝技 与自家将领不同的是 全体牧家军 秒变小迷地 毕竟这可是咱们的盟友 身后的两人微微一笑 为了这一战 他们可是准备了 超多的大力服和神行服 紧接着 李泽民抬手一挥 士族们争先恐后 如同狂风咒语般 猛烈地冲向前线 剑语如同流星一般 闪烁着寒光 密集地 飞向城墙之上的禁卫军 一时有些荒神的秦浩军 眼看寒芒逼近 猛地把一旁的士兵甲 拽到自己身前 扑扑扑几声闷响 手中的士兵抽出了一番 便没了动静 俨然原地陷阱 而将这一幕收入眼中的士兵 只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这样的将领 真的值得吗 炮火 硝烟四起 士兵们喊杀声 脚步声 呼嚎声交织成一片 氛围无比之息 从清晨到日暮 无数个日夜过去 人们感受着满目的疮痍 更加渴望和平的围头 然而 整整一个月的围攻 也让新帝恼目不已 忍不住狠狠斥责下方的秦浩军 岂有此理 我堂堂秦氏皇朝 竟被小小的叛军 围在城中出入不得 你干什么吃呢 秦浩军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眼下也无他法 只能实话实说 而非自己懈怠 他们各个刀枪不入 身手敏捷 以异当时 就跟当年逃跑的道童一样 有妖法在身 此话一出 心地气急败坏的瞪大眼睛 毫无帝王体面的呵斥 放屁 都是借口 随着话音而落的 是他手中的茶展 秦浩军也只能强忍着躲闪 硬生生还这一下 脸某眼去心中恨意 我去你妈的 打仗的又不是你 说得轻松 你行李上啊 妖道有一个就够了 还能有成千上万 若是如此 整个皇朝就是他们的 对此秦浩军无言反对 陛下这一个月以来 我们士兵折损比较多 快守不住了 不够人 其他城池的援兵呢 他们都死了嘛 心地大声咆哮 紧握拳头 面对这个问题 秦浩军哪敢如实相告 只怕话一出口 砸过来的就不止是茶展 原来早在数日前 秦浩军便得到消息 各州各县 打着救援京城的名义 心越散 秦皇朝是越发不行了 了解了援军 并未抵达京城的原因后 偌大的御书房 瞬间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之中 仅仅片刻 心地便炸毛了 飞扑在秦浩军身上 他不相信自己的军队 全部倒戈了 秦瑞见此也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 自己支持的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线下也无他了 想到此处 他上前两步建议倒 立下 我们先假装议和 话未说话 就被立和打断 议和 朕刚刚登基 你就让我去议和 你不要脸 朕还丢不起这个脸了 秦瑞眼角下垂 嘴角挂着苦涩的笑容 继续劝谏 我是说假装 后面再设计偷袭 假装也不行 偷袭更不行 心地磅礴 被触及逆拟 一般炸开 痛斥起眼前两人 秦家父子对视一眼 张了张嘴 却是没有再说什么 为了心地这点可怜的自尊心 朕要堂堂正正的击败他们 明天就去招兵 无论男女老少 都给镇上战场去 明白此事 在无毫无挡环之地 两人行了个礼 便直接一纸办事 退了下去 连续的战争 也让曾经繁华的京城 变得萧条破百 街道上稀稀拉拉的几个人眼 潜伏在内的蓝帽 此时正路过一对 乞讨的爷孙面前 他掏出几枚铜板 扔在旧碗里 年迈的老人赶忙开口 只求一口吃的 京城现在被围 钱早都没有用了 斗笠下的少年 看不清楚表情 嘴角微微敏紧 静止从怀中 掏出一块吹笔 递了过去 看见触手可及的食物 爷孙两的双眼 瞬间亮了起来 喉咙更是不自觉的 咽下一口霍 这让蓝帽不禁感慨 战争受苦的都是百姓 主人和傅姐姐 不会想看到今天这个局 转过街道 他就被一阵吵闹声吸引 原来是几个身着 甲咒的士兵 正在抓壮丁参军 你们都给本大爷充倦 男的当兵 女的后期 也不管两人的反抗 就直接敲定下来 眼看老人还要说些什么 士兵直接一脚将其踹翻 楚言威胁着 要么干 要么死 说话间 余光撇到不远处站着的蓝帽 几人眼前一亮 快看 那有个年轻男子 现在的年轻男子 基本都抢争入伍了 这里居然还有个漏网之鱼 真是太幸运 护管三七二十一 就有人将一件战斧 塞到蓝帽怀中 王土之上 人人皆可为兵 紧接着便是手上印 一套流程走下来 不过片刻 蓝帽就成了正式身份的禁卫军 几个士兵完事后 一顿巴巴掌 同时不忘提醒他 一定要担当其保家卫国的责任 看着怀中的战俘 蓝帽没烧上条 心中有了服役 直接深入敌军内部也不错 紧接着便在几个士兵的带领下 从刚刚入伍的两人 一起往城防区的营地组去 这狗皇帝 仗打不好 就怨天怨地怨别人 反正自己是一点错都没有 秦家父子立于城墙之上 目光扫过一波 又一波强制征兵的小队 心绪起伏不定 父亲 我们人快打没了 粮也快吃完了 很多援军还叛变了 我们还有希望吗 面对儿子言语间的忐忑 秦瑞拧眉思索片刻 便画起了大笔 儿子别担心 皇朝没那么容易垮的 我们国库粮食还满着来 打完这一仗 你我便是第一大功臣 说完也不再多做停留 挥挥手 便留下秦浩军 独自留守城墙 自己先行回府 看着父亲的背影 秦浩军一个心 被无端的猜疑所困扰 不知是否该相信他的话 城外军营内 是一番与城内 截然不同的氛围 秩序井然 各司其职 虽说幽军各个实力不俗 但长此以往也有人受伤 林再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除了简单的包扎 他还学会了铸剑 看着人生中的第一把利剑 双眸都亮了起来 周围的幽军 毫不吝啬地 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一时还让小伙子 有点不好意思 李泽民一来 看到的便是这番 其乐融融的景象 顿了顿脚步后 就走了过去 林再 你看谁来了 他语气淡淡 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然后让开身后的位置 身后一道 净装黑衣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几人面前 那人脸上满是欣喜 再林 林再看向那人 一时间有些震愣 目光死死地盯着来人 那张朝思暮想的脸 紧接着激动的泪水 从眼眶中流出 一颗颗滑落在脸颊 紧紧抿着的嘴唇 张了张 哭喊着一声声跌 扑进男人的怀里 心灵深处涌动的情感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林二 辛苦你了 名誉太子满含慈爱的目光 看着儿子 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 父亲 不要再喊那个名字了 李氏已经不在了 我们能活下来 就很信用了 两人聊聊虚旧几句后 一同转身 看向旁边的李泽民 呼得齐齐跪在他的面前 感谢您对我们父子的不杀之恩 日后我们改名换姓 跟在您身边 为您的理想奋斗 李泽民欣慰一笑 将两人扶了起来 薄唇清奇解释道 你们不是为了我的理想 而是为了全新的天下 这个天下 是安居乐业的天下 是所有人的天下 而一想到整个京城如今的境地 李泽民也忍不住做了纣杯 要快点结束战争了 有了新地的旨意 京城内全民皆兵 城门四处可见疲惫不堪的本性 有人体力不知摔倒在地 肩上的盾牌 兵器撒落一地 迎来的就是一顿暴打 老不死的 别在这里装死 赶紧吧 年轻士兵一边怒骂 一边用力甩起皮鞭 一旁的少年健壮 赶忙趴在老人身上 不要打我爷爷 求求你了 放过我们吧 士兵凝着眉 脸色顿时沉了沉 骂着就要再次挥边 滚开 不然连你一起收拾 就手吧 直边的手猛的被一把抓住 阵阵麻木和压迫感传来 让他吃痛一声 赫然是同样身着战俘的蓝帽 挣了两下没有反应的士兵 这才狠狠开口 放开我 揉了揉杖筒的手腕 士兵撂下狠话 菜鸟 你违抗军令 我看你是想死 前线的士兵和百姓都吃不饱 躲在后面的皇帝 却嫌弃 饭菜不够美味 绵绵战士 让久被围成的京都 有了淡尽粮绝的前兆 抢争入伍的百姓 也是苦不堪言 打仗本就极度耗费体力 可一日三餐拿到手的 仅仅只有一个干硬的馒头 君爷 不是说一天两个馒头吗 这一点也不够吃啊 没有力气怎么打仗啊 迎来的只有当胸一脚 粗衣百姓只感到胸口 一阵剧痛 整个人不由自主的向后倒去 费什么话 有的吃就不错了 我们当兵的都快没凉了 再吵就把你扔到前面打仗去 小孙子赶忙扶起爷爷 一听此话 脸色煞白 惊恐不安的道歉 祈求士兵的原谅 而就在此时 一阵浓郁的香味飘了过来 小孙子人不住吸了吸鼻子 什么味道 好香啊 被吸引的不止他一人 城墙上的众人 纷纷看出身子 往香味的来源城外看去 战时肃杀的敌军 此时竟惬意的做起了晚饭 有的熬着肉汤 有的烤着羊腿 好不禅忍 就在城墙上 众人缠闲欲欲低的时候 人群中呼的走出两名白袍位 直至近前才堪堪停住 紧接着 两人手中一动 鸡米长的横幅被拉开 明晃晃八个大字 弃暗投明 包吃包住 众人纷纷瞪大了双眼 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一幕 这完全就是美食与精神的糖衣炮弹 要是真的有机会就好了 我好想吃饭啊 反正在这里也没有活络 不如看着人心不稳 秦浩君当机立断 脸色一黑 取下身后长弓 一只火箭直冲横幅而去 剑尖不偏不已 正好插在那个暗字上 不笑片刻 横幅便燃烧殆尽 成灰落地 秦浩君谋光很利 倒是一圈信信不已的众人 喝道 叛国者有如此不 格杀勿论 百姓们嘴唇紧闭 不敢再出声 更不敢再多看城外一眼 只有无尽的沉默和绝望 看在眼里的秦浩君 眉头紧锁 这样下去 迟早要输 看来必须像皇上要凉了 说干就干 简单的巡查了一番防御攻势后 便匆匆入攻 末将秦浩君参见皇上 眼下正是午膳时间 坐西天的心地 并未搭理他半分 而是对眼前的膳食 挑挑前进 但马上秦浩君就愕然的 看着心地将自己 乃至士兵百姓都渴求的食物 弃之如必喜 他随手加起一片色泽鲜亮的肉片 放入口中 可细细咀嚼之后 就猛的一口吐了出来 紧接着就怒骂着 将满满一桌膳食掀翻在地 这做的都是什么 打仗就不能好好吃饭吗 小太监战战兢兢扶地 皇皇上现在前线打仗 粮草不足 士兵和劳工们都在挨了 听到将自己与他人相比较 心地急脚落在太监身上 正乃一国之君 庶民岂能相比 发泄一通后 这才转头看向一直后者的秦浩君 语气不善 秦将军有什么事吗 见此秦浩君还能说些什么 皱了皱眉 脸眸躬身 剪了些好的方面说与他听 便退下走出殿外 暖风皱起 他却感觉浑身无力 心中堵定 这个昏君是指望不上 心地和秦氏种下的恶果 终于得到了报应 百姓的陆续逃亡 士兵的人心涣散 夜半时分 一勾楼的身影 哆哆嗦嗦地拉扯着手中绳索 这不正是前几日被殴打的百姓吗 只见他身后几个同样粗不麻衣的百姓 正警惕地四处张望 满脸忐忑 放好了 我们下去吧 逃离这个地狱 此时老人一脸欣喜的小声提醒到 紧接着几人陆陆续续地顺着绳索 爬下树米高的城墙 走快走 逃离这个地狱 走在末端的老人 一边催促着几人 一边看向两侧 眼眸中有希望 亦有恐慌 你们可知 思草是死罪 一道声音猛地在静谱的夜吻炸开 老人顿时汗流加倍 已经半只脚迈向自由的几人 哪顾得了这么多 赶忙拔腿就跑 也不理会其他人如何 去 居业饶命啊 在这里 早晚试着死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边说边客气投懒 性情的也没把你们当人看 狗皇帝也不把我们百姓当人看 这江山不要也罢 来人并未多说 而是谨慎地环顾四周后 摸索着从怀中取出一封折纸 递了过去 蓝茂跟看向老人 低声嘱咐道 你到对面去 把这张纸交给他们的首领 老人顿时吐蹄壶灌顶 毛色顿开 拍胸脯保证完成任务 他一看眼前之人就不平反 紧接着也不多废话 将性质细心地揣进怀里 便顺着绳索往下 老夫一定帮你带倒 蓝茂目光随着老人离去 心中思绪万千 爷爷爷爷爷爷没事 咱们快走吧 看着祖孙俩团聚后 携手离开 他这才拔出长剑 将城墩上的戏绳砍断 掉落城外 如今的京城 早已是破败不堪 百姓苦不堪言 是时候结束战争了 而城外的军营内 早已做好准备的李泽民 直接将前来投靠的人 安排了下去 热乎乎的肉包子 和暖下肚 几人忍不住激动落泪 满满的幸福感 油然而生 看着几人吃得又快又急 傅七宝忍不住出声 慢点吃 别噎着 这里还要很多 感谢姑娘收留之恩 日后有用的这我们的地方 您尽管开口 几人纷纷起身作医 傅七宝微微一笑 还未开口 一旁的林在 便激情愤感 我们是为了夺回我们自己的家 傅七宝眸中流光滑过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摸了摸少年的头 说得好 林在 此时 一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掏出怀中信纸 递了过去 姑娘 我有个东西交给你 傅七宝心中疑惑 可打开信纸一看后 就只剩下惊讶 信谋微争 这竟是 紧接着 笑意染上眉梢 转身快步往银杖跑去 如凤铃般清脆悦耳的笑声响起 太好了 有了这个 我们很快就能成功 战争就要结束了 赶紧告诉阿泽 达到蓝帽传递的信件后 库七宝顿时欣喜不已 赶忙将其他两人聚集在一起 直上赫然是一张地图 上面详细的著名了 黄成军防御攻势 以及具体的巡逻路线 此时的穆千玄 也被李泽民的运筹帷幄深深打动 真诚地向他表达了佩服之情 李泽民文言爽朗一笑 毕竟能得到同样能力出色的男人的钦佩 那可不如 眼见男人越发得意 傅七宝绝了绝嘴 用手肘撞了撞他 称怪一声 嚣张 然后三人相识一眼 齐齐笑出了声 完全是多年挚友的氛围 没有任何不和谐 玩笑过后 傅七宝方才开口 目前看来 京城也撑不了多久 什么时候发动的功吗 当断则断 他们今晚发现那么多人叛逃 必然人心混乱 此时此刻就是最佳实际 此话一出 李泽民和傅七宝两人皆是一阵 不得不说 这个提议十分大胆且冒进 可稍稍思考半分 李泽民便长虚意抖气 向穆千玄拱手抱拳 言辞恳切地打叹 穆兄不愧为当今第一领兵率财 果真用兵如神 神鬼莫测 李某亦是佩服 紧接着两人一拍集合 从未懈怠的他们 一致决定就在今晚结束这一切 立刻出兵 两个志同道合的人 彼此惺惺相惜 默契十足 共同为同一个梦想奋斗 看着眼前交握在一起的右手 富七宝眉心微扬 这哪里是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 明明就是知交知友啊 然后忍不住红唇清敏 滴滴的笑出声来 如今甚好 另外一边 原本死记沉沉的城墙 呼得响起一声立合 你说什么 那些劳工都跑了 气急败坏的秦浩君 一听这话 怒火上涌 直接一脚将那人踹翻 真是一群废物 一众士兵敢怒不敢言 当先那人 也只敢擦拭着嘴角溢出的血迹 红心跪倒在他面前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不服气吗 将几人神色收入眼中的秦浩君 直接拔出身侧配件 可还不等他有下一步的动作 不远处 漆黑夜幕下的点点红光 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秦浩君抬头望去 明月之下 一支支带着火焰的箭矢 正迎面飞来 密密麻麻照亮黑夜 城墙上众人顿时惊慌不如 火箭 是火箭 是敌血 全体戒备 吵闹声 此起彼伏 有防范不及的士兵 当场被扎了个扣心梁 一时间 城墙上已是横七竖八 躺下了不少 秦浩君一边狼狈的举着盾牌 一边安排士兵们防御 可军令之下 行动却十分杂乱 与此处不同的是 城墙下的李泽明 和穆千玄二人 长剑一指 短的是一起风发 准备 身后的属下 亦是挺拔如松 威武不屈 气势如同狂风中的巨浪 无人能挡 蓝茂从京城带出的地图 成了破城的关键 大战一触即发 盛命待望 李牧所带领的叛军进攻 如同蒙古下山 势如破竹 见识如雨 四处硝烟滚滚 身轻如燕的幽冥军 率先冲锋 互相配合着 攀上威厄的城墙 是要为我军撕开一条孔子 贴了大利服的士兵 则抬起粗大的木桩 直指往城门撞去 撞击声和呐喊声 此起 可作为一国之都的京城 才智也是顶尖的 结实的城门一时半会 竟是成了最坚固的防径 与此不同的是 登上城墙的幽冥军 已经与城墙上众人厮杀在了一起 兄弟们 尚啊 缺水缺粮的疲惫之师 如何抵御 幽军势如破竹 碾压起眼前 毫无还手之力的敬畏军 眼看我方节节败退 对方杀气肆意 最近的那人 也败北倒在了自己身前 秦浩军内心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 额头的冷汗 磕磕往下落 随即紧了紧身侧的手 猛的脚下生风 转身往城内跑去 边跑边嚎叫着 你们先顶着呀 我去宫里搬救兵 这一幕 直接震惊了剩下的士兵们 有人还想挽留几句 有人已经面露灰白之色 完了呀 逃离了喧嚣的战场 秦浩军快步回到秦府 人还未踏进门槛 就听到一阵催促声 他面色发苦的 轻轻推开虚掩着的大门 眼前的一幕宛若重击 让他一时失了神 动作都快点 城门失守是早晚的事 只希望我儿能坚守多一会 让我们有时间逃跑 儿子没了还可以再生 老子没了 秦府可就没了 秦瑞一边高声指挥 一边庆幸 还有个儿子 听到这里的秦浩军 再也忍不住 猛的跨步而入 眉头紧拧 大声喊了一声 父亲 秦瑞脸色一变 眼神闪烁着 转头看向来人 嘴角抽出了一下刀 浩军 你怎么回来了 秦浩军哪里还讲什么父子之情 一把拽起他的衣领质问 你竟然想抛下我 独自逃跑 什么叫儿子没了 还可以再生一个 难道我注定是一个牺牲品吗 你还是我的父亲吗 秦瑞文言 脸色一黑 抬手打掉胸前干瘦的手掌 立声教训起来 你什么态度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你的命就是我的 你要是能守住城门 为父至于这么狼狈吗 你不禁废物 还自私啊 你要为了秦家着想 而不是为了你自己着想 真的是废物 一声声谩骂 让秦浩军再也无法忍受 李智也在这一刻完全烟灭 腰间佩颈出跳 静止穿透秦瑞胸膛 片片烟红 撒落在地板上 秦瑞无力的瘫倒 你竟敢 见身下之人还在喘气 秦浩军眸光很利 手中利剑频发 直至四周 争落可吻 料理了这糟心的老头 收剑回翘 他也不理会怨落中 呆若目的的一阵下人 转身出府 秦浩军抬手擦拭 教授削脸颊上的血字 转头看向一侧的清兵 进攻去场皇上 刚解决了糟心老父亲的秦浩军 毅然决定进攻 看看这新帝 现在又是怎么的事 可还没见到人 就被拦了下来 两名御灵军门神一般 挡在几人面前 呵斥地站住 手更是情不自禁地握上了佩计 看到他这一举动 御灵军如灵大敌 做出防御姿势质问 秦将军你要干什么 秦浩军还会说话 御书房方向 便传来一道轻蔑的声音 秦将军 所谓何事 来人正是新帝 他本在殿内小气的 可殿外一直不停地嘈杂声 让他忍不住走了出来 秦浩军调整了下情绪 放在开口 陛下城门失利 末将请求调动御灵军支援我们 秦浩军第一时间并未出声 而是嘴唇紧敏 脸色越发暗沉 双眸定定地看着眼前之人 秦将军 你见到朕 为何不下跪 此话一出 秦浩军整个人有一瞬间的呆乐 紧接着就是愤感 陛下 如今叛军都打到城门口了 还要纠结这种事吗 还是赶紧出兵吧 两名御灵军忍不住嘲笑 我们可是保卫皇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哪是说动就动的 秦帝同样如此主张 对于他而已 自己的安危 可比全天下的臣民都重要得多了 秦浩军见此 还想力争一番 城门守不住了 守着皇宫有什么用 叛军进来都得死 如此大逆不道之言 直接让新帝破了房 两三步上前 就是一个大瓜子 放肆 紧接着又是一顿熟悉的拳打脚踢 嘴里更是骂骂咧咧 以下犯上该当何罪 秦浩军此时也不想再忍了 就着清兵的手起身 擦了擦嘴角失笑 你以为你当真是天子 你你你 你说什么 新帝牟底闪过一丝幽深 直接发白 伸出的手都有些微微颤抖 没有我们 你屁都不是 破罐破摔的秦浩军 哪里还给他好脸 直接咬牙 挥一剑上前 新帝本就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 加上毫无伸手 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扎了个透心了 除了一旁的御灵军 就连秦浩军身后的清兵 都是满脸震惊 不知做何反应 长剑拔出 血自飞剑 新帝乌叶两生 便无力的倒下 把这些不听话的人杀了 本是战争中 最为安全平静的紫禁城 此时杀戮四起 惨叫跌宕 更像人间地狱 大力福加持下的幽民军 一时之间 竟有些拿不下 这过于坚固的城门 众人僵持之时 一门之隔的城内 蓝帽的脚尖轻点 身影错落间 越过交战区 来到墙下的城门守卫处 还不等待人反应 一抹寒芒掠过 已是伸手异处 迅速处理完 就近的几名士兵 蓝帽便抬起城门关墓 吱嘎一声 牢固的城门由内而开 主人 我把门打开了 不远处的李泽民 闻声望去 眉梢上扬 喜悦的嗓音响起 忍不住赞倒 蓝帽干得好 紧接着便一马当先 带领身后重将士 冲杀入城 气势如虹 一举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反观守城的禁卫军们 更是没了抵抗的斗志 加上将领早都跑了 此时更是颓然 大局已定 投降不杀 放下武器 不要遭他自己的生命 我保证会优待所有俘虏 随着李泽民的阵地高呼 众人再也不做多余动作 纷纷丢弃手中刀剑 跪地投降 反正皇帝和将领都抛弃我们了 我们就不再为他们卖命了 投降 投降 我们投降了 彻底拿下城防的掌控权后 李泽民和穆千玄两人 这才带着金锐 前往此次的终点子进城 奇怪 破了城门后 就没有御灵军和城防军阻拦 他们都放弃 然后逃跑了吗 面对穆千玄的疑惑 李泽民意识不解 一路走来 随风平浪静 但是皇宫里 还是需要保持警惕 金鸾殿前 大门紧闭 有人上前一脚 将殿门踹开 可映入眼帘的场景 却是让众人惊讶 热大的空间内 尸首遍地 鲜泻四翼 唯有一道身着假皱的影子 楚剑端坐于龙椅之上 看见来人 位于上手的秦浩军 目光扫过众人 阴雅地笑了两声 低声道 你们终于来了 李泽民皱了皱眉 安排属下殿外等候 便同穆千玄 两人走近几步 靠近看似疯癫的秦浩军 新帝呢 穆千玄环顾四周 空气中弥漫的浓冻血腥味 无一步提醒着 此处发生的屠杀事件 哼 秦浩军扯唇一笑 慵懒地靠在一次俯手上 不就在你面前吗 救王已死 朕就是新帝 秦浩军 我看你是疯了 李泽民不想再继续纠缠 剑尖直指龙椅上的男人 冰冷开口 朕是疯了 朕的父亲要抛弃我 朕的救王要抛弃我 孤军奋战 独守空城一月之久 朕早就该疯了 就算只当一天的皇帝 朕也要站在这顶峰 我看全天下 哈哈哈哈 面对秦浩军的妄想 李泽民和穆千玄 两人同时开口 放弃吧 安然接受你自己的命运 磅磅被触碰到敏感的神经 秦浩军沉了脸 止住了笑声 尼南着抬剑 命运 秦浩军 你还要打吗 从头到尾 你打得过谁 李泽民见此 忍不住出声失笑一声 失神低头的男人猛地抬头 双眸满是决绝与坚定 没有人可以决定 我秦浩军的命运 剑光一闪 他已经握着冰冷的剑柄 无情地刺向自己的腹部 似乎在寻找一种剑柄 木千玄微微一震后 便注意到晃动的剑身 秦浩军竟然将自己死死的 定在了龙椅上 对此 李泽民旨觉得无聊 转身出门之际吩咐下去 把他和那把烂影子一起烧了 战争结束之际 傅琪宝军冒险来到 还未清理的秦府 蓝帽虽有不解 但也谨慎地保护着他 只见屋内血迹斑斑 四处还散落着 未收拾的细软包袱 维米的马匹旁 正躺着死去多时的秦润 女子身上 身着紫色裸裙的她 头颅低垂 有些看不起面容 感受到久违的亮光 和逐渐靠近的脚步声 滑里缓缓抬头 看向来人 眼神有了一丝波动 傅琪宝走至近前 宁谋看向这位 一心想置自己与死地的侄女 心中顿时涌现出一抹目 感受到他身上 越发微弱的生命气息后 傅琪宝这才冷冷的开口 你还没死吗 傅梨花 哼 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小郭 也许我吊着一口气 就是为了等你呢 如今傅琪宝哪里还不明白 这个世界崩坏的源头 就是傅梨花 阿泽 傅家 金家 秦家 他不断的依附 可以向上爬的力量 又不断抛弃没有价值的人 天道的混乱 就是因为他 可傅梨花压根 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他狠狠的一口咬了下去 傅琪宝可不惯着他 抽回手 就狠狠的一巴掌 甩在他脸上 傅梨花整个人 也被打得偏向一侧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对于他的执迷不悟 傅琪宝眉心微醋 也不再想跟他过多废话 傅琪宝 你从小受尽宠爱 我不为自己着想 难道还期盼着 你能赏给我些许好处吗 回应他的 又是一连串的巴掌 对于他的自私自利 傅琪宝忍无可忍 怒斥倒 借口 我杀了你 傅琪宝 傅梨花双手被捆 只能被动挨打 红肿的脸颊 让他逐渐失去 你所依附的秦府 你所期望的秦氏皇朝 已经覆灭了 七宝姐姐 我们就这样走了 不管他了吗 对于蓝帽的疑问 傅琪宝淡淡一笑摇头 活动了下长期僵化的四肢 许久之后 傅梨花方才亮亮呛呛地 走出阴暗的房间 路过死气沉沉的秦府大院 推门望向战后的京城 昔日庄严肃木的城墙 也被洒上余灰 忽然 胸口猛地传来一阵刺痛 让他忍不住跪倒在地 双唇涅如着 发出呜呜的声音 紧接着挣扎两下 双眸染上灰白 整个人就这么静静地 倒在了通往紫禁城的大道之上 家妻正值小阳春 风暖华堂拥育人 朱世皆圆满 情深急许的两人 也终于走在了一起 鸳鸯佩腰上队 还上鸳鸯玉双飞 礼妇两人比劲而立 各执红仇一端 还跑来 出席的傅家两老 以及金家 穆家等人 应是一脸的喜悦 含笑望着如此美好的时刻 帝后大婚 举国同庆 皇宫上空 盛放的烟火炫烂 美得让人舍不得一开世心 全文完 对对家的宝宝们 加油并交 这就大结局了 一路走来 感谢你们的支持与厚爱 下一步目前暂停更新 我把皇子养黑化了 有更好建议的宝宝 可以留言想看的漫画呀 对对在这 求个一件三连啦 脸对的花花也想